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我在古代,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信念多个新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不见不散 第六百九十五集 老毛病,头疼啊 只是这一回比之前都要严重 见不得光,见不得风 所以连花花和壮壮都见不得人了 花花惊喜,跑过来 整个人趴在浴室的门上 娘,是我 壮壮也不甘示弱 娘,还有我 也学着姐姐的样子趴在门上 听到闺女和小儿子的声音 鱼芝嘴角上窍 她从水里站起来 飞快地擦拭穿衣 只一天不见 还挺想两个孩子的呢 娘 鱼芝出来 花花和壮壮就扑了上来 好孩子 此时 鱼芝也没忘了自己冰弱的人设 没抱 一手一个牵着 进了屋里坐下来 才把两人搂进怀里 天气坏了吧 娘的大闺女 小儿子 花花点点头 眼神里尽是担忧 娘 您的头还疼吗 不疼了 好了 歇了一天 又喝了药 已经好了 这身上啊 就有劲了 就算鱼芝再三保证 她已经好了 两个孩子 还是非常担心的 情爱在她怀里 也不像往日那么活泼了 鱼芝便很后悔 不该装病的 以往装病 顶多半天 她就起来了 这回病情太严重了 一致两个孩子 都有去吓着了 乖 娘啊 已经没事了 娘忽然觉得 这会儿可有胃口了 你俩要不要 陪娘吃点 与之连忙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欠他们点头 又当 霍花 今儿都学什么了 说给娘听一听 还有壮壮 今天都干什么呀 你给娘讲一讲 花花本就爱说 见娘问了 小嘴立刻巴巴起来 连平日不爱说话的壮壮 也说了不少话 在儿女的童言质语中 鱼芝用完了晚饭 花花还展示了 她在魏梦那儿 学到的新技能 光是一个静手的动作 就做得行云流水 好看极了 莫了 这丫头还抱怨 你都病了 也到现在都没回来 她做人像狗 太不合格了 板着小俩的壮壮 补住点头 撒她跳带树上 姐姐犯大错的时候 娘这样罚她的 再撞撞看来 她爹啊 真是犯了大错了 一只扑痴就笑得出来 这俩宝怎么这么可爱啊 爹啊 不是故意的 爹爹公务繁忙 他要出去做事 才能挣钱养家呀 他也很辛苦的 他也想在家里 陪着娘 陪着你们 但是没有办法呀 人在官场 身不由己 说到这儿 他顿了一下 你爹啊 他这会儿八成 连晚饭都还没吃上呢 可不嘛 文九霄直接然 把整个金矿给围了 里头的人是插翅 也难飞出去 无论是矿工 还是大小管事 监工 全都被找出来 赶到空地上 就地审查起来 哪有空吃饭呢 花花皱了皱眉头 那爹还挺可怜的 很是同情他 一致顺世变的 所以啊 你要原谅他 我们花花是个 大气的孩子 那好吧 花花想了想才到 壮壮就突然道 爹的官还不够大 皇帝不就是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惊得于知 一把捂住他的嘴 哎呦 通言无忌通言无忌 对上小儿子 清澈的眼睛 于知的笑容 有些僵硬 很愁啊 这傻小子又从哪 犯了什么书看 难道是他的 哪本画本子 壮壮啊 这话可不能说啊 隔墙有耳 在自己家里也不能说 放在心里就好 很愁啊 这么小他该怎么教育呢 也许他自己都不懂那句话的意思 可落在别人的耳中 却是大逆不道的 他该怎么让他明白 这是一个军权社会呢 乖宝 说多了呢 你也不懂 你只要记住 那句话不能说 跟皇帝有关的话 都不能说 嗯 等你长大了 就知道为什么了 壮壮的眼睛里 明显带着困惑 但他仍乖巧点头 好吧 心里却在想 他以后长大了 要做既能挣钱养家 又不忙的事情 这样就有空陪娘了 文九霄并没有急着回京 趁着消息还没传出去呢 他要在这里 把矿上这些人审一审 审人的时候 让空公观看 鼓励他们大胆揭发 警察认为真的会给予赏银 空公们先是不敢 但见领头的官老爷 当场砍了两个管事之后 个个都激动起来 好多人跪地喊冤 告起了状来 原来这些矿工啊 有的是被抓来的 有的则是得罪了 有钱有势的人 还有的是被人侵吞了家业 总之 这金矿上的每一个苦力 都有一本血泪史啊 然后是文九霄 这个办过无数案子的人 听了他们的经历 都无比愤怒 他们太惨了是一方面 他愤怒的是 陈公府怎么敢 黄陵离京才多远呢 天子脚下啊 他们居然敢如此猖狂 这是没把朝廷 没把律法放在眼里啊 文九霄原本只打算 审几个头头的 现在他改变主意了 他不仅要把大小管事 监工权都给审了 还接受控工们的诉状 至于状纸 他来之前就想到要审讯了 从大理寺借了人手 帮着写状纸就是了 除了吃饭睡觉 文九霄都在审案 说是吃饭睡觉 其实只是草草扒上几口 实在困极了 眯等一两个时辰 时间不等人呐 他若长时间不再经历 怕是要引起别人怀疑了 他虽不惧成功 但皇后到底是异国之母 一朝不慎会很麻烦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六百九十六集 娘 爹已经七天没回来了 花花从雪里回来 念叨着 于是抬起头 想你爹了 花花嗡了一声 然后叹了口气 主要是别人老问 谁问的 于是把作画的笔 放进清水里洗 壮丝漫不经心的样子 慧姐姐和鸾妹妹都问了 还有葛夫子身边的 小鹰姐姐 二伯也问了 不过问的最多的是二伯母 那前天 昨天 和今天 她都问了 花花掰着手指头说道 于知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见桂云一脸郁闷 好似那些人的行为 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他们 都是怎么问的 花花想了想 慧姐姐和鸾妹妹问我爹 是不是不在家 小鹰姐姐问我爹回来了吗 二伯和二伯母 问我爹上哪去了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于知面上看不出来什么 心里已经恼火的 她不知道 他们是有心还是无意的 但居然敢打孩子的主意 不可饶恕我 我家里的事 关他们什么事 我还是个宝宝 大人的事 我怎么知道 花花翻着白眼 她又不是傻白甜 怎么可能把家里的事 说给别人听啊 哥哥早就教过她了 无论是爹娘 还是哥哥弟弟 包括她自己的事情 都不能告诉别人 于知瞬间就笑了 赞许地看见花花 对 我的花花呀 还是个宝宝呢 明天 让小蝶姐姐 接送你上学 好不好 好 花花高兴极了 她最喜欢小蝶姐姐了 但小蝶姐姐喜欢跟娘玩 偶尔才会陪她玩一下 娘 我去做功课了 她要好好表现 娘一高兴啊 说不定后天 大后天 都让小蝶姐姐陪她呢 看这一溜鸭 跑走的闺女 于知笑了想 转头就问贺小蝶 你也来不短时日了 什么时候回去啊 贺小蝶不想回云山县 再等等 再等就要入冬了 和尚都要上洞了 船就行不了了 贺小蝶怪异地 看了鱼之一眼 我不走水路也可以 血往南 血暖 哦对啊 山云现在最南边 就算经里是冬天 也只会越走越暖 后半道不会耽误坐船 那你也不像你闺女啊 就没见过这样当娘的 孩子那么小 让给别人带 自己跑出去浪 一浪就是好几个月 比她心还大呢 当初她至少还知道 把周周带着 师父带着 比我带得好 这话听着 怎么还有点理直气壮呢 鱼之也是无语了 师父带得好 这也不是你丢下孩子 自己出去浪的理由啊 哼 你师父可成了冤大头了 看着她一副 不以为意的样子 鱼之 嗯 算了算了 贺小蝶呢 杀手窝里长大的 不能对她要求太高啊 贺小蝶却还有话说 夫人 花花的二伯 要不要我 她活动了下手腕 又掰了掰手指头 鱼之一顿 怎么 你要揍她 贺小蝶一本正经地点头 您放心 不在府里动手 套个麻袋 揍一顿就行了 不会被人发现的 她早就想揍那个文成耀了 一个大男人啊 说话阴阳怪气的 身为伯父还极度侄子呢 当谁看不出来啊 鱼之想了想 果断同意了 行 你动作麻利点 别让人发现了 嗯 我干活 您还不放心吗 放心吧 这位是连杀人都特别利索的主 他怎么可能不放心呢 文九霄是第九天回来的 一千将士留了二百人助手惊慌 剩下的八百人 押着罪犯和车辆回京了 他们回到京城之后 陈公府便被禁军给围了 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陈公府便被抄了 抄出十来箱金灿灿的黄金 众人都傻眼了 靠 皇后的亲子没了之后 他整个人的心气也跟着没了 关了宫殿 拜佛念经 连公务都懒得管 皇后的智愣不起来了 陈公府也得夹着尾巴做人呢 近些年来低调的不得了 谁能想到 不险山不露水 甚至都快没存在感的陈公府 却藏了这么多黄金 从哪来的呢 不止这一件事 还有钟秦博 被文九孝告了之后 又有好几个苦主告到大理寺 虽然不是告钟秦博的 但告他儿子 告他府上的管事 跟告他也没有多少区别了 更何况钟秦博一点都不干净 被查出了好几桩罪状的 只隔两日 钟秦博就被吓得大狱 贪污受贿那都是小事 最要命的是 他还卷进了科举作弊中 收受钱财 替换考卷 还把苦主囚禁了起来 他的两个嫡子的文章 并有不少是出自那人之手 钟秦博傻吗 不 他可以一点都不傻 他呢 只是太自信了点 以为自己能掌控住那人 也是那人才却太好了 太好用了 他没舍得杀 这才让那人寻到机会 逃出去告状的 既陈公府 钟秦博府 也被吵架了 历史间 经历风起云涌 人人惊慌紫微啊 有陈公府和钟秦博府 这两件大事在前 武安侯府的二爷 被人套麻袋揍了的事 根本就没掀起水花来 文成耀是下支回府的路上 被人揍的 先是不知从哪 蹲住几个小乞丐 扔过来几个炮仗 马瞬间就惊了 文成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拉住了马 那几个小乞丐 还站在远处 对他做鬼脸呢 气得他下马去追 小乞丐一哄而散 文成耀没追到人 反而被人从身后 一棍打得眼冒惊心 都还没有来得及转身 头上就套了麻袋 之后啊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文成耀被揍得昏死了过去 事实证明 老马是识途的 不仅于之家的于英俊 顺利回了家 文成耀的马 没等到主人 也自个儿回去了 这还得了 整个二方都炸了 府里派了好多人去找他 倒是没费多大劲 就把人找着了 一身的伤看着吓人 其实只是皮外伤 并没有伤及根本 文成耀松了口气的同时 连说话都费劲 扯动嘴角的伤 太疼了 要是让他知道 哪个龟孙子 对他下黑手 他一定把那人 拔皮抽筋了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 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六百九十七集 你轻点 苏氏给他换药 许氏手重了点 疼得文成药 直抽冷气 苏氏哪里 给人换过药啊 见夫君还不领情 心里啊 就有些不大高兴了 已经够轻了 药上不匀 烧好的慢 二爷 你这是得罪了谁啊 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文成药忍着疼 心里握着火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平日与同僚相处的 都很好 外头的应酬也不多 我可不记得得罪了谁 指不定是谁认错人了 也真他妈的倒霉 他使劲地催了一口 疼他的字牙咧嘴的 夫妻两个 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 这是得罪了谁 突然 苏氏啊的一声 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二爷 妾身想起一件事 你年轻那会儿 不是也被人打过一回 文成药眼睛一眯 你是说老三 他顿时想起十几年前 被老三套麻袋的屈辱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不 不会是他 自他回京 我可没惹到他 老三那人虽然手段卑鄙 却是个清高的 再说了 我受伤的时候 他并不再经历 他是前一天受了伤 第二天老三才回京的 他且忙着呢 这话就有些酸了 整个京城谁不知道 小文尚书又出了风头 虽然朝臣一个个都不满他余举 身为户部尚书 却行使大理寺的权利 但也只敢小声嘀咕 谁让太子殿下就信任他呢 何况 这里头又牵涉到 丝彩金矿的事 谁知道里头的水有多深呢 这事还是小文尚书 最先发现的 他们若是上折弹劾 被打成同党怎么办 别看平时一个个 都表现得蒸蒸铁骨 其实那骨子里 还是趋利避害的 这倒也是 苏氏皱着眉头 他对文九霄 这个位高权重的小梳子 没什么意见 就是羡慕其度 愚知是个三弟妹命好罢了 哪怕到今天 他也觉得自己 比三弟妹强多了 三弟妹唯命好而已 不是老三 二爷又没有得罪谁 那到底是谁打的呢 二爷你再想想 说不定你无意中 得罪了人了 你们衙门那个谁 姓赵的那个 你不是说他为人小气 还牙子必报吗 会不会是他呀 还有 跟你一起争位子的 苏氏叙叙叙叙的 念得文成要更加心烦了 行了行了 我有没有得罪人 自己还不知道吗 你少说两句 让我清静清静 苏氏气得胸脯 急速地起伏着 你个没良心的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啊 你居然还醒我烦 你有没有良心 你对得起我吗 当初 行行行行 我错了总行了吧 文成要一听这话 头都大了 二爷哪里有错 错的是妾身 你人不见了 妾身经常挂肚 你昏迷不醒 也是妾身 炎仪请药 跟着丹尽兽怕 你 说着说着 苏氏就悲从心来 既然二爷不想看到妾身 妾身还是不要在这里碍眼了 一甩帕子就要往外走 文成要下意识地伸手拽他 苏氏转身转得有些猛了 本就没站稳 文成要这一拽 他一下子就跌在他身上 只听得文成要一声惨叫 苏氏忙不迭地爬起来 压到哪儿了 压到哪儿了 手忙脚乱之际 他的手又按在了文成要的伤处 你 你 你走开 文成要疼得都快喘不过气了 苏氏不敢置信 你 你只愿让我走开 外头的奴仆低违顺眼 似乎早就习惯了这样的争吵 平北侯府里 贺小蝶正面无表情地 向余之现场转播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配音了 一会儿男生一会儿女生 把文成要和苏氏两人生眼 模仿得唯妙唯肖的 就是他这张冷脸和没有变化的表情 太让人出戏了 于知 虽然是乐见文成要倒霉的 这一下 他又要在府里夺丑好几天了 外头的热闹 做不上了 与其是要多幸灾乐祸 就有多幸灾乐祸 不止 贺小蝶依旧面无表情 于知一正就听他道 下手很有分寸 于知一下子就笑了 想起一事来 你怎么清楚二房的事情了 他都不知道呢 于知真的很好奇啊 二夫人身边大丫鬟 叫红英的那个 在府外 被个登土子柴上了 我恰好路过 就顺手帮了个忙 行啊 贺小蝶 连人家大丫鬟都被你收买了 于知是真没想到是这样的 贺小蝶却摇头 没有收买 不过是传传八卦罢了 八卦这个词啊 还是听夫人说的呢 于知笑得更开心了 对对对 传八卦 顺带着他也能跟着吃这二房的瓜 真没想到 大侄女都出嫁了 二嫂的脾气 还跟以前一样火爆 嗯 这火爆啊就对了 要是不火爆 能吵起来吗 真不是于知心眼八坏的 望着人家夫妻不合啊 这不是仙撩者见吗 二房吵吵呢也好 这样就没有闲工夫 管别人的事情了 对 于知的心眼 其实啊 真不大 本集晚 我们下期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金矿上 库房是空的 一块金子都没有 这么一场的时候 文九霄肯定是要审的 看守库房的 还有大管事几个人 一口咬定 不知黄金哪儿去了 尤其是看守库房那几个人啊 说辞和之前是一样的 这黄金还能凭空消失不成 这话说出去谁信呢 众人一致认为 他们说谎了 肯定是被他们转移到哪儿去了 用了刑之后 还是原来的说辞 可把大家给气坏了 嘴硬是吧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嘴硬 还是刑剧硬 唯有文九霄 若有所思 那天余小芝是和他分开走的 也许 大概 可能黄金真能凭空消失啊 虽然他不知道 他用了什么办法 不过这怀疑他自己知道就行了 没必要说出来 花花小朋友 还不知道他的小蝶姐姐 已经给他报了仇 他跟个女待望似的 坐在顾怀为房间里 腿翘在桌子上 这姿势啊 相当的霸气 顾怀为跟个做错事的小姑娘似的 站在旁边 还掉眼泪呢 花花一见他哭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哭哭哭 一打架你就哭 一打架你就哭 你还是不是男孩子啊 男孩子不会打架 已经够丢人了 你还哭 我是小姑娘 我都没哭 你说 你有什么用 花花你别生气 我不哭了 顾怀为慌里慌张地去擦眼泪 花花白的眼继续熟了 就知道哭 哭个屁啊 我认识你这么久了 你怎么一点长筋都没有 你长嘴干什么的 你不会告状吗 别人欺负你 你告诉夫子啊 跟你爹娘说啊 找他们爹娘去 你倒好 被打了还躲起来 你是不是准备跟你爹娘说 你脸上的伤 是撞墙上去了 咋就没把你脑子捉坏了呢 教了你这么久 你 你 你气死我了 花花是越说越气 气得猛垂桌子 吓得顾怀为小脸都白了 连连保证的 花花你别生气 我真的不会再哭了 你别不理我 我是起你哭的事了吗 花花又猛地一下 拍了下桌面 这个顾怀为 连话都不会听 笨死算了 我 我 我下次一定告诉夫子 还用下次吗 花花都快被她气死了 告诉夫子有什么用 明知道你爹是精安后 还敢打你 可见是不怕夫子的 那你还让我告诉夫子 她一脸迷茫 小小声地反驳 那你也没招得做呀 花花一脸怒气 虽然他们不怕夫子 但夫子到底是大人 夫子在场 他们也不敢打你 哦 顾怀又慌乱点头 那 那我告诉爹娘去 话中带着迟疑 告诉他们干什么 走 谁打的你 你知道吧 我带你 找他们家长去 学他是上学的地方 什么熊孩子 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 倒学会欺负同窗了 哼 家里爹娘是怎么教的 花花一个漂亮的悬身 就站到了地上 顾华卫却拉住她的胳膊 别 会连累你的 真的 会坏了你的名声 你家里 不是给你请了交规矩的嬷嬷吗 要是 要是 你娘会 罚你 在花花的瞪时之下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这会儿你操心的还怪多 我用不着你管 走 花花拽着顾华卫就往外走 顾华卫都没迟疑就跟她走了 得知欺负她的几个同窗 都住得不远 会与筹谋的花花 还特意跟顾华卫的小厮留下话 瞧那个谁 把你家少爷打的 我带着她 找他们家长去 半个时生要是不回 你就回逼你家夫人 是 欺负顾华卫的有三个人 花花决定去找领头的那个 叫个啥来着 李明灿 这家里也是武勋 这半道上 花花还教顾华卫呢 一般大娘的都比较糊孩子 咱不找他娘 找他爹 他爹是个将军 应该讲理 就算不讲理 一般男的都比较要面子 肯定特别气 李明灿让他丢了面子 哼 我今天一定要让李明灿 被他老子收拾一顿 顾华卫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 花花妹妹可太厉害了 什么都懂 什么都会 她看向花花的眼神里满是光芒 刚从云山县回京的花花 还有些冲动和急躁 可现在的花花形势 已经极有章法了 她一本正经地对门房道 我们是你家少爷的朋友 你家少爷请我们过来玩的 门房上胡疑 这俩孩子说是少爷的朋友 既然是来找少爷玩的 身边怎么连个奴仆都没有啊 可瞧两人的穿戴和模样 又不像普通人家的孩子 没准啊 还真是少爷的朋友呢 和和见状 连忙道 做得近 晚一会儿我们就回去了 门房没有全信 不过还是放两人进去了 一个小丝在前头引路 顾怀伟很是紧张 花花大方地牵住她的手 别怕 有我在 李明灿不敢欺负你的 顾怀伟点点头 神情无比感激 花花妹妹真好 走了一小会儿 花花开口了 李伯伯在家吧 我们想先去给长辈请个安 小丝一听她喊伯伯 更拿不准这两个孩子的身份了 迟了一下 还真被花花说动了 领着两人去了 李明灿他爹听着回禀 看着花花和顾怀伯两个 也是丈人和尚 摸不着头脑 这是哪家府里的孩子呀 他是真不认识呀 你们是明灿的朋友 来找明灿的 他自以为和蔼地问道 本集晚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像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六百九十九集 李明灿他爹呢 是个将军 身上威严慎重 即便是孝阵 也是破人的 顾怀为忍不住 往花花身后躲 花花握住他的手 站到他面前 特别有礼貌的开口 李伯伯 贸然打扰 实在是失礼了 漂亮的小姑娘 一本正经的腔调和作派 让李明灿他爹啊 嘖嘖称奇 李明灿他爹呢 今日贸然登门 实在是有一事 要请李伯伯 主持公道 花花又醒了一礼 礼一点都不差 指着顾怀为道 他叫顾怀为 他爹是静安侯 和李明灿是同窗 嗯 瞧他脸上的伤 李明灿给打的 男孩子嘛 七岁八岁 狗都闲 到了一块 你戳我一下 我推你一下 打打闹闹 都是有的 但得注意分寸吧 李伯伯可能也听说了 顾怀为是家里的老来子 身子骨差了一些 性子又腼腆 挨了打也不知道说 李伯伯 大家都是同窗 长大了还要一起做事的 伤了感情就不好了 所以请您跟李明灿说一说 以后别欺负顾怀为了 李明灿他爹叫李显亮 别看他比武安侯矮了一辈 但他跟武安侯可不一样 武安侯是一辈子都没上过战场 他却不是 早些年他是上过战场的 正儿八经的沙古人哪 都是武勋 他自然也是认识金安侯的 因为住得近嘛 他也的确知道 金安侯的老来子 但也只限于知道 他更熟悉的是 金安侯前头的三个儿子 个个有身豪武艺 身子无壮的 跟小老虎似的 跟在金安侯身后 父子四个一样的勇武 令人羡慕不已 这个脸上带着伤 躲在小姑娘身后的 那腼腆小子 便是金安侯的老来子 这眉宇间透着怯弱 的确跟个小鸡崽子似的 不过 让李显亮惊讶的是 这个站在前头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眉目如画 又透着几分英气 不仅胆子大 说话头头是道 还有六句 简直不像个孩子 让他感觉 面对的是个大人 李显亮顿时起了兴臣 哦 那你呢 小姑娘 你是谁呀 哗哗大大的眼睛 黑白分明 李伯伯 我觉得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您只要知道 他是顾怀为 您的儿子李明灿 打了顾怀为就够了 哦 要说的 可能也不太确切 也许 他只是想跟顾怀为玩闹 一不小心失了分寸 但伤了人 总是不好的 李伯伯 你应该教教他 什么叫点到为止 当然了 如果李明灿不想学 或是学不换 我建议您 还是做一顿吧 棍棒底下 出孝子 不打不冲气 不怕孩子熊 多做几顿就好了 他神情认真 理直气壮地 给李明灿上眼药 怂恿他爹揍儿子 躲在花花身后的顾怀为 眼亮如星河 整个世界变得寂静 他的眼里 只有花花一个了 李显亮笑了 这小姑娘 一口一个玩闹 一口一个失了分寸 话说得委婉 壮却告得理直气壮的 小小年纪 不简单呢 李显亮忍不住怀疑 现在的孩子 都这么厉害了 他想起自己 憨吃憨玩的大胖儿子 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 他望着跟前的小姑娘 眼里的腥味更浓了 这也是个小人精啊 他得想个法子 透透透透的话 他想得很好 可惜花花小机灵 没给他机会 李伯伯 事就是这么个事 您知道了 我们就放心了 就不打扰您了 李显亮眉梢一条 你们是明灿的朋友 他在自个儿院子里 我让人送你们过去 花花嘴角微壳 露出恰到好处的微笑 不了 以后多的是 在一起玩的机会 就不耽误您 教导孩子了 他拉着顾怀为 规规矩矩的行李 优雅离去 看着手牵着手离去的 两个小背影 李显亮少有的争愣了 过了一会儿突然失笑 喊人 去瞧瞧那小姑娘 是谁家的 小小年纪 进退有度 长大了还得了 从出发到告完状 再到出来 前前后后 都没用到半个时辰呢 在回去的路上 花花是这样 对顾怀为说的 你看 这是多简单 你等着瞧吧 以我的经验 李明昌肯定得挨揍 他爹 瞧瞧脾气挺好的 但你也听你哥哥说了 他很能干 但凡能干的人 都对孩子抱有极大的期望 李明昌功课不好 还欺负同窗 他爹恨铁不成钢之下 可不得胖揍一顿吧 顾怀为幸福地点头 花花 谢谢你 花花摆摆手 十分大方地道 这不算什么 顾怀为 说了委屈就要大胆说出来 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 打架其实很重要 你打不过他们 也得还手 你用棍子啊 用板凳砸啊 我爹说了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你只要敢豁出去 哪怕你比他们弱 他们也会怕你 不敢再欺负你了 他瞥脸顾怀为 单薄的小身板 嫌弃的 若你拿板凳砸人 可能太为难你了 这样吧 大家都知道你身子骨差 他们在欺负你 你就哭 使劲哭 大声哭 把人都招过来 这样他们就不敢了 你不是爱哭吗 我娘说了 哭也是一种武器 关键得会用 你躲起来哭谁知道 你要会哭 哭得让人心软 让人心疼 让人愿意帮助你 顾怀为面色迟疑 那多丢脸呢 夸花不以为然 有什么好丢脸的 你还想吗 你就这两年了 等你大了 就不好再用这招了 你就趁着现在 好好让他们吃几次亏 以后就能高枕无忧了 你说任由着他们欺负 他们欺负了你一次 就会欺负你第二次 以后就会没完没了 因为柿子 尖软的你 你就是个软柿子 知道不 你听我的 这没错 顾怀为咬着嘴唇 很是挣扎 随后道 那 我试试吧 花花很高兴啊 拍着她的肩膀 嗯 我等你的好消息 要是实在不行 大不了 套里面擦他们麻袋 做他们一顿 花花你真好 顾怀为感动极了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集 两人回到金安侯府 看到小四在门口张望呢 花花得知 他并没有把事 告诉顾怀为的母亲 便道 这事就不用提了 小四拍着胸口 也松了口气啊 他哪敢让少爷 和花花姑娘独自出府啊 偷偷跟在后面呢 见他们进了礼府 又看到他们出来 这才提前一步跑回府 也就比他俩早那么一小会儿 李显亮派去的人 并没有打听到花花的身份 小的远远瞧见那小姑娘 和顾家小少爷 一起进了金安侯府 小的谎称 有亲戚在他们府里当差 跟门房搭话 试探着打听的小姑娘是谁 可门房上的人却十分谨慎 什么都不愿意透露 小的怕引起他们的怀疑 就没敢多问 李显亮点点头若有所思 一块进了金安侯府 门房上的口风还非常紧 难不成那小丫头是府上的亲戚 跟顾怀为那么亲近 难道是金安侯夫人娘家的侄女吗 于知压根就不知道 他闺女干的大事 文九霄呢 就更加不知道了 被关押在天牢的陈恩公 自艺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的 舆论调转了过来 都在指责文九霄的不是 朝堂上不少大臣 也在弹劾文九霄 弹劾他权柄过重 弹劾他语曲 甚至弹劾他构陷大臣 罪名是五花八门啊 多得不得了 这位陈恩公呢 是皇后的父亲 也是老臣子了 虽然这些年贤富在家 但当初他在朝中 也是担任要职的 人非常能干 要不然他的闺女 也不能进宫成为皇后啊 现在 他却在天牢中自已而亡 许多朝臣心里啊 都不是滋味 尤其是那些老臣 总有种误伤其类的危机感 其实也是文九霄太过能干了 之前呢 也就罢了 这回一出手 连陈公府都覆灭了 不 还有一个钟秦伯府 只要不瞎 谁不知道钟秦伯的案子里 小文尚书是插了手了 这不就犯了重臣的忌讳了吗 早朝时 就有人站出来弹劾文九霄了 太子殿下 陈承认小文尚书能干 但陈觉得 他权柄过重 顶着户部尚书之名 行的却是行不之事 进军都快成了他的司卫了吧 他想插什么就插什么 想插谁就插谁 肆无忌惮 无所顾忌 朝堂被他搅得乌烟瘴气 这哪里是大清的朝堂 分明是他小文尚书 一个人的天下 最先站出来的这人 是汉林院的吴汉林 素来颇有才名 这话可谓是赐赐珠心了 他这话一出口 蛮长死寂啊 在文九霄回京之后 不少人都过得心惊胆战的 而金虽不至于站出来和吴汉林 一起讨伐吧 却不免当 承恩公早就不闻事事了 怎么就忽然跟采金矿的车上关系了 这朝野之中 他为回京时 也没出过什么大岔子 怎么他一回来就出了这么多的事 金矿的事是他发现的 谁知道这里头 有没有什么别的隐情 是 承恩公死得太突然 瞧着更像是灭口 接着 汉林院的张雪氏也站了出来 殿下 臣以为 小文大人行事太过冒进 且独断专权 这般下去 换散的可不只是人心 更是一种朝臣的心哪 他这话一出 亦是满场一镜 气氛瞬间压抑了下来 都在文九霄身上的目光 渐渐地变得冷立起来 也有的人呢 面露犹豫 想站出来反驳 却被身边的人一把拽住了 这般突然发难 透着古怪 很明显是冲着小文尚书去的 这些大人物掰腕子 他们这些小虾米 还是别凑热闹了 吴汉林和张雪氏 开了这个头之后 便无数人站了出来 都是指责文九霄的 甚至连 陈宫虽有罪 但下场未免太惨了点吧 的话都说出来了 连内阁中都有阁老 对他颇有微词 一时间的 众臣齐心协力 所有的刀尖 都对准了文九霄 当然了 也不是所有朝臣 都是这么认为的 只是身在官场 谁又是真的清清白白呢 他们有良知 却也会害怕 害怕落到陈宫 和钟情伯娘的下场 小文尚书啊 太不安规矩来了 也太铁面无私了 事是重要吗 重要的是 文九霄 动了太多人的力 之前还能说是小打小闹 可连着抄了两家呀 谁知道接下来 他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朝臣都怕了 面对众人的群起而攻之 文九霄是半点表情都没有 那么多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试探看出些什么 却全都失望了 他站在那里 挺拔如松 他一语不发 好似仲臣弹劾的不是他 文九霄沉得住气 在做事之前 甚至在回京之前 他就预料到了会有今天 只是这一天来的 比他预料到晚 这些人呢 嘴上说的冠冕堂皇 其实一个个全是胆小鬼 文九霄冰冷的眸中 闪过嘲讽 太子却生气了 特冷声道 按你们所言 成安宫私采金矿 武权杀人 钟秦伯贪磨 结党营私 插手科举 都是小文尚书的错了 是小文尚书拿着刀 压在他们的脖子上 逼他们坐下这样的事的吗 就是一片死寂 吴汉林攻身的 殿下 小文尚书出任户部尚书以来 确实为国库赃收了不少 然 他既然是户部尚书 管好户部便是了 为何要把手伸向刑部 伸向大理寺 若朝臣人人都如他一般 朝堂不就乱了吗 功劳有之 但手腕过于狠辣 若说小文尚书有错 臣不敢苟同 但若说他没错 确实已搅乱整个朝堂秩序 小文尚书固有才感 但行事过于放肆 而不带任何收敛呢 臣以为张大人所言极是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新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零一集 太子气笑了 可笑 满口仁义道德 咱姑不知道你们的心思吗 小文尚书揽权 朕允许的 他拿着姑的首领行事 何措之友 你们是不是还要弹劾姑包庇啊 冷冷的目光环视四周 尔等真是太可笑了 自身污浊 就见不到别人清正了吗 你们弹劾小文尚书 手腕很辣 可无论是承恩公府 还是钟秦伯府 他没错拍一桩案子 没冤枉一个好人 就因为他差事办得太好 你就容不下他 众臣面面相去啊 大半朝臣还是觉得脸热 不过 之前那位阁老又站了出来 小文大人无措 但形势太过冒进 不利于朝堂啊 表面上看似霍西尼 实则还是说文九孝错了 朝堂 太子锐利的目光一品 利不利于朝堂 姑说了才算 太子索性站了起来 居高灵下地放着下方 你们弹劾小文尚书 是在害怕吗 害怕哪一天他抓了你们的小辫子 说来还是你们行事不周 立身不正 就这么见不得朝中有一位 刚整不合的忠臣吗 姑现在就告诉你们 郎郎乾坤之下 容不得你们这些残破高楼的畅轨 小文尚书无措 她 姑保定 谈和她之前 先反省一下自身正不正 姑不介意帮你们查一查 这话一出 朝臣的脸色就变了 若真查 又有几个是真正干净的 多多少少都能查出些罪名来 到时岂不是 有些人就后悔啊 不该跟着冒头 姑是要名垂青史的 你们哪个胆敢做姑的绊脚石 不妨等着瞧瞧姑的手段 姑会告诉你 什么是真正的手腕很辣 满殿寂静 众臣大气都不敢出了 都没有完九霄分辨 太子殿下一个人就对变了全场 也让朝臣对他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他们这位储君呢 不是个耳朵软的 也不是好糊弄的 相反 他行事太强硬了 也不知是福是祸 平王听说早朝上的事 无比恶婉 这么有意思的事 他怎么就错过了呢 早知道他就不夺懒了 小文尚书啊 他这个人哪儿都好 就是太端方正直了 捉换了是他 那朝臣胆敢这般构险他 看他不对死他们 这群人啊 干啥啥不行 嫉妒别人第一名 要他说啊 全他娘是闲的 听说小文尚书整个早朝 眼未发 他若是在就好了 还能帮一帮小文尚书呢 又不是外人是不是 实在亲戚 他未来亲家 唉 他怎么就刚好没上朝呢 不过 太子倒是没让人失望 不像他们的父皇 成天就知道制衡 制衡 制衡 把朝堂搞得乌七八糟的 把那些臣子惯的 动不动就参这个 谈和那个 不如他们心思 就嚷嚷着要死见 一件事啊 朝上几个月 都不一定能办成 所以他一点都不爱上朝 不爱瞧他父皇那副虚伪的嘴脸 虽然错过早朝 但该帮的还是要帮啊 那个什么吴汉林是吧 那个什么张学士 还有礼部的那个赵大人 他一定要好好地查一查 看他们身上是否真的干净 陈宫虽然自艺了 但金矿一案却还未完 金矿已经开采十年了 除了这次库房里凭空消失的黄金 那么之前的黄金都到哪儿去了呢 陈宫虎抄出来的那些 还有后来从别院起出来的那些 加在一起也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问题来了 黄金去哪儿了 再是挥霍也挥霍不完呢 有刑部有大理寺 文九消遍不想再插手后续的事情了 这段时间啊 他太忙了 连陪于小枝用饭的时间都没有 于小枝肯定心生怨言 他呢得回家哄一哄 借着这次的事情 他索性把所有的事情都推了 可太子殿下不放人呢 文九消虽然是户部尚书 可他以前是大理寺少卿啊 审案刑讯一把好手 人称青天大老爷 名不正言不顺 姑给你手令 持着姑的手令 哪个敢在机外 你行你上啊 审不明白 这身关袍就别穿了 回家抱孩子去 就这样 文九消一个户部尚书 硬是在天牢多留了五天才恢复 太子看着文九消 呈上来的审讯供词 眼里晦涩不明 独自在殿里坐了一个时辰 然后起身去了 太康帝修养的宫殿 还没入冬呢 太康帝的寝宫 帝龙就用起来了 一进去 扑面一股热浪 太康帝倒下 有好几个月了 虽有太医精心医治 但情况并不算好 他不仅头发白了 人也瘦了许多 两颊上的肉 都凹陷下去了 就算殿内烧着地龙 太康帝的身上 却盖着厚厚的被子 父皇 儿臣来看您了 闭目养神的太康帝 徐徐睁开了眼睛 太子来了 太子坐了下来 熟练地拿起太康帝 放在被子上的右手 轻轻按着穴道 这是太医教的法子 说是啊 能减少疼痛 太子这个孝子 特地虚心地向太医请教 学到找得可准了 父皇 这段日子 前朝发生了许多事情 儿臣焦头烂额 未能来探望您 还望您恕罪 今儿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 儿臣心里松了一口气 唯恐辜负了您的期望 儿臣把事情给您说说 您指点指点 看儿臣处理的对不对 太子如拉家常一般 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给说了一遍 尤其是那天早晨 众臣谈和文九霄的事 说得特别清楚 这些臣子 本事不大 小心思却一大把 以为把能干的排挤下去了 他们就能上位了 可笑 儿臣可不是那等是非不分的 儿臣狠狠地训斥了他们一顿 现在朝堂上的风气 就好多了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零二级 是能干 但你对他也不能太偏颇了 你在朝堂上公然护着他 实则是把他架在火上烤 把他推到与群臣对立的位置上 这并不好 父皇睿直 儿臣受教了 太子心悦诚服 虚心求教 儿臣出掌朝堂 难免疏漏 还请父皇多多指教 你是朕的太子 朕自然会好生教导你 太康帝脸上露出浅笑 臣子就是你手里的一把刀 这把刀越锋利越好 但切记 你是握刀的人 不能让刀伤了你 太子若有所思 父皇 儿臣明白了 随即很高兴地道 闻三 便是儿臣手中最锋利的刀 儿臣指哪儿他就打哪儿 特别好使 使吗 锋利是真锋利 好使嘛 怕是有待商榷 朕听说了一些事情 太子啊 你要防着刀伤主啊 太康帝的眼神中透着关心 太子却笑得不以为然 多谢父皇关心 儿臣有分寸 父皇 那么多大臣弹劾文三 是您指使的吧 太康帝挑眉 一副不解的样子 哦 太子何处此言 太子望着他的脸 父皇 那些大臣突然就对文三发难 太突然了 跟约好了似的 自从您病了之后 儿臣对朝堂的掌控 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他们都知道文三是儿臣的人 查承恩公 也是儿臣的意思 儿臣行事手段强硬 他们都有些怕儿臣 就算有人对文三不满 但却不敢得罪儿臣的 那天早上 儿臣数了数 超过一半的大臣 都弹劾了文三 这不正常 他看了太康帝 没有表情的脸 垂下毛子 傅又抬起 就算父皇不承认 儿臣也知道 这事是您插手的 张学士是您的人 没有您的话 就他明哲保身的镜子 是不会出这个头的 儿臣不明白 您为何要做这事呢 您不希望文三查下去 或者说 您怕文三查出什么来 太康帝的脸沉着 太子 你要弄清楚 朕才是帝王 你还尚未登基呢 这天下都是朕的 朕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你便受益成恩公 私彩金矿 太子脸上的表情也消失了 且目光沉沉 父皇 儿臣百思不得其解 您富有四海 您要那么多黄金干什么 至此 太康帝才变了脸色 太子 你在质问真吗 真是放肆 太子的心情非常复杂 但凡有任何可能 他都不会去怀疑父皇 可是 种种迹象都指向父皇 是啊 陈宫都退了 那就表明 他不是个糊涂的人 怎么可能去私彩金矿呢 只能是父皇 他背后的人是父皇 他是受父皇指使 去开采金矿的 金矿归朝廷所有 身为帝王 为了区区黄金 就做出暗中 让臣子开采金矿的事 是不是特别可笑啊 不仅可笑 还非常可悲 到头来 父皇才是国之度宠 睿智 仁爱 英明神武的父皇 在他心中倒塌了 太子眼底闪过失望 储君之位 怎么说呢 算是捡的吧 前头的皇兄们 斗得太厉害了 死的死 残的残 谋逆的谋逆 他一点力气都没费 白捡了储君之位 即便如此 父皇依然耐心教导他 他本以为 他能从父皇手中 接过一个太平盛事 没想到 父皇遇刺他监国 才知道国库 快成了空壳子了 就算这样 他也没有埋怨父皇 担惊截律 想方设法 把户部撑了起来 他以为再难 也不过如此 没想到现实 又狠狠地 给了他一耳光 父皇居然 还有事瞒着他呢 发现了是这一件 他没发现的 是不是还有呢 父皇要那么多黄金 干什么呀 修黄灵吗 太子觉得应该不是 至少不全是 对上父皇满汉怒气的眼睛 太子画到嘴边 又咽下去了 父皇不会说的 太子慢慢地站了起来 父皇龙体一直不见好转 可见是被前朝扰了心神 以后谁再在父皇跟前 说些有的没的 一律以谋逆罪论处 偏连左右 父皇 就安心保证龙体 一样天年吧 儿臣过几日再来看你 这是要把他软禁起来吗 一股怒火 从太康帝的心底窜起 直冲脑门 你 才说了一个字 整个人就腿染倒在床上 急促地喘着气 喉尖发出了呵呵的声音 脸憋得通红 这可吓坏到殿内 一众太监和宫女了 太医 快请太医 而太子只是脚步顿了下 便快步出了宫殿 文九霄回到府里 隔天就告了病假 说是偶感风寒 其他大臣表示理解 毕竟小文尚书连着忙碌了半个多月呢 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 我有太子心里明白 以他的精明啊 定是看出了些什么 不想趟这浑水罢了 罢了 告假就告假吧 这些日子啊 也难为他了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其实太子呢 也不予文九霄知道太多 调查的事情 他交给了自己的心服 于知再看下面宋世来的账册 看一眼账册 看一眼文九霄 这个号称得了风寒高病在家的男人 此刻正霸占着他的软榻 头枕着靠枕 翘着二郎腿 活脱的就是个顽固 跟人前客气负礼的样子 大相径庭啊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新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零三集 于知突然想起件事来 钟情波府被抄了 钟情波定了崭刑 那其他人呢 多什么罪名啊 他的两个弟子跟他一样 其他的人 则流放 流放 女眷也跟着去啊 无论是往南还是往北 这一路可不好走啊 按理来说是 不过若娘家愿意接回去 倒是能免于流放 嗯 这是个办法 不过 怕是没有几家会接吧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就算爹娘心疼闺女 兄弟兄弟媳妇能愿意吗 毕竟谁也不愿意 家里养这个 和离归家的姑奶奶呀 温九霄的头转了一下 确实 钟情波府 几房 二十多口子 只有两个女眷 被娘家接回去了 其中一个 便是钟情波夫人 她拿了和离书 走得特别利索 于知顿着了 可以理解 她跟钟情波 老夫少妻的 又没有多少感情 这钟情波一死 她又没有孩子 连个依靠都没有 跟着刘放收 那个罪干什么呀 她眼神闪了一下 她娘家倒是还不错 八成是觉得对不起她 当初她嫁给钟情波 做填房 并不是自愿的 闻九霄哼笑了一声 好什么 回到娘家第二日 她就跟她以前的 未婚妇离开了 当初她是定了亲事的 是她家里想攀高枝 硬是逼着她 嫁进了钟情波府 她在波府的日子 过得并不好 钟情波 有两个嫡子了 还有三个数字 一开始就没打算 让她生孩子 可不知怎么的 她却有怨了 却在五个多月的时候 被妻子冲撞 小产了 从此以后 就再也没怀过 她那个未婚夫 倒是痴情了 退婚之后 一直没有成亲 对了 她娘家去接她 也是她 未婚夫给做了好处的 是亲生了吗 于智忍不住怀疑 闻九霄点头 是 这也太不把闺女 当人了吧 于智非常气愤 这已经不是重男轻女了 这是不把闺女 当人看呢 难道闺女 就不是他们的孩子了吗 突然 她心中一动 她那未婚夫 她朝闻九霄看去 闻九霄缓缓点头 是哪人 于智就 难怪钟情波夫人 要冒那么大风险 与她私会了 好吧 钟情波夫人的做法 不见得就对 但于智很想说一句 钟情波活该呀 吃完瓜的于智 看闻九霄 就有些不顺眼了 凭什么她忙着 她却悠闲地躺着 不 她不想干活了 三爷 过来 于智对闻九霄 眨了下眼睛 眼波妩媚 哦 还有这好事啊 闻九霄 腰一用力 就从软榻上 站了起来 合适 于智起来 拉着她坐在她的位置上 自己趴在她背上撒娇 哎呀 我看她头一眼花的 三爷 你帮帮忙嘛 帮我把账策看了 求求你 拜托了 嗯 飞快地 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 闻九霄 原来是抓她看账策呀 亏她还暗自高兴呢 看着于晓之 殷勤狗腿的小模样 哎呀 算了 看就看吧 不就是账策吗 没有多难呢 闻九霄看完两本账策 一抬头就发现 说好要陪她 红袖天香的于晓之 已经躺在软榻上睡熟了 不由哑然失笑 她家的于晓之啊 怎么就这么懒呢 太会哄人了 不过 谁让她甘之如鱼呢 闻九霄轻轻走过去 拿些毯子盖在她身上 又回去继续看账策去了 静安侯终于知道 她幼子在学堂被人欺负了 同时也知道了 隔壁的小姑娘 带她儿子找对方爹的事了 静安侯是怎么知道的 当然是李显亮说的呀 李显亮在进军 静安侯在兵部 虽然同为武勋吧 但两人打交道并不多 李显亮过来 向她表示歉意 她还有些猛呢 听她细说才知道 是两个孩子之间的摩擦 静安侯又是一阵 这事啊 她还真不知道 不过这也正常 她一忙起来 十天半个月 都见不到儿子一面 孩子之间的事嘛 李显亮又这般 郑重其事地向她道歉 静安侯能说什么呀 自然非常大度地表示 这没什么 孩子兼得玩闹罢了 哪里值得李大人 这般郑重 不至于 不至于 李显亮也不完全 是为儿子赔礼道歉的 她想知道 那个小姑娘的身份 言语间便不免试探 那天和贵公子 一起的小姑娘 可真机灵 人也聪明 小小年纪 就形势大大方方的 比我家那个臭小子 强多了 静安侯又是一阵 小姑娘 跟她儿子一起的 小姑娘 听李显亮的意思 有个小姑娘 领着维哥 去找她理论去了 还能为维哥 出头的小姑娘啊 别是弄错了吧 隔壁的花花 挺喜欢在咱们 维哥一块玩的 突然 她想起了夫人的话 便笑着道 是不是个子 比维哥高一些 生得特别好看 眉宇间还透露着 英气的小姑娘 对对对 就是她 这个小姑娘 可真了不得啊 李显亮连忙道 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可不是吗 那丫头跟个 小人精似的 别看比我家 维哥还小些 我家维哥 可不如人家 千安侯想起 那个胆大的小姑娘 又笑了起来 她呀 是我们隔壁平北侯 小文尚书的爱女 乳名叫花花 她若是个男儿身 那是一点都 不比她哥哥差 她是真眼馋呢 小文尚书的爱女 李显亮惊讶了 随即一副了然的样子 难怪了 小文尚书就精彩绝艳 这是虎父无犬女啊 两人相视而笑 李显亮在想 难怪都说 静安侯精明 这老小子是真精明啊 知道自己幼子 难成大器 早早地就给 儿子抱上大腿了 且不说老丈人 是小文尚书 就小姑娘本人 就是难得的贤妻啊 妻嫌夫或少 这老小子 算盘打得个真惊啊 同时呢 有些心塞了 因为他想起了 自己同样 不大争气的儿子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他儿子啊 这都八岁了 也没见他 显露出什么天赋来 虽然不需要 他继承家业吧 但将来 他总得能 养活一家人吧 要不他也学 静安侯给儿子 找个好月家 关键是 这聪明机灵 又胆大的小姑娘 可不好找啊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第七百零四集 静安侯真挺好奇的 回到府里 就把幼子喊了过来 他是大人 又是父亲 几乎没费什么劲 就把自己想知道的 全都套出来了 然后 他和夫人对视了一眼 看向自己儿子的目光 复杂极了 四个儿子 这个最小 也最弱 他对他最大的要求 就是别长成顽固 没出息不要紧 养不了家 也不要紧 大不了他们私产 多分他一些呗 大不了 让三哥哥哥 多关照一些 总不能让这个小儿子 饿死吧 没想到 小儿子的命这么好 隔壁那小姑娘 居然愿意跟他玩 还愿意为他出头 隔壁那个花花呀 在静安侯夫妻眼里 那是哪哪都好 聪明 机灵 生得好 胆大不怯场 身上的优点 那是鼠也守不过来的 走到哪都招人喜欢 维哥略意跟他玩 这很正常 可花花怎么就愿意 带着维哥呢 真不是静安侯夫妇 望子飞薄 实在是他们这个小儿子 拿不出手啊 难道这就是傻人有傻福 维哥 花花帮了你 她对你这么好 你也要真心待她 静安侯表情温和地 看见小儿子 顾怀威用力点头 知道了 爹 我会对花花妹妹 很好很好的 他看上的屋里任何东西 他都愿意送给他 幸亏这话他没说 要不然就不知 他爹娘心情如何了 维哥 花花聪明 还是你聪明 花花 顾怀威脱口而出 脸上没有一丝的勉强 那 是花花胆子大 还是你胆子大 花花 你和花花比 谁更会说话 更招人喜欢 花花 顾怀威眼睛亮晶晶的 一副以花花为容的模样 丝毫不觉得 自己比不上花花 有什么丢人的 静安侯寻寻善诱着 既然花花什么都比你好 那你以后遇到 不懂不会的 就多问问她 嗯 顾怀威重重点头 我现在有不懂不会的 也是问花花 她都会告诉我 静安侯嘴角抽了一下 遇到什么难事 也多问问花花 好 爹 我记住了 顾怀威丝毫不觉得 他爹的话有问题 几乎在静安侯开口的同时 张氏就明白他的意图了 老脸也热 相公这样算计一个小姑娘 是不是不太好啊 可看着自己懵懂文肉的小儿子 他到底还是没说什么 将来的事谁也说不好 他的维哥 若真能把花花叼回他们府里 他保证把她当亲闺女带 花花可不知道 隔壁府里在打她主意呢 她这会儿啊 正在她祖母这儿 经过魏莫教导的花花 已经是一位规矩礼数周全的好姑娘 站有站向 坐有坐下 说话不疾不徐 笑不露齿 分文可人 可几次之后 连侯夫人身边的王妈妈都看出来了 三姑娘啊 总能在规定的礼数之内 让自己尽可能的舒服 偏偏她每回偷懒取巧 都不会让人寻到措措 尺度拿捏得比谁都准 小小年纪便能做到这样 难保将来不会有大出息 侯夫人欲端茶展 不知为何又改变了主意 眸光瞥向坐姿规矩的孙女身上 跟着魏默默学了几个月 我瞧着你规矩大有长进 花花心里吐槽 哪有几个月啊 从夏到秋 也就三四个月嘛 好吧 确实有几个月了 面上却一副乖巧 都是祖母有远见 魏默默教得好 侯夫人有些欣慰 姑娘家就应该如此 祖母所言极是 花花垂下脑袋 怪顺极了 侯夫人就更满意了 端起茶展轻轻拧了一口 你娘都在府里忙些什么 也不来我这儿坐坐 是不是嫌弃我这个老太婆郭躁 回祖母 我娘在府里照顾爹呢 我爹这不是盲朝廷差事累病了吗 我娘不放心别人 自己亲自照看我爹呢 魏默默教导 女子以夫为天 我娘就做得极好 堪称家父 若是忽略了祖母这里 孙女替她向您赔罪 说吧 还真站起来正儿八经的行礼赔罪 真诚十足 您若是先冷清 孙女以后日日过来陪您 你就不上学了 侯夫人突然就觉得胸口堵得慌 花花鸣嘴一笑 眼神清澈又认真 夫子教导 百善孝为先 侯夫人胸口堵塞的感觉更重了 可面对着乖顺的孙女 她心底的玉器就无处发现 这个孙女啊 还是这样气人 而花花嘴里以夫为天的亲娘 正使唤着她的天帮她算账呢 孙爷 送了这一摞 顺便把那边的那摞也算算了 啊 我太困了 咪花 于智打着哈欠交代着 懒洋洋地走向软套补眠去了 还像文九霄投去幽怨的一撇 哎呀 她的老妖啊 浑身跟散了架似的 都不是小年轻了 还怎么能遮她 够什么价 还不如她上班去呢 很快 这个以夫为天的女人 就沉入了梦乡 她可真是太贤惠了 和于智的萎靡相比 不再是小年轻的文九霄 却跟吃了补药似的 精神十足 一点都看不出来 那啥快到天亮的人 她打着算盘算着账 越算越想叹气 她夫人的产业 挣得银子越来越多了 她就是在座人一百年的户部上书 也挣不了这么些俸禄啊 是否能跟太子殿下提提 加些俸禄呢 曾听于晓珍念叨过 高薪养怜 她觉得此法甚好 俸禄提高了 官员日子好过了 在一定程度上 的确能减少贪污和受贿呀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零五集 文成要脸上的伤好了 已经消架上职去了 这样他两个儿子 狠狠地松了口气 爹日把他们喊过去拷问 但凡有一点不满意 就把他们训斥一顿 这训斥呢也就罢了 还加课也 逼得明明不怎么爱上学的 两个人啊 天天盼着去学堂 恨不得晚上都不回来 前所未有的热爱学习啊 现在好了 爹去衙门了 他们也能逃脱爹的魔爪 求神仙保佑 让爹像之前三叔那样忙 最好忙的日日都不回府 这俩小子啊 倒是松快了 他们的妹妹卵姐 却不高兴了 被子往头上一蒙 我病了 上不了学了 使唤丫鬟去学堂替他告假 丫鬟很为难 姑娘明明什么事都没有 没办法 只好把事情回禀到主母那儿 苏氏风风火火地来了 病了 我看你是懒病犯了吧 赶紧给我起来上学去 被子吓得人动都没动一下 苏氏上手去拉被子 老人姐就拽着 她到底年纪小 哪有大人力气大呀 苏氏把被子掀开了 就看见自家闺女 掩耳盗灵般地捂住了眼睛 气笑了 照她屁股上就拍了一下 快点起来上学去 小懒猪 不起 我病了 不舒服 你哪儿不舒服啊 我头疼 胳膊疼 肚子疼 腿也疼 全身上下 哪里都不舒服 苏氏气不大一处来 我看你就是找借口逃学 起床 不急 丹姐把手放下 倔强地望着她娘 我不想上学 到了学堂 你让我既不能得罪惠姐姐 又不能得罪花花姐姐 我做不到你还骂我 干脆 我不去上学了 总行了吧 慧姐姐和花姐姐 最近不知怎么了 好似闹了别扭 你不理我 我不理你 她家在中间难受极了 回来跟娘说 娘却说大伯是世子 他们二房是树出的 住在府里 就不能得罪慧姐姐 而三叔最有出息 所以 也不能惹花花姐姐不开心 这也太难了吧 反正她是做不到 一生气啊 她就不想上学了 苏氏扬起的巴掌 顿在了半空 却更生气了 小小年纪 哪来这么大的皮卡 你这个小魔星 是想气死我呀 你快起 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把我揍死 就傻一个闺女了 卵姐一点都不怕 花花姐姐说了 大人其实是 拿孩子没办法的 又不能真的打死 她不知道 她花花姐姐 还有一句没说完呢 那就是我娘除外 你还会顶嘴了 我真揍你了 小腿 拿个鸡毛胆子来 苏氏做事要动手 鸾姐有些傻眼了 她嘴上硬气 却也不想真挨揍啊 天道 让我起床行 让我上学也行 但你不能管我 和姐姐们的事 苏氏在她胳膊上扭力吧 你个小没良心的 我是你娘 还能害你啊 我都是为了你好 就你这个死脑子 你看你个花花 多活络 你就不能跟她学学 傻兮兮的 你要是有她一半的心眼 我至于这么操心吗 一听她娘这样说 蓝姐立刻想起 花花姐姐跟她说的话 气呼呼地道 你为什么要拿我和别人比 我是傻 我笨 我一无是处 就行了吧 这还不都是怪你 你为什么不把我生聪明点 为什么没给我生八百个心眼子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 你既然这么嫌弃我 你把我扔了 当别人的娘去好了 你觉得花花姐姐聪明又机灵 那是人家有个好爹好娘 爹不如三叔有出息 你也不如三叔 温柔漂亮 你们自己都比不过别人 为什么要求我比别人强 你冲天嫌弃我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三叔却天天夸花花姐姐 不打她 不骂她 做了错事 也是耐心给她讲道理 我可羡慕了 可我也没拿你和三婶比啊 不如花花姐姐 我有什么法子 这是随根了 鸾姐的话又急又快 说完 她跳下床赤着脚就往外跑 丫鬟焦急地追在后面 姑娘 苏氏反应过来 整个人都震惊了 又气又急还担心 快 快把她追回来 她捂着胸口跌坐在床上 我这是生了个什么讨债的 她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慧姐和花花的确在闹别扭 确切地说 一开始的时候 是慧姐单方面的闹别扭 慧姐大了 知道过继是什么意思 再加上娘心情总不好 她又偷听到身边丫鬟说话 知道爹娘想过继 三叔家的壮壮弟弟当儿子 而三叔和三婶却拒绝了 慧姐十二了 她很清楚 爹娘有儿子和没有儿子 差别是很大的 她没兄弟 将来在夫家受了委屈 谁累给她撑腰啊 三叔和爹明明是亲兄弟 三叔明明有两个儿子 为什么就不能过继一个给爹呢 慧姐很不高兴 不敢埋怨三叔 就迁怒到了花花的身上 在学堂不跟她说话 不理睬她 单方面地孤立她 花花一开始 莫名其妙地 还关心地问她怎么了 是不是心情不好 慧姐狠狠地瞪她一眼 拉着卵姐扬肠而去 后来还是她身边的山楂 打听出了原因 花花耸耸肩 你不理我就拉倒 我还不热脸 天天冷屁股呢 孤立什么呢 喜欢跟她玩的人 多了去了 就是有些感慨 娘说过 人心是复杂的 果然如此啊 慧姐姐以前带她多好啊 关心她照顾她 还给她送礼物呢 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模样 这一涉及到各自的利益 矛盾就出来了吧 哎呀 她呢 还是找顾怀为玩会吧 不自寻烦恼了 本集晚 我们下期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墙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706集 惠姐不仅自己不理睬花花 还拦着鸾姐 也不许她和花花说话 鸾姐不乐意啊 虽然她和惠姐 一个福利长大的 花花呢 是后来回来的 但花花多会玩啊 性子又开朗大方 鸾姐特别喜欢 跟她一起玩 孩子自己的事 也就罢了 鸾姐她娘 也跟着瞎掺和 告诫她 不能得罪了惠姐 但是还要跟 花花打好关系 这不是为难人吗 别说鸾姐一个孩子了 就是个大人 都做不到左右逢源 更何况鸾姐 还是一个 颇有正直之心的孩子 所以啊 才闹了这么一出 三个小姑娘之间的官司 鱼芝自然也知道 还是花花回来 主动跟她吐槽的 鱼芝听了 一笑而过 谁还没个小的时候啊 为了点小事 你不理我 我不理你 这太正常了 既然她闺女 都没放在心上 她这个做娘的 就更不会管了 写说 文西州跟她祖父 到了雨林卫大营 她的相貌和身板 在一群 飙肥体壮的将士中 特别扎眼 又是生面孔 惹了不少人侧目 军中呢 是一个讲实力的地方 就算大家知道 文西州是 武安侯的亲孙子 但这并不妨碍 他们对她轻面 一个小白脸子 瘦了巴基的 小身板子 单薄的跟纸片似的 那腰有他们大腿粗吗 就这还想从军呢 来杜京混资历的吧 不过 他们这种想法 很快就没有了 为何 因为文西州 以实际行动 扭转了他们 对她的印象呗 武安侯 也是真心想栽培长孙的 进了军营 想要尽快融入进去 自然是要和兵士们一起 武安侯一开始 也没敢把孙子 送去精兵营 而是让她去的普通营 文西州跟着一起训练 一群狼中突然混进一只小羊 还是有后台的小羊 众人自然看她不顺眼了 纷纷想要给她个下马威 不是不知道 一事吓一跳啊 这个弱姬子般的小白脸 武艺怎么这么好 本想一招就把她撂倒 结果 却被她撂倒了一大片 这剑术也好 堪称百步穿羊啊 就是身形太单薄了点 对上跟铁塔般的壮汉 比较吃亏 不过 这小子能吃苦 有毅力 还不怕疼 才半个月 就已经跟他们营里 最壮的汉子 护轮拳头了 那拳头打在身上 他们看着都替她疼 可文西州呢 却跟没感觉似的 扎吻下盘 闪躲 进攻 这是个狠人呢 不仅是个狠人 还是个长了 八百个新眼子的狠人 这小白俩 日日找人对练 我靠 那下手是真狠啊 还专挑疼的地方下手 一点都不讲武德 比大营里的兵游子 还要奸话呢 真不愧是读书人呢 短短一个多月 文西州的精神面貌 便有了极大的蜕变 而武安侯呢 则高兴得 连睡觉都能笑醒 谁说老文家 后继无人的 瞧瞧的大孙子 多有本事啊 十四岁的少年举人 入军营才多久 就混到精兵营去了 有孙如此 老怀欣慰呀 所以 这一个多月啊 武安侯做的最多的事 就是炫耀 炫耀他大孙子出现 跟他同僚炫耀 还时不时跑到上方的炫耀 老气人了 要不是看他年纪大了 指不定就被人 联合套马带揍了 年前京中四位 有一个会演 是演习 也是比赛 文西州算入军营时间短 他那身份特别 又有真本事 所以呢 也被挑中了 太子殿下坐在高台之上 身后跟随着文武百官 太子盯着场上 纵马驰骋的小将 眼睛眯了起来 那是 就见那小将 双腿紧紧夹着马肚子 端坐马背上 身形稳如山 一边空马 一边开空射箭 那箭带着破空的声音 不仅射中最高处 铜楼中线的圆孔 还从圆孔中穿了过去 牢牢地定在后面的树干上 足可见这力道有多大了 为了考教将士们的箭术 特意悬挂起了三面铜锣 每一面铜锣的中心都有孔 射中中心方为家 而最下面一面铜锣是最好射的 中间四只 最高处的则是最难 再加上会有太阳光反射黄眼 能射中最下面的铜锣啊 都称得上神剑手了 太子就是军中出身的 见到这么好的剑术 他能不激动吗 旁边有人仔细辨认了一下 回话了 回殿下 那是雨林卫的 太子眉梢一阳 雨林卫今年倒是长进了 四位中雨林卫的实力 一直都是老三 稳定得很 今年在剑术上 倒是先拔了个头筹啊 等到对战的时候 太子又看到了 那个眼熟的身影 在众多又高又壮的将士中 他格外鲜艳 其他人的身形 都能改他两个了 这身板子 未免太单薄了吧 一力降实惠 太子都替他捏了把汗呢 没想到 这个小瘦子 还坚持到了最后 场上还剩六个人 两两对战 他是其中一个 还剩两个人的时候啊 他还在呢 当他把小山市的对手 绊倒骑在身下的时候 太子都惊了 忍不住站了起来 不敢置信 他 他是西州 他什么时候进的军营啊 他认出了文西州 不是 他不是考科举去了吗 听说还中了个戒员呢 怎么又跑雨林卫去了 去雨林卫也就罢了 这小子这般有本事啊 丙殿下 正是犬子 文九孝顿了一下 又等 小孩子不懂事 闹着要去给他祖父 当亲卫 还有这份孝心 臣也不好拦着他 有三个月了 其他的朝臣 你们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呢 是我的耳朵换听了 还是这个世界太玄幻了 那个入了太子殿下 演的小将 是小文尚书的儿子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零七集 因为这段时间啊 京中纷纷扰扰 大事小事接连不断 再加上文西州本就低调 也不爱出来应酬 他去与林卫的事情 硬是没人知道 朝臣和太子是一样的想法 他不明白 文家小子 不是走科举入室的路子吗 怎么就跑军中去了 去军中也就罢了 他也太有出息了吧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同样都有儿子 为什么他们的儿子 跟别人的儿子 他不一样呢 人家的那叫儿子 他们家那叫什么 什么玩意儿啊 脸疼 胸口疼啊 这父子关系 还能处下去吗 若文西州 没有在这次四位会眼上 大出风头 其他人即便知道 他进了雨林卫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羡慕极度恨呢 说不定还会笑话呢 笑话他好好的科举之路不走 反倒弃笔从容 笑话文九霄 这个当爹的心里没成算 怎么能这样灌孩子呢 当然 现在也是有人在心里笑话的 就算在会眼上 大出风头又如何呀 哪怕做到了将军 也不如文臣得天子心中啊 这一家子可太令不清了 大部分的人还是酸的 酸文九霄 有个这么有出息的好儿子 平王一回到府里 就去了王妃的院子 平王妃老眼就听到她的笑声了 很是意外 今儿出门还不大高兴呢 回来却这样高兴 这是遇到喜事了 朕跟丫鬟面面相去呢 平王满面春风地进来了 王妃 知道我今儿看到谁了吗 都不等平王妃回答 她自己就揭晓了答案 咱未来的女婿 想起教场上 未来女婿矫健的身姿 平王的声音 都凭欠了几分激动 那小子呀 可真是有出息啊 剑术拔他头筹也就罢了 武艺也是一等一的好 连太子都夸他 满京城再也找不出 比他更有出息的年轻人了 怎么样 本王眼光好吧 虽然他的话说得不太清楚 但多年的夫妻默契啊 平王妃还是听懂了 不由惊讶 王爷您说的 是小文尚书的长子 不是说他特别会念书吗 什么时候从武了 不冲突不冲突 还不许我女婿文武双全吗 他爹小文尚书 就是文武双全 我瞧着他似乎 比他爹还要出色 这叫什么 这叫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平王兴奋得不得了啊 能文能武 真不愧是本王看中的人 笑着笑着 突然笑声戛然而止 平王眉心紧皱 哎呀 女婿这有出息了 这不是更招人眼了吗 要是有人 且本王的胡怎么办呢 不行 本王得把人手紧一些 他早就看好的女婿人选 可不能被别人抢去 这可关系到 他闺女一生的幸福呢 他急匆匆地走了 连招呼都忘了跟平王妃打 平王妃倒不在意这个 他就是觉得 他们家王爷有些魔状了 想了想 他吩咐身边的丫鬟 找个人打听打听 今天是怎么回事 是 奴婢这就去 把闺女许配个独树人 他能接受 小文尚书的长子 也的确优秀 可他若改走武将的路子了 不上战场吧 升不上去 上战场了吧 那他闺女以后 岂不是要守活寡 要是也可能就直接守寡了呢 不行不行 他可舍不得闺女 吃苦受罪呀 可是 这府里 王爷说了算 王爷要这般看中那个人 唉 平王妃一会儿发愁 一会儿不安 纠结极了 整个年 京中的话题围绕的都是文西州 即便他不在京里 京里也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玩侯府上上下下都透着喜气洋洋 有些老人甚至激动的热泪盈眶 侯府后继有人呐 大少爷很有老侯爷的风范 说不定侯府能再现老侯爷 再世时的荣光呢 我有大方的气氛 有些不对劲 文成宗铁青着脸 不可能 此事休要再提 快些将你那只儿子女送回去 秦玉霜从未见文成宗这般动怒 有些被吓着了 爷 您听千山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 把人送回去 文成宗定定地望着秦玉霜 心里是又气又急的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妻子会动这样的念头啊 这简直 简直 唉 这玉霜糊涂了呀 自从上回大房 想过击撞撞未成功之后 秦玉霜的心里 就有了别的想法 他想 反正都是过季 三房不同意 那还不如从娘家 过几个聪明的侄子 跟他有血缘关系 将来肯定会孝顺他 他倒也没啥地 直接说出来 而是想要迂回地 扮成此事 他借口府里太冷清 接了娘家的侄子 侄女过来小住 是的 为了不令人生疑 他不光接了侄子 还接了侄女 还一口气接了三个侄子 都是八岁以下的 还都是嫡出的 他不得挑挑吗 这样 别人都会以为 他是想念娘家侄子侄女了 谁会往过季上头想啊 至少文成宗 就没往这上头想 还觉得这些年委屈他了 让他多留孩子们些日子 要好陪他说说话 秦一双的心思 是怎么抱出来的呢 都是秦家的孩子不争气啊 自己争吵说出来的 恰好被文成宗听到了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墙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像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零八集 秦玉双好几个兄弟呢 虽然他想过继侄子的心思 只跟他娘提起过 可耐不住他娘偏心儿子啊 这不 兄弟该知道的就都知道了 若自己的儿子能被过继 将来是要继承完侯府的 财帛都动人心了 何况侯爵 秦玉双的几个兄弟 不仅吩咐儿子 要好好讨姑姑欢心 还叮嘱陪着一起去的女儿 帮着弟弟 为了各自的利益 你对我冷嘲 我对你热讽 都不是多大的孩子 争吵的时候 就说吐了嘴了 文成宗这才知道 妻子的心思 震惊无比 看着他的眼神 像看陌生人似的 过几个外星人 他可真敢想啊 别说爹娘不能同意了 这族里就不能同意 就是他也不能同意啊 老文家的家业 凭什么落在外人手里啊 他没有儿子 已经愧对祖宗了 再把家业给弄丢了 他岂不成了文家的罪人 爷 您就不能为妾神想想吗 这不是三弟不同意吗 您也不想过记族里的孩子 妾神嫁给您二十多年 对 还有惠景 若是过记我兄弟的儿子 那是惠景的亲表弟 他将来出嫁 妾神也就不担心 他无人撑腰了 爷 你 秦玉双哀求 不可能 文成宗冷然拒绝 我宁愿过记族里的孩子 也绝不会过记你兄弟家的孩子 族里的孩子至少姓文呢 这秦家的孩子算什么呀 秦玉双脸一白 整个人跌倒在地上 他想到了夫君不会同意 但他没想到 他的态度会这般坚决 他以为他软语相求 他看在他嫁与他这么多年 辛苦服侍他的份上 会同意的 他还是高估了自己呀 文成宗看着失魂落魄的妻子 某种闪过不忍 想扶他起来 拳头紧了紧 到底没有伸手 他没想到 妻子会生出这样的妄念 他不能让他抱有任何希望 想到这儿 他映下了心肠 快打消这个愚蠢的念头吧 给你一天时间 明天 我不想在府里看到他们任何一个人 他们 指的自然是秦玉双那几个侄子和侄女了 文成宗一甩袖子离开了 毒瘤秦玉双跌坐在地上 丫鬟早就被打发下去 他们听到世子爷在屋里怒吼 又看到世子爷沉着脸出来 此刻没有主的召唤 他们一个都没敢进屋 躲在屋外的惠姐 手中帕子都被她揪皱了 之前爹娘在屋里争吵的时候 她担心得不得了 现在爹走了 她才敢出来 娘 惠姐看到娘爹坐在地上 大吃了一惊 飞快地跑了过去 娘 您怎么了 您没事吧 她使劲去拽她的胳膊 没拽动 连忙吩咐丫鬟 快把我娘扶起来 两个丫鬟齐力地 把秦玉霜扶了起来 见她两眼发直 整个人跟失了魂似的 惠姐吓坏了 娘 您到底怎么了 她的声音带着哽咽 秦玉霜这才回过神来 看到女儿惶恐又担心地望着自己 心下不由一酸 我可怜的惠姐 她抱着女儿痛哭失声 惠姐却身子一僵 可怜 娘什么意思啊 她怎么就可怜了 好一会儿 秦玉霜才收声 在丫鬟的伺候之下重新洗了脸 她的情绪稳定 惠姐才放心地围进她怀里 娘 您和爹吵架了 秦玉霜一震 她摸了摸女儿 盈白的小脸 挤出了一抹微笑 没有 就是商量点事情 娘有些失态 吓着你了 惠姐点点头 又摇摇头 没有 她吹下头 声音闷闷的 心底有些失望 其实她在外团都听到了 请一双安慰女儿 惠姐 别担心 娘不会跟爹吵架的 爹和娘就你一个闺女 不会亏待你的 将来娘 一定给你挑一个好夫家 谁也不能看清你 谁也不能越过你去 娘 惠姐往她娘怀里 背得更紧了 她知道娘最疼她了 可是 最终 她鼓起勇气开口 娘 您是想过去 舅舅家的表弟吗 其实 她结结巴巴 有些说不下去了 其实什么 秦玉霜扶着女儿的后背 其实 其实女儿也不赞同您的做法 惠姐终于把这句话给说出来了 她眼神游离着 不敢看她娘 秦玉霜嘴边的笑消失了 你听到我和你爹的争吵了 肯定 而不是疑问 嗯 惠姐轻声道 依旧没有抬头 为什么 秦玉霜的声音很轻 有些飘忽 跟平时的她很不一样 惠姐却丝毫没有察觉 她道 娘 吴安侯府 姓文 表弟姓秦 你表弟过季来了 就会改姓文 那不一样 惠姐脱口而出 怎么不一样了 惠姐到底还不够大 前一世里她知道娘的想法是不对的 但要说哪儿不一样 她还真就说不出来 随道 反正就是不一样 娘 你别跟爹吵架 爹身体不好 不能生气 更不要因为舅舅们家的事情 跟爹之气 您帮舅舅他们 已经够多的了 夫子说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何况您的想法 就算爹同意了 祖父和祖母 也不能同意呀 惠姐长大了 秦玉霜的声音 依旧那般温柔 心里却发寒 连惠姐都觉得她错了 她可全是为了她呀 可到底是自己唯一的女儿 她还是心软 好 娘听惠姐的 不跟你爹吵 娘真好 惠姐欢喜地把头埋进娘的怀里 而秦玉霜 这天怎么这么冷呢 屋里没烧碳盆吗 她浑身上下 为什么这么凉呢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零九集 于知看着贺小蝶就叹气 哎 贺小蝶 你就坐吧你 离过年还有两个月的时候 她就开始撵她了 一直到现在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贺小蝶依然在经历 现在是走不了了 几天的时间 可到不了山云县呢 总不能让她 在半路上过年吧 贺小蝶呢 一点都不当回事 她可能会 都习惯了于知在她耳边念经了 念得轻了 她就当没听见 念得重了 她就躲开 腿上她身上 她自己说了算 哦 我想陪你 过个年 那我可真谢谢你 于知嘴角一抽 真难为她了 还找个理由来敷衍她 不过这理由可 可真敷衍啊 于知很是无奈 别人家呢 都是女大不中流 女生外向 胳膊肘子往外拐 她家这个倒好 孩子都生了 成天想着回娘家 一待几个月都不走 哎呀 连她都觉得 对不起她那夫婿呀 怎么才能让贺小蝶 安心地在夫家待着呢 正愁着呢 花花和隔壁的顾怀围 一起过来了 花花走在前头 她的个头又长高了 经过魏莫莫的教导 礼仪有了很大的进步 她穿着一身红色衣裳 映着身后房屋上的白雪 一步一步走过来 优雅好看的 像是一幅画样 顾怀跟她搓个半个身子 比她稍矮些 也是极有教养的小公子模样 就是脸上那表情啊 怎么跟快哭似的 花花是欺负人家了 疑惑之间 两人就到了跟前 顾怀怀低垂着头 余婶婶 对 对不起 我 我不小心把花花的衣裳 给扯破了 嗯 这是闹哪出啊 与之疑惑地看向闺女 花花忍不住眼睛上翻 一副特别无语的模样 就是跟她玩呢 她不小心抱了我一下 我的衣裳挂到桌角了 才扯破的 就她那儿两立起 上哪儿扯动布料去 我都说了不怪她 她怕您骂我 非要跟过来 真的是 多事 一边抱怨 一边把扯破的口子 给她娘看 原来就这点事啊 余芝看向顾怀围 好了好了 不过是件衣裳 破了就破了呗 没什么要紧的 见她还是一脸忐忑 余芝笑着安慰她 怀哥放心 我不会骂花花的 你们一块玩去吧 嗯 谢谢余婶婶 顾怀围这才放了心 花花在一旁直撇嘴 看吧 就是我娘不会骂我的吧 你还不放心 我娘好着呢 人美心善 温柔慈爱 余芝被逗笑了 贫嘴 娘 那我带顾怀围 去我院子玩了 去吧 两个小的悄悄对视了一眼 燕迪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激动 一直到花花把丫鬟打翻下去 两人才一起松了口气 啊 哎呀 吓死我了 顾怀围拍着胸口 花花 刚才我可紧张了 生怕说错了话 你看 我手心都是汗 花花最见不得她胆小的样子了 嗯 这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 我跟你说 你大大方方的 什么事都没有 越是紧张心虚 才越会露出破绽 顾怀围最幸福她了 捕住点头 花花你说的对 以后我都听你的 花花看了她一眼 对这个小弟的实趣啊 表示很满意 不枉她罩着她 原来花花的衣裳啊 根本就不是两人玩闹扯破的 而是她跟李明灿打架扯破的 别看李明灿是个小胖子 却不是花花的对手 花花人狠话也多 总之啊 小胖子是没在花花手上 讨到好处 花花呢 乱了的头发可以重梳 身上的印子 也被衣裳遮住了 可被小胖子扯破的衣裳 却没法遮掩 若是被娘发现 她在外头跟别人打架 这么冷的天 她可不想再被挂树上 一开始的时候 花花是想 让顾怀身边的丫鬟帮忙缝补 有那手艺好的 能缝得看不出一丝痕迹 然后她却发现 顾怀卫身边伺候的丫鬟没了 碧桃姐姐呢 花花记得 顾怀卫院子里 有两个大丫鬟管着呢 其中碧桃姐姐的针线活 特别好 调别处当斋去了 为什么 她犯错了 花花特别意外 那个碧桃姐姐挺稳重的呀 你不是说我是男娃 不能长于妇人之手吗 顾怀卫的神情中透着些许委屈 一副你才说过的话就忘了的模样 花花一震 所以你身边伺候的 全换成我小丝了 顾怀卫点头 嘴角微翘 看着花花的眼神透着期待 花花哪留意到顾怀卫的小心思 整个人没有形象地往椅子上一倒 可是 谁帮我封布衣裳啊 顾怀卫也傻眼了 要不 我把碧桃姐姐喊过来 她现在在我娘院子里当差 花花瞪她一眼 你这是要让全天下都知道我跟人打架了 不不 我没有 我不是 顾怀卫着急得连连白烧 花花 我没想要告诉别人 要不 要不我帮你缝吧 你缝 你会吗 不会 应该不难吧 她见过碧桃姐姐做针线活 感觉挺容易的 花花你放心 我学一学就会了 啊 可别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一十集 花花又送她一个白眼 一个男娃子 不会打架 爱哭 已经不像样子了 再去学针线活 嗯 反正这锅她不背啊 就知道不能主要你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你过来 我跟你说啊 花花一边嫌弃 一边招手让她过来 凑她耳边叽叽咕咕说了起来 听到了吗 能记住吗 一会儿见了我娘 就这么说 你要是赶掉链子 再也不跟你玩了 把顾怀为吓得呀 连连保证 我能 我能做到的 别看她嘴上应急 其实 打进了平北侯府 她的腿就是软的 不过想到花花的威胁 硬是逼着自己 镇定了下来 这才有了之前那一出 两个小的联手作戏 哄骗于枝 居然还哄骗成功了 这两个人 能不激动开心吗 不过 他们开心的 有些早了 因为第二天这事 就被揭穿了 花花换下那件衣裳 被贺小蝶看着了 这可是打架的祖宗 办桌脚上 还是打架扯的 别人分辨不出来 这贺小蝶还能认不出啊 贺小蝶知道了 不就等于于枝知道了吗 她看着衣裳上 扯破的口子 昨儿没上心 就随便瞥了一眼 今日仔细这么一端详 确实是被人扯坏的 不由冷笑了一声 去 茶茶小丫头 又在外面惹了什么祸 胆肥了 居然敢糊弄老娘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很快就被调查清楚了 于枝知道 花花又跟人打架 且对方回到家里 并未告状 哼了个哼 算她有长进 看在过年的份上 看在没被家长 找上门的份上 就暂且先饶过她吧 给她寄上 攒够了下回一起罚 花花还高兴 自己成功骗过娘呢 殊不知 她娘啊 都给她寄在小本上了 以后 这大约又是一个 忧伤的故事 衙门已经封闭了 连宫里都忙着要过年 却连雨林卫大营的 文西州啊 自然也回京了 她也是有几个好友 要交际走动的 然后陆生就发现 她家大少爷 每次出门 都会偶遇到 年轻的姑娘 以前吧 那些姑娘 是朝少爷 丢个帕子 香囊什么的 现在 都有姑娘骑着马 往少爷身上撞了 以前还只是 文臣家的姑娘 现在 连武将家的姑娘 都出动了 少爷都成 唐僧肉了 各路女要紧 都想啃一口啊 郡主 郡主 她呀 是礼不张 侍郎家的庶女 可真够不要脸的 一个庶女 居然敢肖想 文世子 也不怕风大 闪了腰啊 郡主 她是徐将军的 敌出次女 好歹她爹 也是四品将军嘛 你瞧瞧她 居然搔手弄姿的 想往文世子 身上扑 幸亏文世子 身手敏捷躲开了 要不然就被她 坏了名声了 可恨 她还不死心 还去拦文世子 文世子那一脚 踢得可真好 我就说嘛 文世子 果然是个拎得轻的 那些成天嚷嚷着 连向西域的 臭男人最讨厌了 天 郡主 你快看 那是不是 将十月 她 她拦着文世子干什么 她不是有未婚夫吗 狗屁的静中明珠 奴婢就说嘛 她假模假样 您还不信 这下总该信了吧 郡主 那文世子 不会被她骗了吧 银梁不起眼的马车 车帘被掀开一条缝 车里主仆两个 正巴着缝往外看呢 身寸葱绿衣上的丫鬟 愤愤不平 小嘴巴巴地就没闲过 另一位 平王之女 兼家郡主的心情 可就复杂多了 自从偷定到 父王和母妃话之后啊 她明知道 父王形势不靠谱 但她仍是忍不住 对父王口中的家序 生出了好奇心思 明知道自己的行为 是不合规矩的 兼家郡主 还是带着丫鬟 悄悄地 来偷看她 父王口中的家序了 这一看 兼家郡主的小眉头 就皱了起来 这人相貌是真出众啊 可未免太受欢迎了吧 她跟了她这一路 看到好几个 对她别有用心的姑娘了 其中还有她认识的呢 男人太会招风引蝶 身为她的妻子 将来这日子能好过吗 可父王呢 又破位看中她 她也挺喜欢她俊脸的 一时间 兼家郡主很是纠结 算了 回府吧 反正八字还没一撇呢 要烦恼 也是父王母妃先烦恼 兼家郡主的小动作 如何能瞒得了她爹啊 她一回到王府 她爹就来了 兴冲冲地问她 书和 父王的眼光不错吧 兼家郡主一听这话 就知道 她去偷干文世子的事 被她知道了 不由脸上一热 不过 她是府里唯一的嫡女 向来受宠 人也大方 便道 好是好 就是太招人眼了 父王 您是不知道 我跟了她一路 仨姑娘跟她偶遇到 岂说 她忍不住吐槽起来 平王微微一笑 心想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可太知道了 这经有多少姑娘 偶遇过文世子 我全都知道 招人眼怎么了 招人眼不好吗 闺女 父王告诉你 这世上 无论是人还是物 被人争抢的才是好的 争抢的人越多 才越显贵重 别人眼又不瞎 文世子 那么出众的人才 看不见吗 闺女 你打小 父王是怎么叫你的 平王看向闺女 尖家郡主 眨了眨眼睛 遇到好的 全扒了到自己碗里 对 就是这么个道理 平王赞许地点头 哎呀 你这 慢慢长大了 早晚都要嫁人 你夏卯和性子 最像父王了 所以父王最疼你 你的婚事 父王自然要挑最好的 父王真好 谢谢父王 尖家郡主十分感动 但还是犹豫 父王 文世子他 画财开了个头 就被平王打断了 家儿 父王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别看京城这么多姑娘 心仪文世子 但文世子对他们 却不加瓷色 洁身自爱 何止是不加瓷色呀 简直是必如蛇蝎呀 而且据父王所知啊 他家教甚严 他父亲小文尚书 只有一位夫人 后院非常干净 子类父 文世子将来 是有八九 是不会纳妾的 真的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一十一集 奸家郡主十分惊讶 她的生活圈子里 谁家后院不是一群女人吗 父王和母妃的感情算好的了 父王都还有好几个妾室呢 文世子将来若真的不纳妾 心动啊 只凭这一点 奸家郡主就十分地心动 自然是真的了 你是父王的亲鬼 父王怎么能坑你 怎么样啊 家儿 父王给你挑的夫婿好吧 平王洋洋得意 奸家郡主艳练口水 点头 好是真好 可是 父王 你也说了 别人眼也不瞎 咱知道他好 别人也知道他好 咱争得过其他人吗 奸家看着他父王 很是担忧啊 父王虽然是王爷 但一向不大靠谱 啊不 是随心所欲 这手中呢 也没有什么实权 黄祖父也不大待见他们一家子 能竞争过别人吗 怎么不能 什么事总得讲个先来后道吧 那小子一回惊 我就瞧中他了 我先瞧上他 谁敢跟我抢 平王脸一沉 很是不高兴 谁敢抢 我全部给他搅和黄 闺女 放心 父王盯着呢 这桩婚事 谁也抢不去 父王 奸家郡主动容 父王对他太好了 闺女如墨的眼神 让平王十分受用 他背着手 在屋里夺着布 父王能问你做的都做了 家儿 你要多上心呢 奸家郡主不解 他怎么上心啊 平王看出闺女的困惑 指点他道 闻世子是长子 将来是要继承爵位的 你嫁过去 就是宗父 宗父可不好当啊 什么李家呀 人情往来呀 你都要跟着你母妃 好好学学 他又是个文武双全的 投其所后 你除了读书 骑射武艺 也要学一学 还有他的家人 除了父母 还有一弟一妹 年纪都不大 父王让你留意着 他母亲若是去谁家做客 让你母妃也领你去 慢慢地接触 要是能给母亲 留下个好印象 就更好了 别的父亲呢 可不会让女儿去习武 可平王却一点都不迂腐 为了拿下这个好女婿 别说是习武了 就是学再多的技能 他都觉得值得 又不指望闺女练得多好 将来能跟女婿 有话说就行了呗 父王是个不大靠谱的 这母妃呢 也不是个精明强势的 哥哥吧 姿势也一般般 所以这就造就了 建家郡主 懂事和能干 在九岁的时候 就能帮着母妃管理王府了 所以家里人情往来什么的 对他来说是真心不难 他呢 也很喜欢读书 唯独骑射和武艺 没有学过 他想起自己偷看到的 那个朗玉一般的少年 为了文世子 骑射武艺 也不是不能学 文西周压根就不知道 有人这般惦记他 他很烦 陆胜 回头查查 你说他出个门 怎么会遇到这么些人呢 要不是实在没办法 他真不想出府 之前明明还不是这样的呀 怎么短短十日之内 京城的姑娘都变得 这么胆大奔放了 他现在呢 就盼着快点过完年 他要回大营朵清静去 陆生也以为 是府里泄露了少爷的行程 没想到却冤枉了他们 府里的奴仆啊 那嘴巴可严实着呢 是府外多了些 探头探脑的人 陆生抓住一审 好家伙 这个是张家的 那个是李家的 跑掉的那个是王家的 全盯着他们家少爷呢 少爷真成了糖僧肉啊 知道好大人行情这么好 无良的老母亲 很不厚道地笑了 儿子啊 乖 跟娘说说 都是哪些人家的姑娘 怎么跟你表白的 送情诗了没有 帕子 香囊 我听说还有送你匕首的 对上娘亲含笑的毛子 好大儿能怎么办呢 我有嘴角抽搐慎嘲 哎呀 年轻真好啊 于知看着小白羊 一般生机勃勃的儿子 忍不住感慨起来 他活了三辈子了 也没像儿子这样 被这么多异性追求过呢 上上辈子 他情窦初开的时候啊 正在读高中 家里管得盐 学校管得也盐 不过他长得漂亮 成绩也好 也曾收过男生的情书 不过他那时候呢 一心只想着学习 情书看都没看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上辈子在修真界 他太懒 忙着摆烂 师兄弟们太卷了 忙着练剑 别看青云宗帅哥哥 俊弟弟那么多 于知都没有发展出 一段甜甜的恋爱来 这辈子他更宅了 前前后后 也就一个文九霄 像儿子这样 被众多异性心仪 追逐的待遇 他是没有机会享受了 哦不 当初他在山云县的时候 也是有好多小姑娘 朝他抛手帕香囊的 于知摸了摸自己的脸 喊橘子 去 把镜子给我拿过来 他照着镜子 这张脸呢 其实还挺年轻的 收拾收拾啊 应该还能吸引小姑娘的哈 刚好 清风来秉试 多了一句嘴 少爷这是随了三爷 三爷年轻的时候 也这么受小姑娘欢迎呢 于知抬眸 哦 他一出门 也有这么多姑娘 跟他偶遇啊 他初见她的时候 他已经冷得跟冰一样了 是真想象不出来那样的画面呢 清风点点头 又摇摇头 呃 三爷刚中状元那会儿是 他去书铺买书 都能遇到好几位姑娘了 三爷不是你其烦 后来出门就改骑马了 再后来 随着三爷审的案子越来越多 就没有姑娘敢上前了 他说的含糊 其实那个时候啊 三爷的脾气一点都不好 那些姑娘送帕子也好 送香囊也罢 他从来都没有接过 借故跟他说话的 陪不理 就冷冷地看着你 清风都替那些姑娘尴尬呀 后来 三爷进了大理寺 在刑讯房里待久了 一身骇人煞气 男人都怕他 哪个姑娘还敢往他跟前凑啊 于是点头 嗯 他那脸呢 的确是不如周周随和 看了看儿子 看比上上辈子 顶留小鲜肉的脸 十分骄傲 太帅了 真不愧是我生的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一十二级 到底是亲儿子 余芝还是很关心他的 要不 你下回出府 从后门走 或者 让贺小蝶给你赶车 再忍忍吧 过完年啊 你就会大赢了 就没有这些糟心事了 也没更好的办法了 文西周点点头 打定主意 不再出门了 反正该拜访的人 都拜访了 该办的事呢 也都办了 这是余芝一家 回京之后啊 过的第一个年 也是花花壮壮 在京里过的第一个年 虽然说分府居住 可到底还没有 正式分家呢 过年还是要在一起的 反正就是一起 吃个家宴 平时初一十五的时候 也没聚 无非就是过年这一顿 更加丰盛罢了 再就是祭祖了 这是男人的事 女儿连祠堂都进不了 在外院拜一下 轻松着呢 可唯一不好的 是余芝要进宫 参加宫宴的事 不是谁都有资格 参加宫宴的 得看品级够不够 文九霄和余芝 自然是够的 别府的女眷呢 都以能去宫宴为荣 余芝却一点都不想去 皇宫那地方 简直是事故的多发地啊 而且吧 余芝跟那地方 多多少少是有些犯冲的 她不爱去 八年前那回她就没去 可现在却不得不去了 她是平北侯夫人 是户部尚书的夫人 还是皇上清风的县主 且她和文九霄呢 又独立开府了 一府主母 她不去 还不知别人会怎么编排她呢 八成又该说 她成皇脸婆 失宠了呗 余芝虽不在意 可人在江湖 还是要讲究一点的 嗯 好吧 为了她家小文上述的名声 为了她家三个孩子将来好婚嫁 她还是勉为其难地去一下吧 余芝是跟着她婆婆一起进宫的 今年她大嫂秦宇双没来 官方理由是身体不适 至于真正原因是什么 余芝并欢心 啊 今年二嫂苏氏啊 依然很羡慕嫉妒恨 余芝挽着婆婆的胳膊 神情恭敬 宛如一对好婆媳 余芝已经打定主意了 今晚啊 她就跟着婆婆 哪儿也不去 就连要更衣都得找婆婆一起 今年女眷这边 是由太子妃出面主持的 本来是该皇后的 这不 她爹坏事了吗 其实她爹不坏事 她有好多年 没在公宴上露面了 这宫里的女人呢 就算贵为皇后 又怎么样呢 儿子没了 娘家没了 一个人在这深宫里 见傲罢了 什么时候熬干了 也就解脱了 余芝跟随众人 一起参拜太子妃 她望着高台上 身穿巢服的太子妃 评说啊 还真有气势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手握拳柄 都是那么耀眼夺目 气场巴掌 正当余芝胡思乱想的时候 眼神一下子 跟太子妃对着了 余芝一正 几个意思 太子妃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姐妹儿 你想我 让我去陪你 余芝有些猛圈 她没有领会错 她的好闺蜜 是这个意思吧 余芝也挺想太子妃的 也喜欢跟她一起 聊聊八卦什么的 可这时间地点 她不对呀 姐妹儿 这一神宫大院的 咱真不敢乱走啊 余芝回了太子妃 一个可怜兮兮的 怂怂的眼神 太子妃面上不动声色 威严的眸子中 却飞快地 闪过了一丝笑意 对她这行为啊 真是好气又好笑 若没有十足的把握 她会轻易喊她吗 这段日子不仅太子忙 她也没闲着 自然也不是白忙的 这个后宫里 除了皇后 和几位高品公妃的宫殿 她插不进手去 剩下的 都在她的掌控之下了 余芝躲在婆婆身边 装壁画呢 有人跟她打招呼 跟人寒暄 没人理她的时候呢 她就专心干饭 宫宴嘛 听着高大上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宫里的御厨 做出来的菜 自然是好的 但这么些菜 要从御膳房 送到设宴的宫殿来 又是大冬天的 等摆到桌案上 早就没有一点热乎气了 这味道再好 也会大打折扣的 好在大家 也不是奔着吃东西来的 不 那余芝是例外 她就是来吃的 她认识的人不多 大部分的都还是面熟 能教出身份罢了 也就跟静安侯夫人比较熟 可俩人作为离得挺远 这说话也不是很方便 除了吃 她能做什么呀 总不能发呆吧 幸好 还是有几道菜能吃的 要不然 余芝都要对宫殿 有心理应用了 宫殿很大 烧着地龙 暖意融融的 女眷来了不少 虽然余芝非常低调 但落在她身上的目光 却是最多的 无她 在一众年纪颇大的女眷中 余芝太鲜艳了 余芝的貌美 这是公认的 有一些以前 没见过余芝的夫人 老夫人们 都知道小文尚书 娶了个角色 今儿宫殿上一瞧 哇 果然名不虚传 店内这么些人 包括各位娘娘 就属之于知了 女人美成这样 别说是男人了 就是他们这些 女人也喜欢 难怪 能入了小文尚书的法眼 听说这一宠十几年 现在平北侯府的后院 还只有她一个呢 茂美也就罢了 她还特别年轻 要了年龄吧 她也三十多了 可看上去 就二十出头的样子 脸嫩的 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眼角连一点皱纹都没有 更可气的是 人家的眼神是清澈的 哪像他们 一个个都成死于眼珠子了 头上那红宝石 都能要花人眼 她坐在那 美得如一幅画 谁不想多看几眼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一十三集 大臣那边 自然有太子主持了 宫宴嘛 大宴群臣 以示恩宠 这么重要的时刻 按理说 皇上是该露露面了 哪怕露露面就离开 也能让群臣 目与圣恩不慎 太子本来就是这样打算的 父皇卧兵不起了 他准备让人 抬着他出席宫宴 略坐一坐就离去 让大臣们都给父皇 祈福敬酒 也安一安群臣的心嘛 可是 后来出了 私采金矿的事 太子查到了些东西 这心里恼火 干脆啊 就不让他父皇出来了 太医都说了 父皇需要敬养 宫宴上乱糟糟的 父皇那身体 出点事怎么办呢 龙体为重嘛 还是墨要出来的好 安心的在寝殿养着吧 所以啊 大臣这边 是太子殿下一个人 接受群臣的朝拜和敬酒 余之盼啊 盼 盼着宫宴早点结束 他好回家睡觉 什么守岁啊 什么放抱住啊 那都不重要了 这年纪上来了 该注重养生的 睡眠不足 可不利长寿啊 宫宴太无聊 再加上烧了地龙 做久了 总有种头昏脑胀的感觉 余之是忍啊忍 最后还是没忍住 母亲 儿媳出去透透气 这自然是委婉的说法 侯夫人点点头 看了他一眼 去吧 快去快回 别走远 余之乖巧地硬了 悄悄地出了大殿 外头比殿内冷多了 余之紧了紧身上的披风 他虽然答应了侯夫人 但也不想很快就回去 仇人的是啊 他对宫里不熟悉 也不敢乱走 要是碰上点糟心事 这大过年的多不好啊 大红的灯笼 在风里起舞 柔和的光韵 驱散了夜的漆黑和寒冷 余之随意走了走 就停住了 他招来后置的小宫女 询问了一番 又往前走了一会儿 左右看了看 见四下无人 余之搜地一下 并上了屋顶 视野开阔 还不用担心走错地方 也不用担心 遇到什么不喜欢的人 简直是个羞气的风水宝地啊 小丽现在呢 已经有空间了 余之随手顺出了个小马扎 她就坐了上去 今晚的星星 可真大真亮啊 余之拖着下巴仰望着 突然 她好似听到 有人提她的名字 不由地一惊 秉息宁神仔细地听 嘿 这说的还真是的 母妃 小丽上书的夫人 真年轻貌美 她脸上 一点瑕疵都没有 也不知道 是用了谁家的 胭脂水粉 保养得太好了 这个声音清脆中 透着稚嫩 母妃 这是位公妃 还是王妃 还是郡王妃啊 说是前者 与之飞快的响宫里 有几位尚未出格的公主 说是后者 皇室中王爷和郡主 也不少 是哪家呢 佳儿 你就只看到了 她年轻貌美吗 诶 这个声音耳熟啊 母妃 她为人也好 和蔼可亲 说话声音 轻轻柔柔的 还夸我好看 一看就是好相处的人 女孩的声音里 透着兴奋 余知 之前好几位夫人邪女 跟她打过招呼 她夸了三个姑娘好看呢 是哪个呀 母妃 母妃 小文夫人 脾气那么好 文西州 肯定随她娘 母妃 父王的眼光真好 就冲着这么个好婆婆 我也一定要嫁给文西州 于之 哟 她好大儿的养牧者 我去 吃瓜吃到自个儿身上了 哦 她想起来了 这不是平王妃和她闺女吗 这信息量可有些大呀 不行她得缓一缓 她得理一理 于之青青派 派碰碰跳的小心肝 她知道她的好大儿 很受姑娘的欢迎啊 可连平王府的小郡主 都想嫁给她 还是她爹平王先看中的 这就有点离谱了吧 不是 平王 是她认识的那个平王吗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疯狂 人祸若惯 突然变态的平对对 专门喷爹的坑爹王爷 她一个大龄皇家中二 怎么和她儿子有了牵扯呢 不就好大儿重举那天 见过一回吗 这就成忘年交了 于之是怎么想也不明白 她压根就不知道 平王打伤她儿子主意的时候 两人还不认识呢 算了 想不明白啊 就不想了 回头问问好大儿就知道了 底下那个兴奋的小姑娘 还在说话呢 母妃 等出了中月 咱们府上 许说也好不好 请小文夫人来做客 母妃 您说她喜欢什么菜色 要不要提前打听 我学一学 母妃 母妃 我那天 穿什么颜色的衣裳好呢 还有 她会不会 醒我话多 平王妃看着平日挺稳重的闺女 跟着喳喳叫得喜鹊似的 很是无奈 佳儿 回去再说 隔墙有耳 这里又是皇宫 不是自己的地盘 总是不能放心的 虽然他们压低了声音 可谁知道暗处 有没有藏着人呢 这些话要是落在别人耳中 也是个麻烦 于是在上头听得嘴角直抽搐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连穿什么颜色的衣裳 都操心起来了 这姑娘不是个扭捏的性子啊 于是想起开宴之前 站在平王妃身边的小姑娘 圆圆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脸也圆圆的 带着婴儿肥 很容易就让人心生好感 她夸她年轻貌美 还夸她和蔼可亲脾气好 不愧是皇家郡主啊 小小年纪就生了一双慧眼 透过表象看出她好婆婆的潜质 太有眼光了 她喜欢 于是就想 这么有眼光的小姑娘 她是不是该送她些胭脂水粉呢 她若是拿不准穿什么颜色的衣裳 她也可以出着主意啊 好似 小姑娘佳佳的皮肤又白 穿红色的衣裳最好看了 等于之胡思乱想结束 下面的母女早就离去了 晃着夜空 于之悠悠地长叹了口气 岁月真是把杀猪刀啊 一晃 她都快娶儿媳妇了 于之不止听到平王府郡主的小秘密 还看到了一对小情侣 挺拔的是位小哥哥和娇小的小宫女 虽然两人一前一后 隔了三丈 看似毫不相干 但凭于之的火眼睛睛 再加上多年吃瓜的经验 这两个人啊 绝对是有暧昧的 果然 没过多久 夜风中就传来一声女子的娇称 于之微笑 爱情这个东西啊 果然 是无法掩饰的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信念多个新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一十四集 于之回到公宴上的时候啊 已经是后半段了 与别人聊天的侯夫人还关心地问他一句 怎么去了那么久 于之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了 太子妃已经离去了 公妃们也走得差不多了 剩下来了几个都是位分特别低的 于是盯着他们盯着盯着 突然就悟了 哦 留下来的这几个是为了改善伙食 公宴上的佳肴虽然滑而不实 但对位分低的公妃来说 已经是难得的好菜了 一个个的都削尖了脑袋往皇宫里钻 幻想着飞上枝头 一步登天 却忘记了就算成功入选留在皇宫里 那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位分高 身受宠爱的公妃还好 分力多 还有家里资助 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像那些没有家事背景 位分低的才人 宝林 才女 分力低的可怜 还会被磕口 想吃到顺口的菜都不行 活得还不如个得脸的宫女太监呢 哪里都有底层的可怜之人呢 公宴结束回到府里 已经过了紫时了 三个孩子居然都没睡 魂吸收带着妹妹和弟弟在放抱着 屁育啪啦 浑身笑语响成了一片 抱竹身中一碎厨 要说于知最讨厌过年的哪一点 这便是了 开开心心的过大年 人却老历岁 也不知是怎么了 初一的早晨 于知没有起来 她病了 额头滚烫 浑身酸疼 头沉喉咙也疼 温九霄吓坏了 立刻就吩咐人请大夫 过年啊 尤其是初一 最忌讳往府里请大夫 温九霄看着 闭着眼睛昏睡的妻子 什么都顾不得了 光是大夫就请了三个 加上府里的就是四个 于知昏昏沉沉的 还能听到大夫说话 什么风邪入体 什么肝火旺盛 说了一大段 于知不大能听得懂 他想 他应该啊是感冒了 他感觉了有人 把他扶起来费药 他想说药真苦 不喝行不行啊 却没有力气说话 那嘴好似被封上了 怎么张都张不开 他听到闻九霄说 请太医 他想 至于吗 不就是个感冒吗 昨夜他出去透气 店内太暖 外面太冷 这一暖一冷 他在外面待的 又有些酒 感冒是难免的 喝几副汤药就好了 怎么就需要请太医了呢 可于知说不出话来 他太累了 好像一层楼压在他身上 眼皮子也重得似有千金 算了 他还是睡会儿 爹 娘为什么还不醒啊 已经是初一的下午了 于知仍然昏睡着 花花趴在床边上 都快急死了 一旁闻西周抱着弟弟 也是一脸焦急 闻九霄冰冷的目光 扫射着几位大夫 本官也很想知道 夫人什么时候能醒 在闻九霄强大的气爽之下 明明是冬天 几位大夫额头上 却浸出了汗珠来 回 回尚书大人 贵夫人身体 并无 大的不妥 从脉象上看 是受了风寒 只是风寒 为何会昏睡不醒呢 哥哥 娘什么时候醒啊 她 会不会一直都不醒啊 已经上了床的花花 紧紧抱住哥哥的胳膊 大大的眼睛里 满是惶恐 闻西周揽着妹妹 怀里还抱着弟弟 不会的 娘只是受了风寒 很快就会醒来的 兄妹三人啊 都没有回自己的院子 再离他们娘 最近的东间住下了 于知昏睡一整天了 三个孩子呢 就跟着手了一整天 谁说都不听 到了晚上 才不得不离去 其实花花董 是挺早的 她知道 人若一直睡着不醒 那就是死了 会被装进棺材里 埋进土里 以后永远都见不到了 就像她在山云县的 小伙伴 毛鸭娘一样 毛鸭娘不在了以后 没过半年 她爹啊 就给她娶了后娘 后娘待她不好 经常打她 还不给她饭吃 哥哥 我害怕 花花的声音里 带着哽咽 她害怕娘 再也醒不过来了 害怕没有娘了 也害怕爹 会给她娶后娘 魏嬷嬷教导过 大户人家 是不能没有竹目的 她不怕爹续娶 也不怕后娘厉害 她 她只是不想 别人占了娘的位置 文西周看着 惶恐不安的妹妹 还有怀里死死 救着她衣裳的弟弟 头一回 没有了从容 她努力做出 轻松的样子 花花不怕 壮壮不怕 哥哥在哪 娘不会有事的 你们忘了吗 娘比爹还厉害呢 这话呀 是安慰弟妹的 也是说给她 自己听的 她其实 也不过是个 半大少年 就算早会 也算比同龄人 经历多些 她还是会害怕呀 嗯 娘厉害 娘不会有事的 花花握着拳头 重复着 把头靠在哥哥身上 哥哥 我以后都不会再惹娘 我以后都不会再惹娘 生气了 壮壮也睁大黑偶的眼睛 听话 文西周的心里很难受 于知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她梦到了上上辈子 她不是已经升职加薪了吗 就差公布了 可不知怎么了 领导说弄错了 升职的人 变成了另外一个 那人的能力和业绩 都不如她 与之气坏了 想去找领导理论去 去的路上 遇到了一只狗 在追她 这只狗可凶了 刺着锋利的牙齿 路上明明那么多人 就认着她一个追 她慌不择路之下 一脚踩空了 从台阶上摔了下去 然后 突然到了修真剑 大师兄杜劫 也不知是哪儿出了差错 天雷没批大师兄 反倒批她身上了 这就导致大师兄 杜劫失败 气得她举着剑追杀她 于之就跑啊 逃到哪儿 都能被大师兄找到 跑着跑着 她就掉海里了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墙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像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一十五集 镜头一转 闻九霄一身心狼疾伏 在拜堂 我去 这个复兴汉陈是美 当初说的多好听啊 这辈子就她一个 不然二字 这才多久就忘了 自己的誓言 她怎么能这样对她呢 不对 她 好像死了 掉进海里的时候 她恍惚听到一个声音 说她时间到了 原来她死了呀 那闻九霄 再娶就再娶吧 男人 就没指望过 咦 那她孩子呢 她的好大儿 大闺女和小儿子呢 场景再一次唤 于智看到 她的三个孩子 被关在柴房里 她冷天的 三个孩子 穿着单薄的衣裳 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 于智怒了 姓文的 没人拦着你娶心腹 你凭什么 磕待我的孩子呢 那边亲爹成亲 这边孩子 被关在柴房里 见得 不见得 我要披死 姓文的这个父亲汉 娘 娘 你醒了 娘 你终于醒了 四张脸 对在眼前 又惊又喜 黄花还在抹眼泪呢 于智有些猛 一时没搞清楚状况 夫人醒了 快请太医过来 文九霄看到于智 睁开眼睛 高兴的手都有些颤抖 你现在身体很虚弱 别猛得起来 快躺下 他绊抱着他 慢慢地躺下来 于智这才发现 他浑身不仅无力 还酸疼 他 他是怎么做起来的 想起来了 他梦到文九霄 另取心腹 还虐待他孩子 气氛之下 要去找他算账 三个孩子好好的 文九霄也没穿新郎吉服 幸好是做梦啊 吓死他了 对了 他好像病了 睡了多久啊 一开口 喉咙特别疼 声音嘶哑 难听极了 花花抢着道 三天 娘你已经睡了三天了 今天都出三了 娘你怎么睡那么久 我和哥哥弟弟都担心死了 三天 他睡了那么久吗 他不就做了个梦吗 他的目光在爷几个脸上滑过 连最小的壮壮都使劲点头 伸着三个手指头 小脸蹦得紧紧的 再看文九霄和郝大儿 胡子邋遢 眼底乌青 一看就是没睡好 对不起啊 娘太累了 睡得有些久 让你们担心了 娘没事就好 文西周贪婪地望着娘亲的眼睛 太好了 娘醒了 花花连忙道 没关系 娘下次不要睡那么久了 我以后不会再让您操心 也会带好弟弟 娘就不会累了 壮壮拍着自己的胸脯 壮 乖 女只看着自己三个孩子 眼神柔和 姐姐慢慢地翘起来 好孩子 有三个这么好的孩子 他哪舍得不行啊 就算是真死了 也得想法子 掀了棺材袋跳出来啊 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好吧 娘现在没事了 周周啊 你带花花和壮壮去休息 文西周本来不愿离开的 可一触到娘的眼神 立刻就妥协了 好 他领着弟弟和妹妹出去了 孩子一走 于知就问文就笑 我怎么了 你没事 没事会婚室三天啊 于知不信 我得了什么病 风寒 于知醋梅 有这么简单吗 反复高热 总退不下去 这个他倒是有点印象 梦里他一会儿掉海里 一会儿被火烧 可就算高热不退 他一个大人 抵抗力很强 也不至于睡三天吧 文九霄肯定瞒了他什么 于知刚要问 太医到了 文九霄让开位置 太医上前诊脉 片刻之后的 烧是退下去了 只要不再烧起来 夫人的身体 就无大碍 下官写个方子 夫人喝几天汤药 饮食呢 清淡一些 多注意休息 过几日 就能痊愈 有劳许太医 于知心声道谢 文九霄也十分感激 多谢 这是下官分内之事 太医嘴上硬着 到一边开方子去了 文九霄握着于知的手 把他脸上的乱发 轻轻地扶开 听到太医的话了吧 你没事就是风寒 我估计啊 可能是你这段时间太累了 并精彩这般汹涌 还是声撞撞的时候 跪了身子 他心疼得不得了 天知道 看着于晓之 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他有多么害怕 那种感觉 无虑极了 他想剃他都剃不了 他还是喜欢看他 生龙活虎的样子 他再做啊 他都不介意 你多久没睡了 于知看着文九霄 憔悴无比的脸 他这个人 很重视仪容 他最爱她的美色了 对于这点 夫妻俩都心照不宣的 所以 在他面前 他从衣着到面容 都是光鲜的 像现在这般 胡子邋遢的样子 十来年 仅有那么几次 都是他受伤 或者生病的时候 文九霄 接过丫鬟 拧干的热帕子 给他擦脸擦手 他擦得很仔细 动作却很轻柔 生怕弄疼了他似的 抱歉 吓着你了 于知目光里 带着歉意 夫妻这么久 他十分了解文九霄 看似强大 实则非常粘人 且他对他呀 总有一种不确定 于知望着他垂下的眉眼 我这不是没事了吗 你去休息吧 文九霄摇头 我看着你 目光所及 看不到他 他心里空落落的 汤药已经在煎了 喝药之前 先吃点东西吧 厨房一直在背着 你想喝面汤 还是白皱 面汤吧 于知随便选了一样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一十六集 文九孝坐在床边 依然握着她的手 好似这样才能放心似的 她望着她的脸 她的眼睛 轻声道 芝芝 我年纪大了 你不能再这样吓我 三个孩子还小 我若是下出毛病了 这个家 谁撑着 于知回望着她 笑了 好 这个男人哪 她平时最忌讳别人 说她年纪大了 顿了顿 她又倒 文三 我 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 我梦见我回去了 百日还没过 你就不做人了 你高高兴兴地 迎娶新赋 眼里只有新人 连咱们三个孩子 你都不管了 他们穿着单薄的衣裳 被关在柴房里 又冷又饿的 还说要把他们 送到庄子上 去自生自灭呢 我那个火气的呀 直接就从脚底板 冲到天然盖了 一怒之下 我就掀了棺材盖 找你算账来了 然后 我就醒了 于知说着说着 自己都觉得荒诞 她若是不在了 文九霄 娶新赋 这有可能 但虐待三个孩子 不说还有周周在吧 就是花花那个机灵鬼 谁也不能亏待了她去 她的好大儿啊 已经成长起来了 完全能够护住 弟弟妹妹 何况 文九霄也不是 连自己的轻生骨肉 都不管的人啊 文九霄的手 摸得收紧 灼灼的目光 盯在于知的脸上 神情隐忍 而又克制 于小植 你说撇下我 我就把三个孩子 全撵出去 我不是说笑 我真干得出这种事 所以 于小植 你要好好的 你好好的看着我 别让我做错事 他不错眼地盯着她 不错过她脸上 任何细微的表情变化 他说的硬气 可不知怎么的 于知却从她的语气中 听出了巨异 心头泛起酸涩之意 好 一言为定 文九霄伸出手指 于知笑了一声 也伸出手指 跟她拉了拉 纵容了她的幼稚 就是这个男人了 于知在心底对自己说 他有欲感 他不会再穿越了 他没有下一辈子了 他所有的缺憾和不足 都将在这一世补全 这天之后啊 于知就没再起热 不过他也没有 许太医预测的那样 喝几天汤药就好 一直到出了征月 于知都没有彻底痊愈 于知一开始 并没有放在心上 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 慢慢养着就是了 又过了半个月 文九霄越加焦躁起来 整个太医院的太医 都来过一遍了 民间的名医 也请了不少 诊断过之后 都说于知身体无碍 可为什么他却成日艳艳的 打不起一点精神来呢 没有中毒 也整不出任何毛病 为什么他的于小枝 就日渐萎靡呢 文九霄甚至怀疑 他是不是中了骨 已经派人往苗江去请人了 于知也察觉到自己身体的 不对劲来 他能明确地感觉到 他没生病也没中毒 当然也没中骨 他就是每天都很疲倦 浑身没劲 这就很玄学了 当然 他穿越这件事 本身就是玄学 难道他摆得太烂了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不管怎么样吧 于知觉得 他都要做好准备 若真的有个万一 他最放不下的 还是三个孩子 周周是大了不假 可那孩子对他最是依恋了 他能扛起兄长的责任 可于知却担心 他会苦了自己 花花呢 还是多交一些吧 对 还有花花的婚事呢 要不 把他跟隔壁的那小子定下来 顾怀为性子弱 花花肯定能压制住他 有文九霄这个爹 和周周这个大哥仔 顾家应该不敢亏待他 至于壮壮 他实在是太小了 姜妈妈是个忠心的 可他年纪那么大了 能看着他几年呢 那就把贺小蝶留给他 那样就得想办法 把他夫婿弄进进来 山芸县的那些产业 还有他那么多黄金 于知打算给三个孩子平分了 花花和壮壮还小 先让周周管着 等他们长大了 是要铺子 还是继续拿分红 就自己商议去吧 于知靠在软榻上的时候啊 就琢磨这些事 他怕自己忘了什么 就想写下来 奈何 文九孝和孩子们 日日陪在他身边 他硬是没找到机会 当于知开始 让花花管家的时候 文九孝慌了 整个平北侯府 都处在一种 紧绷的氛围之下 全京城的人都知道 小文尚书的夫人病了 得了怪病 小文尚书满天下的 寻找名医 在朝堂上 他整个人冰冷的 没有一丝人气 台猫看你也 都冒着冷气 众人行事都小心翼翼的 无人赶出眉头 爹啊 今儿对我谁上门啊 于知半靠在软榻上 身上搭着毯子 贺小爹便 一一地说给他听 威远侯夫人 红卢寺绍兴夫人 张汉玲的夫人 还有户部 几位大人的内眷 他一连说了七八个人 啊 今儿这人挺多啊 于知闭着眼睛 感慨了一句 贺小爹嗡了一声 沉默了片刻的 嗯 不管谁上门 您好好养您的身体 那些人 由我和花花接待 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您病着 没人挑您的脸 身在文九霄 这个位置上 她的夫人病了 探病的自然不少 可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见到余知的面 文九霄 以夫人要尽心养病为由 不许任何人惊扰她 一般登门探病的 各家女眷 都由花花和贺小蝶接待了 花花还要上学 多数的时候 还是贺小蝶接待的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一十七集 余知这一病啊 贺小蝶就更不愿走了 余知那也不撵她 她身上的古怪 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要是 她还得找贺小蝶脱姑呢 那些来过平北侯府 探病的女眷 花花再还好 她嘴巴甜 这个伯母 那个婶婶的 感谢的话 说得可动听了 接人待物一点都不怯场 还能陪人家老家常 时常让人忽略她的年龄 若只贺小蝶在 场面就没这么和谐了 她呀 除了让丫鬟上茶 就是顶着一张 面无表情的脸 说着致谢的话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冷场了 沉默在空气中 一直蔓延 这种古怪的气氛 让这些八面玲珑 长袖上午的 那宅夫人们 都如作针毡 一杯茶没喝完 就纷纷告辞了 贺小蝶还不满呢 三爷都对外发话了 夫人要静养 一个个的来探什么病啊 竟甜乱 众人只知愚之病了 但嫌少有人见到她的面 武断便多了许多猜测 猜测最多的 便是她得了恶疾 快不行了 有人惋惜 这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得了恶疾呢 儿女双全 眼瞅着长子就能娶亲了 而媳妇一进门 马上就能想轻浮了 怎么就 红颜薄命啊 有人呢 幸在乐祸 人的命天注定 该是什么命 就是什么命 小小村姑 却妄想攀高枝 就算一时得志 没那个命 还不是想不了 那么大的福分吗 命贱 压不住啊 终于有一天 众人发现 文九霄的右手腕上 缠着一串佛珠 走哪带哪 一刻都不拿下来 之前所有的猜测 都在此刻得到了证实 天哪 原来小文夫人 真的快不行了 不光女人八卦 那男人也是一样的 朝臣凑到一起 说起这事 都是一脸唏嘘同情 听说了吧 为了给夫人祈福 小文尚书日日下了职 就赶去护国寺 在佛前跪拜 真的呀 看不出小文尚书 还是个痴情的种子 嘿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当年于世坠崖 她可是一怒为红颜 险些没把整个京城翻过来 这么多年不染二色 后院更没多近一个人 她那夫人 就是她的新奸家 瞧见她手上的佛珠了吧 那是捐了大半家产做善事 跟护国寺方丈求的 一半家产 天哪 这小文尚书可真舍得 不是说了吗 她甚是爱中夫人 也有很多不赞同的 认为男子汉大丈夫 区区一个妇人 太儿女情长了 男人就该建功立业 怎么能沉溺于小情小爱呢 文九霄手上的佛珠 余之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她拽着她的手 快好看的呢 还上手摸了摸 什么才知道 菩提木的 于知想了一下菩提树 除了宗教色彩 她的木头还不如金丝楠木 黄花林木之前呢 这话到嘴边 她又咽了回去 凯说道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佛了 文九霄把人抱进了怀里 求佛祖办点事 于知就笑了 看着她道 你这叫平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 佛祖才不搭理你呢 不会 我先成 文九霄声音淡漠 却带着一种 无法言说的笃定 她诚心诚意祈求佛祖 她可以受千般苦万般难 只求她的夫人 能承受健康 喜乐无忧 此生 她心之所念 皆在一人身上 苍天若不许 她拧成魔 逆了这天 图尽神佛 于知大笑 本想再打去她两句的 对上她忧生的黑眸 什么话都说不出口了 因为她的日渐虚弱 文九霄整个人的状态 都不对了 所有的压力 都压在她一人身上 她紧绷得 如一张拉满弦的弓 但在她跟前 她却一句都不说 夜晚 于知醒了过来 却发现文九霄没睡 三爷 她伸手 却摸了一手的湿润 你哭了 下一刻 却被人紧紧地搂住 她的脸 埋进她的颈尖 很快 温热的液体 就湿了她的颈衣 于知抬起了手 慢慢地落在她的头上 滑到她的背上 三爷 不至于 真的不至于 你看 我现在不好好的吗 无非就是虚弱点 没病 没中毒 就是虚弱了一点 咱家无求 养着就是了 文九霄心道 就是因为这样才难办呢 若是病了 那就治病 再难治的病 总能寻到明医 对症下药啊 若是中毒 解毒便是 再难 药材再名贵 也有办法可以想 总好过现在 束手无策呀 余小枝 你别撇下我 余知的手顿了一下 行行行 我尽量 不 我尽全力跟老天爷抗争 这总行了吧 好了不哭 放心 我肯定长命百岁 走在你后头 文九霄点头 把余知搂得更紧了 还不忘揪着 我们一起 舍不得你 走在后头 好 余知在黑暗里 睁着眼睛 老天爷 他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了 是哪里出了毛病吗 给个答案行不行啊 三个孩子 他已经够操心的了 再加上一个文九霄 这一个 怕是最难搞的 人一旦有了牵挂 便没有办法 再做到无惧无怕了 一如他 余广贤向太子殿下请辞 他要住到庙里 为他的女儿祈福去 太子挽留他 余广贤拒绝了 臣也不知 小女的病 何时能够痊愈 这三月五月还好 若是三年五年呢 还是不要 耽误了殿下的大事 见太子还要劝 他说的 臣只此一女 因臣不慎 让她从小受苦难 余生 臣只想 弥补她 太子坚劝不住 只好作罢 不过严明 太子詹氏的位子 还为他留着 余广贤败谢 不置可否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 肖像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一十八集 时间 在余之 慢慢的静仰中划过 今年是会事年 各地的曲子 齐聚京城 放榜的时候 当众人看到 高居榜首那个名字 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文西周 这不是小文尚书的长子吗 他不是跑到 雨林内 做武官去了吗 怎么又回来 参加科举考试了 还一举夺了魁 别人走一条路 都历尽千辛万苦 他呢 在文武两条道上 来回的横跳 还能出类拔萃 什么时候 科举考试 这么简单了 果然 这优秀的 总是别人家的孩子 无论是当家长的 还是为人子的 心情都异常复杂 这还只是开始呢 当电视之后 文西周高中状元的消息 传出来之后 众人的心情 就更加酸涩了 他们看着 骑着高头大马 跨界的朗朗少年 猛的惊觉的 哦 这个少年 已经成长如丝了 羽翼见风了 然而 无论是文西周 得众会员 还是状元 这样值得 庆贺的喜事 他的母亲 小文夫人 均为露面 其实啊 外界对于知的病情 一直都没断过猜测 这不过是更加坐实了 他命不久矣的猜测罢了 一些人 难免地就生出了别的心思 小文尚书身居高位 还深得太子信任 小文夫人若是去了 若大个府邸 总不能没个主母吧 这再深的感情 顶多伤心个一两年 小文尚书才三十多岁呢 绝对不会不续娶的 再说了 他的长子是大了 闺女和小儿子还小呢 丧母长女 乃是五不娶之一的 就算为了幼子和幼女 小文尚书 也不得不再娶心腹 虽说嫁过去是纪事 那也得看给谁做纪事吧 别的姐不说 就凭一嫁过去 就是侯夫人 这经理就有一堆的闺修 抢着要嫁 小文尚书爱重原配怎么了 那再爱重 他人也不在了 争不过 又如何呢 能唠了十会就行了呗 前头有三个嫡出儿女 又怎么了呢 那自己嫁过去 他们照样得喊母亲 只要自己没有大错 一个孝子摆在那 他们照样得对自己 恭恭敬敬的 自己生下的孩子 也是嫡出的 就算比不上前头那三个 但也是小文尚书的孩子呀 他能不管吗 他那么能干 自己的孩子 还抽没钱重吗 这些啊 都是清醒通透的 还有不少怀春少女 憧憬着美好的爱情呢 他们早就羡慕小文尚书 对夫人的情深义重了 觉得 连个乡下的村姑都能 笼络着小文尚书的心 这高门出身的他们 十分有信心 能在小文尚书心中 占有一席之地呀 甚至取代前头那个 成为小文尚书心中的 至爱全京城女眷羡慕的对象 总之 因余之病重 文九霄这个中年男人 比他年少有为的儿子 还受青睐呢 毕竟 文西周年少有为 是年少有为 但他年轻啊 还未入官场 就算中了状元 受了官也才六品 未来怎么样 谁也说不准 可文九霄就不一样了 一嫁过去就是侯夫人 别人一辈子都到不了的高度 傻子都知道该怎么选 不少人往武安侯府地帖子 明里暗里地探和无人口风 周家便是其中的一家 自打周灵儿被文九霄救了之后啊 他便对他 生出了不可告人的心思 当然 所谓的救 是周灵儿单方面认为的 文九霄压根就不记得他 周灵儿也到了相看的年纪 他娘精心挑了好几家 他都死活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这心里存着妄念呗 把他娘气的呀 你个死丫头 主意这么大 说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张家大公子一表人才 人也能干 你到底哪里不满意 周灵儿翻着白眼 他是庶处 我堂堂嫡处 嫁给个庶子 多丢人 他是庶处不假 可他是庶长子 张家那个嫡子才两岁 还病病歪歪的 能不能站住还两说呢 等他长大成人啊 大公子早就成气候了 灵儿 这张家真不错 娘不会坑了你 他娘苦口婆心地劝 别看周灵儿他娘 成天一副眼高鱼顶的模样 但他是真疼闺女 无奈 无论他怎么劝说 周灵儿就一句 我不愿意 最后他娘气急了 不顾他的反对 就要定下这桩婚事 谁知 周灵儿却跑去找了 张家的大公子 婚事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这一下 连周灵儿的爹都火了 发话 要把他送到城外庄子上去 周灵儿这才吞吞吐吐地 说了自己的心思 周灵儿他娘自然不同意了 他想把闺女嫁进高门不假 可他也舍不得如花似玉的闺女 做人记事啊 何况 南方还是小文尚书呢 那可是他年轻时候 倾慕过的人 若成了自己的女婿 那多尴尬别扭啊 不行不行 你以为记事是那么好当的 不行 我绝不同意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周灵儿他娘不同意 可他爹同意啊 若能成为小文尚书的岳父 他以后还愁什么呀 在他爹的帮助下 周灵儿出了府 找他的好舅舅 想办法去了 常乐侯夫人听了 外甥女理直气壮的要求 整个人都风中凌乱了 人家小文尚书的夫人还在呢 你就惦记上记事的位子了 别说人家夫人尚在 就是人家夫人真不在了 那经理这么多闺秀 也轮不到你嫁进去啊 自己什么样不知道啊 就算小文尚书将来续嫌 你当文家是那么好进的吗 哼 还让他去帮着说下 他可没这么大本事 常乐侯夫人觉得 这个外甥女儿 简直是得了失心疯呢 直接派两个婆子 把人给送回去了 并发誓 小姑子家的事 他一点都不沾 登门的人多了 侯夫人也琢磨起这事来 他愁啊 你说老三在婚姻上头 怎么这般不顺呢 老三媳妇吧 当初他是百般的梅桥上啊 看在老三的面子上 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他捏着鼻子韧了 可他居然是个短命的 中年丧妻 这不是坑死老三了吗 他可怜的三啊 可怜的孙子孙女啊 不行不行 他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嘿 这儿媳妇还好好的呢 做婆婆的 就已经合计给儿子挑心腹了 荒唐至极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一十九集 文九香木然地坐着 眼珠子都不动一下 对母亲的话 更是冲而不闻 不知道的还以为 她是尊雕像呢 她这样的态度 让侯夫人很是不满 之前还仔细斟酌言辞 生怕戳了她的肺管子 暗示了那么多 嘴皮子都快说破了 她连点反应都没有 你说弃人不弃人呢 又不是她让老三媳妇得病的 她做出这副死样子 给谁看呢 老三 你是怎么打算的 娘知道 你和于氏夫妻情分深 但你也得多为三个孩子打算吧 尤其是花花和壮壮 年纪还小 你那府里可不能没有女主子 你还年轻 过日子 得朝前看 文九霄蹭了一下就站起来了 她迟迟地望向了侯夫人 母亲这是何意 她身侧的手 钻得紧紧的 接近浑身的力气 才控制住自己心底的力气 身居高位 又杀法果决 文九霄早就养出一身 害人的气势 被她这样望着的侯夫人 都忍不住大脑一片空白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恼羞成怒 大声地嚷嚷 怎么的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好 不孝的东西 难不成你还想弑母 嚷嚷的声响 其实特别心虚 老三这个狗东西啊 十来岁就不听他的话了 现在怕是更不能听他的了 为我好 文九霄一脸嘲讽 母亲都盘算着 要拆散儿子的家了 这是为我好 别人不知实情 以为芝芝已经病入膏肓了 身为婆婆的还不知道吗 但凡她多关心一些 也会知道芝芝只是虚弱了些 离病入膏肓还有十万八千里呢 芝芝不孝顺吗 成婚定醒做的 也不比大嫂她们差呀 就算偶尔装病偷懒 可这些年 也没少孝敬母亲好东西啊 她们在山芸县的那些年 但凡有点什么好东西 芝芝都不忘派人送回京城来 可母亲是怎么带芝芝的 她病了 她自持身份就去看过两回 巧的是 两回都赶上芝芝睡了 母亲连等她醒来的耐心都没有 得知人睡着了 说了几句场面话就回去了 现在更是操心起她续曲的事情 什么为了她好啊 为了花花壮壮 假的 全都是假的 母亲只是不甘 不甘自己不听她的话 擅自娶了芝芝 这么多年了 芝芝都为她生下两儿一女了 母亲还在耿耿于怀 她一点都不念着芝芝的好 文九孝只觉得这太讽刺了 同时还无比的心寒 都说爱无其无 这样是为了她好 母亲就不能看在她的面子上 对芝芝宽容一些吗 侯夫人恼怒 逆子 你以为娘想提 这不是你媳妇自个身子骨不争气吗 娘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 不要再说了 文九孝猛地打断了她的话 母亲 芝芝好好的 芝芝什么事都不会有 她会长命百岁的 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文九孝转身退出 她怕她再待下去 会忍不住掀翻桌子 砸了屋子 这 这 她 她 侯夫人气得说不出话来 半天才缓过来 这个元爷 她这是何苦呢 她怎么就生了这么个 拧巴的东西呢 侯夫人可没把她的话当真呢 只以为她那个情种儿子不愿意接受现实 老三家的若是好好的 能三个月都不出来露面吗 连府里的树雾都是花花那个丫头学着管 八成是病得起不来了 老三待她可真好啊 硬是把人保护得密不透风的 文九孝回到府里 立刻就吩咐门房闭门谢客 再三命令 任何人都不许打扰夫人静养 前面府里来人探望也一律当了 还给府里的奴仆们都下了进口令 夫人的事 一个字都不许往外传 哪个敢备主 一夹子都卖到彩食厂间 为了确保奴仆的中心 文西州三兄妹啊 就商量着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 比如 若是有人收买府里的人 速速上报 不仅收买的人给的银子 自己可以留着 府里还会奖励同样数额的银子 发现同伴有可疑之处 立即上报 查证数十的 奖银十两 如此一来 平北侯府的奴仆们 个个睁大了眼睛 互相盯着 就想瞅出点对方的可疑之处来 好拎赏银去 同时呢 他们也特别希望有人找他们打听消息 不仅能立功 还能得到好大一笔意外之财呢 搞不好 抵他们一两年的月钱 文西州德中热烟之后啊 就进了汉林院 任从六品修转 这一天她从汉林院出来 有一位少女拦住了她的去路 文世子 我有事找你 少女身材高挑 脸上带着硬而肥 有一双圆圆的眼睛 她看向她的时候 眼神清澈 跟以往那些偶遇她的姑娘 很不一样 请问姑娘是 文西州彬彬有礼 少女脸大微红 我是平王府的 公院上 所以母妃拜进过 令堂小文夫人 小文夫人 很适合爱亲切 都知她病了 我外祖父老家 是南边的 有一位医术 特别好的神医 我拜托父王 把人请过来了 林神医 你快来 她转头喊 好家伙 不仅把人 请到京城来了 还直接带过来了 文世子 若还是不行 我父王喜好游山玩水 游离过不少地方 我再托他帮忙 寻访更好的大夫 小文夫人 那么好的人 他肯定会没事的 这少女言辞诚恳 表情一点都不作为 像是怕文西州 拒绝似的 她急急地说完 丢下那位 所谓的林神医 就转身跑来了 文西州看着少女 小路般远去的背影 眼底又轻又压 平王府母妃 怎么说 她是平王府的郡主了 一直到了马车上 兼家郡主的心 还砰砰跳呢 她说谎了 神医啊 不是父王找来的 是她自己请来的 小文夫人 那么好看又纷柔的人 她希望 她快点好起来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二十集 平王府上的郡主 这位郡主的形式 跟她爹平王一样 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不管她是为了什么 这份善意 她都很感激 文西周慢慢地 收回了视线 目光落在 灵神医的身上 虽然他们府上 四处寻访明医 但她也不会贸然 让这位灵神医 给娘诊治 先请回去 听爹的安排吧 文西周回到府里 去查探情况的 陆生也回来了 低声回鼻 少爷 那位的确是 平王府上的郡主 文西周嗡了一声 抬了抬手 就让陆生下去了 与同龄人相比 十五岁的文西周 思虑和手段 已经颇为老练了 再说尖家郡主 一回到王府啊 就碰到她的父王 父王 您怎么在这儿 吓了我一跳 她捂着胸口 一副被吓到的模样 平王倾咳了一声 一双眼睛 却上下打量着她 脾气笃定 去见那小子了 尖家郡主一惊 您怎么只 话说到一半 便意识到不对了 她懊恼地捂住了嘴巴 平王得意一笑 你是我闺女 你做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 那个大夫 是托你二表哥 找来的吧 爸爸给人送去 你她不中留啊 这个傻丫头啊 她以为 就凭她那个二表哥 就能把灵神医 请过来啊 还不是她 暗地里帮的吗 父王 尖家郡主又羞又恼 您说什么吗 女儿听不懂 真听不懂 平王嫌逆着闺女 故意斗她 父王可是花了大力 让人从外地 请来了两位名医哦 既然你听不懂 那父王 就让他们回去吧 别别别 可别 听得懂 沈家听得懂了 尖家郡主一着急 什么都顾不上了 一心想把名医留住 父王 你千万别让他们 不欺然 对上父王戏谑的眼神 不由脸上又是一惹 羞难极了 父王 小尖家 你跟父王说说 你听懂了什么 平王的声音里 带着笑影 看着平日十分稳壮的 闺女害羞的样子 好似很新奇似的 造孽呀 摊上这么个无良的爹 尖家郡主羞的脸通红 索性破罐子破摔了 父王 女儿想做什么 您不是都清楚吗 小文夫人病了 您既然寻到名医了 就赶紧送过去 明明是您先瞧中文世子的 现在去来笑话女儿 您 您这就不讲道理 这话一旦说出了口 这后面的话就好说了 您想让人家给您做女婿 女儿我多孝顺呀 为了实现您的心愿 可不得上赶着讨好人家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您 越说越理直气壮 最后还不忘拍戚马屁 父王 您交由广泛 那什么名医 您再多帮着 寻几位呗 要不怎么说是父女俩呢 这打折随棍上的无赖样 是一样一样的 多亏了平王妃不在啊 要不然又得痛心疾首 闺女被当爹的给带歪了 对上闺女脸上 和她如出一辙的笑容 平王心生欢喜 家里的臭小子啊 虽然不大满意 但这个闺女 却实诚实地随了她 不仅聪明 还跟她一样脸皮 哦不是 是洒脱 知道自己要什么 放得下身段和脸面 嘴上呢 就道 几位啊 尖家郡主 敬唇一笑 当然是 多多益上啦 父王 为世子能不能成财王府的女婿 可都看您的啦 平王哈哈大笑 放心吧 闺女 父王盯的人 跑不了 父女俩相视一笑 跟两只狐狸似的 平王不是嘴上说说的 他是真处理啊 他呢 本来就闲 这心情不好了 就去上上朝 喷一喷不顺眼的大人 心情好了呢 就出京游山玩水 三两个月不露面啊 那是长事 难得能让小文上书 欠下人情 关键是 还关乎他的好女婿 平王可不得上心嘛 这时间过得真快啊 这都夏天了 与之拿着剪刀 在花院里修剪花枝呢 顺便剪了几朵 颜色艳丽的硕大的鲜花 留着插瓶 红花绿叶中 掩映着她的身影 探出来的那张脸 比百花还要好看 文九霄进了院子 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画面 她的吱吱啊 翘生生地立在花丛中 阳光照在她的身上 仿佛给她剁了一圈金鞭 阳光下 她白得发亮 像神女一般 这样看着她跟常人 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文九霄却深深地察觉到了 她与往日的不一样 她身上的生机和活力在流逝 好似被什么吸走了一样 文九霄心中一痛 快步走了过去 结果她手中的花和剪刀 递给一旁的丫鬟 爱怜地清触她的脸 怎么不打伞啊 都出汗了 与之清楚地看到她眼里的心疼 心中一动 这些日子啊 文九霄待她极好极好 吃饭 穿衣 甚至沐浴 都不假他人之手 累了吗 要沐浴吗 她的身影 无波无澜 仿佛再加上不过了 但由她说来 仿佛是另一番滋味 会引起人无限的联想 于之轻轻点头 文九霄一弯腰 便把她抱了起来 这也是她最近新增的嗜好 客戟负礼的小文大人 现在从不在意人间 与她亲密了 于之揽着她的脖子 这一刻恨不得和她地久天长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像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二十一集 从御坊里出来 时候已经不早了 外面已是夕阳夕落 文九霄还想抱着她 于之没让 我没那么虚弱 她便扶着她 扶着还不够 还要揽着她的腰支 两个人站在窗前 夕阳慢慢下沉 那绚丽的颜色 便在费蓝天际铺展 并蔓延开来 把夕天染得无比灿烂 文九霄鼻梁挺拔 侧脸线条 优雅贵倾 这个男人 于之心里便 微微地叹了口气 似乎不需要多说什么 文九霄的手一紧 便把她抱进了怀里 之后 内吻便落了下来 没有特意去床边 她就这么 把她放开在窗帘上 揽着她的腰 低下头 无比温柔 又虔诚地吻着她 这个男人 哪怕三十多岁 已经位高权重了 但她依然小心翼翼地吻着她 她能感觉到 她在克制着自己 生怕动作重一点 弄疼了她似的 不知何时 这个一身官威 站在山巅的男人 在她面前学会了 坐低拂晓 她丢弃她的风骨 她特别特别温馴 可是 于知却忍不住心酸 在她的亲吻中 于知慢慢地试了神 她当脑中闪过 昔日的细碎美好 她似乎 还嗅到了青草 和鲜花的芳香 这时候 文九霄却陡然停下了动作 于知微张着唇 眼神几乎失了焦 有些迷惘地 看向文九霄 这副模样 瞬间就紧紧 绝住了她的心 她幽深的眸刺定定地看着她 视线交融间 彼此的渴望和内心 都毫无保留地 坦诚于对方面前 她的唇上是湿润的 泛着润泽的光 她看着她 低声 喜欢吗 于知的唇上也是湿润的 亦泛着润泽的光 不过脸上火烫 喜欢 文九霄扯唇 轻笑 眼神缠绵 而又宠溺 我对你是最好的 是不是 所以 你千万不要离开我 于知也笑了 她伸出手 轻抚她的脸 从浓黑的眉 到挺直的鼻梁 再到紧敏的唇 一路向下 她的手指 剔透粉白 上面每片指甲 都泛着润泽的粉光 如柔软的羽毛 划过她的皮肤 开始养溢 一直养到了她的心底 文九霄的喉结 发出尖色的声音 黑色的瞳孔中 倒映着眼前的女人 浑身每一处 都写着强烈的渴望 这种渴望 让她紧绷的身体 都在颤抖 不过她的声音 却十分地平静 可以吗 于知眼尾泛红 叫沉 你说呢 就这三个字 就像火苗一样 瞬间点燃了她 夕阳的余晖 透过窗帘斜射进来 一条光带 看久了 让人心生恍惚 于知身上盖着半截薄被 满头青丝 泼满了枕头 薄被是红色的绸缎面 那颜色衬得她肌肤如雪 仿佛矮矮的白雪上 展开朵朵红眉 艳到极致 也带着几分 无法言说的暧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床上的被褥啊 就换成了红色的 一起换成红色的 还有余智的衣裳 她让人给她 做了好多身衣裳 都是红色的 文九霄日日让她穿红 似乎她对这种颜色 有着深深的执念 她说 她穿着红色最好看 也最吉利 文九霄轻轻 扶手下来 温热的唇刷过她的 痰软 娇眼 带着魅惑的芬芳 这是让她沉迷的味道 哪怕年过三十 文九霄依旧是个 重欲的人 她最沉迷看着她 像一朵花样盛开 可是此刻 她一改往日 暴风骤雨和贪婪 每一个动作 都是轻柔的 她是细致的 极致地呵护着她 照顾着她的 每一处感受 或者说 她也是贪婪的 只是她把贪婪 掩藏了起来 压制在心底 最深的那个角落 鱼之迷蒙的视线 望向窗外 窗外 花枝在夕阳下 随风而动 换过来 又换过去 她努力 稳住视线焦点 却依然只觉得 眼前蒙上了一层水雾 想要看清楚 却怎么都看不清楚 整个人 就像踩在云上 飘飘悠悠的 闻酒啸的汗水 自胸膛躺下 滴落在她身上 烫得她发酥发软 于知听到她的声音 在她耳边响起 芝芝 月小芝 我们 要在一起一辈子 被包裹在 青烛般凛冽的气息中 于知觉得 自己的灵魂在飘荡 她望着那束光带 想着自己化为一只鸟 展翅飞翔 她更加缓乎了 可这句话 却十分地清晰 我们 一辈子 都在一起 她的声音细碎不成语 最极致快乐的时候 她的心底 为什么会浮上 难言的忧伤呢 她的吱吱总像个妖精一样 她想一口把她吃下去 吞进肚子里 这样 她们便能永远地在一起了 花花和李明灿啊 又打架了 正确地说 是她单方面地揍她 这怪不得花花 纯粹是李明灿嘴贱呢 花花是和顾怀为 在一起说话的 李明灿跑过来非要加入 加入就加入吧 这个小胖子啊 就没一会儿老实的 见花花不理她 她就伸手拽花花的头发 花花能是个吃亏的吗 伸手就推了李明灿一把 她呢也没用力 可巧了 李明灿没站稳 一下子就坐到了地上 啪九岁大的孩子 正是要脸面的时候 当着顾怀为那若妻的面 被推倒了 她顿时就挠了 张嘴就倒 你那么凶 等你娘死了 你爹娶了后娘 看你还怎么凶 这一句 一下子就戳了花花的肺管子 她脑子一猛 神经陡然狠立了起来 冲上去就揍李明灿 你娘她死了呢 你爹她娶后娘呢 她狠得跟着小老虎似的 又抓又踢又锤 本集晚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二十二集 在这个世上 欢欢最爱的便是娘了 娘病了的这些日子 她背地里 不知偷偷哭了多少回 似乎一夜之间就懂事了 连最厌烦的女工 也愿意耐着性子学 读书写字学规矩 从不用人催促 遇到不懂的事情 虚心找人求教 再辛苦也撑着 不让她娘操一点点的心 她不在意别人骂她 但诅咒她娘 这绝对不行 娘好好的呢 娘不会死 娘还要看着 她和弟弟长大呢 李明灿这个嘴贱的 说得一点都不对 贤她 她就是欠她 揍死她呀的 李明灿被花花 恶狠狠的表情吓住了 其实那句话脱口而出后 她就后悔了 可花花没容她后悔 人就冲了过来 疼啊 可太疼了 因为心虚 也是被花花的气势 给震住了 李明灿都忘了还手 看着下手越来越狠的花花 顾华为又担心又着急 李明灿嘴贱 该打 可花花要真把她揍坏了 她家肯定不愿意啊 炫呢 花花不听她的 拉架 她还真没这个本事 顾华为急得是团团转呢 最后一咬牙 帮花花放几风来 花花在气头上 总得让她把气出了吧 要不然 她那火气肯定撒她身上 还是揍李明灿吧 大不了她家找上门来 她就说是她走的 花花 李明灿她爹来了 顾华为通风报信 花花的余光啊 其实也看到了 她的手指顿了一下 又继续揍 一边揍 一边大声反驳 你凭什么揍我娘 我娘好好的 我娘不会死的 你爹才给你娶后娘 娶一屋子的后娘 天天打你 骂你不给你饭吃 我娘好好的 我娘永远都好好的 再揍我娘 我还揍你 拽着李明灿的衣巾 往后一推 扭头看到李显亮一眼 转身就走 顾华为赶紧小跑着 跟在后面 李显亮看到儿子 被个小姑娘 骑在身下走 那拳头一下一下 落在儿子身上 她都觉得疼啊 不由得心下一紧 快步赶了过来 那到底是自己的儿子 被个小姑娘 做到没有还手之力 李显亮本来 心里是不高兴的 可走近了 听到那小姑娘 质问儿子的话 她忍不住脸上一热 得 她自己都觉得 儿子该揍 可这小姑娘的嘴巴 也太厉害了吧 她刚要开口 却不欺然地 对上小姑娘 那张泪流满面的脸 那眼神里的悲伤 一下子 忘记了她的心里 更觉得自己 儿子不是东西了 李显亮 把儿子扶了起来 看着她被揍得 鼻青脸肿的 心疼归心疼 却是说不出 一句苛责的话来 真理亏呀 谁不知道 小文夫人 得了重病呢 儿子这样 拿人家母亲说事 小姑娘才多大 多可怜呐 就算人家 把她做个半死 她也没脸去找人呐 花花 你没事吧 顾怀为特别地不安 花花都哭了 哭得那么伤心呐 她从来没见 花花哭过 花花该多伤心呐 都怪李明察 花花冷冷地 看了她一眼 脸上干干净净 除了眼睛微红 好似刚才那个 泪流满面的人 不是她一样 顾怀为 是她看错了吗 今天的事 不许说出去 顾怀为连忙点头 左快点 去你院子 花花嫌弃地催促 她要收拾好了 才能回家见娘呢 她要高高兴兴地 去见娘 顾怀为一边硬着 一边小跑 平北侯府啊 专门披了几个院子 里头住的呢 都是从各地 请回来的名医大夫 也不全是大夫 还有和尚道士 通称神棍的那种 当外力不可挡的时候 文九孝就不得不 寄希望于神佛了 这些自己登门 或是请回来的名医 无论能不能至得而于知 平北侯府都以礼相待 想回去的 就奉上盘缠 不想走的 就留在府里 一应待遇都是好的 多数的大夫啊 都选择留下 倒不是贪图富贵 而是有这么多的同行 可以一起探讨医术啊 能被请来 或是自己找上门 来给于知看病的 手底下都是有些真本似的 这样的人呢 往往更在意的是 自己医术的精锦 从南疆请的大古诗到了 之前也不是没有太医指出 于知不是重古 可文九孝不死心 不远千里地派人去南疆 请了苗家寨子里的大古诗来 文九孝注定是要失望的 大古诗一见于知的面 就摇头了 这个美丽的女人 并没重古 相反 她身上的气息非常好闻 带着一种草木的芬芳 反倒是和她一同来的 他们族里的祭司 盯着于知看了许久 苗家寨子里的祭司 亦是他们足重的大巫 是能沟通天地 离神灵最近的人 她看了于知许久 然后对文九孝说了一句话 翻译过来大体意思啊 便是让文九孝多做善事 积攒功德 文九孝若有所思 第三日的早朝上 便请指要去江南道镇灾 江南今下雨水特别多 刚入下呀 就阴雨了半个月 燕江终于不负众贺 决堤了 这场水灾 整个江南道都波及了 要镇灾呀 就离不开乾梁 而这个却是朝廷最缺的 年前虽然抄了 陈恩公府和钟晴伯府 又剁了一座金矿 国库看似近了不少 而拨出去的更多 江南复述 国库四成的赋税 是来自江南的 此次江南遭遇百年不遇的老灾 百姓流离失所 朝廷自然不能不管 为震灾的事 朝臣们已经蒸上好几天了 从震灾的人选 到震灾的物资 炒来炒去 却没个结果 因为余知的病啊 文九孝也没有心思关注朝堂 太子殿下问起国库 能挤出多少钱两 他如实应答 反正整个京城都知道 他为了夫人的病都快急疯了 也没人敢提议 让他去做赈灾的大臣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墙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二十三集 的确没人敢哪 说句心里话 那些看不干文九霄的大臣 不是不想给他使绊子 而是不敢 小文尚书的牙字必报 那种不管不顾的风劲啊 他们可是真切领会过的 身在朝堂 谁还没几个政敌呢 就算心里再恨对方 那形势也会有所顾忌 甚至见了面 还能笑眯眯地打招呼呢 小文尚书可不是啊 他是不管不顾 不死不休 这样的疯子 谁敢轻易招惹 为了给重病的夫人祈福 能捐了半个家业的男人 能从山脚下一步一扣手 到寺庙里的男人 不具人言 不具外人眼光 对自己都如此狠的人 谁敢得罪他呀 他们也害怕被小文尚书报复啊 他们可不想被一头恶狼给盯住 说是他们 把小文大人弄去南边赈灾了 他夫人又是一副随时断气的模样 要是等他回来 有一句话非常应景啊 天阶踏尽 宫青谷啊 文九霄主动请鹰 去江南赈灾 满朝皆经 太子殿下更是关心的文 文夫人的病情 文九霄默了默 只说了一句话 臣此去江南 亦有私心 臣要积德行善 为夫人祈福 太子和仲臣一脸麻木啊 他们不知道 现在有个词 叫做恋爱脑 若是知道 一定做个牌子 写上这三个字 牢牢地戴在文九霄的头上 不管这小文尚书是为了什么吧 他主动站了出来 连太子殿下都松了口气 果然 他当场便提出了几条建议 其一便是向商人借钱借粮 国库钱粮不足 但商人手里有啊 愿意借的朝廷给打欠条 可以抵商税 借出数目最多的三家 不仅可以成为皇商 还能得到太子殿下 亲笔提携的招牌 众臣就更加麻木脸了 真不愧是户部尚书啊 轻轻松松地 就把他们炒了好些天的难题 给解决了 当然了 也有人质疑了 会有商人愿意借吗 只一天 他们就被打了脸 这项政令一公布出去啊 立刻就有商人跑过来报名了 他们不仅愿意借粮食 还愿意捐献银子和药材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想要太子殿下 亲笔提携的招牌 不止一个商人如此 第一波来的四人 都是这样的 朝臣大惊 这 这可是真金白银啊 他们这一个个的 就不怕亏嘛 什么 三千两 五百弹 商人什么时候 这么舍得了 大臣听到 从户部传来的消息 得知一个商人 就出了这么多 他们惊了 要知道 商人都是最看重利益的 商人给他留下的印象 便是资诸必较 什么时候这么大方啊 舍得也就罢了 这商人都是这么富有的嘛 很快 又有消息传了过来 说是带头响应 朝廷政令的 都是山云县的商人 他们曾经的县态 也小文尚书回京 不少山云县的商人 就跟在后面 来经理开铺子行商来了 山云县 大臣都知道 文九霄在山云县里 做了八年县令 把山云县治理得不错 但具体怎么不错法 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只有少数大臣知道 山云县不仅产盐 还有很多紧俏的商品 但鲜少有人知道 山云县还盛产粮食 文九霄已经离开山云县了 山云县的商人 对他还这么支持拥戴 这威望也太高了点吧 大臣们的心情复杂极了 他们再一次清楚地意识到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山云县的商人都站出来了 那么京城的商人呢 能装聋作哑吗 显然是不能的 在外行走 要的便是一个脸面 人家外地的商人 又是捐银又是出粮 身为地头蛇的他们 若是一毛不拔 以后还怎么跟别人做生意啊 于是 京城的大商人 聚在一起商量离回 银子得捐 粮得出 还不能比山云县的商人少 看吧 这最棘手的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文九霄望着鱼汁 万分地不舍 此去江南镇灾 他自己都不知何时能归 他不在京里 他的知识怎么办呢 他不是没想过 要带他一起去的 可出门在外 哪有精力安逸啊 他舍不得鱼汁 吃一点苦 受一点累 再说了 大灾之后 必有大意 江南的情况 他如何 肯让他置身危险之境呢 于是却拉着他的手 去了府里的一处密室 启动机关 暗门徐徐打开 一座金山 出现在了眼前 于是淡淡地道 本想留给三个孩子的 现在 你带走吧 他艰难地说着 把脸转向一边 不能看啊 他多看一眼都心痛啊 多看一眼 他都怕自己会后悔 他攒的家底可都在这儿了 看着他那不舍的样子 文九霄嘴角上翘 吼的 都给我 你舍得 舍 舍得 舍不得 一下全没了 他心里空落落的呀 于之故作洒脱的 有什么舍不得的 不过是些死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搬走搬走 你 你都搬走吧 怎么可能是死物 上哪儿去找光泽 这么迷人的死物啊 黄金啊 这是世界上 最美丽的东西了 文九霄的心 像是被什么扶过似的 嗖嗖妈妈的 他的吱吱啊 就像一只松鼠 总爱攒啊 攒的 攒出了好多东西 他这么财迷的一个人 却愿意让他 带走所有的黄金 他闭了闭眼 腹又睁开 握着他的手 放到机关上 按下 密室的门 慢慢地关上了 金山消失在了眼前 于之不解 疑惑地看向他 闻九霄轻声道 不用 时至今日 他已高居上述之位 说还需要用到他的黄金 这些年 岂不是白活了吗 赈灾的物资 已经筹备完毕 你的黄金还是你的 为父以后 只会帮着往里面添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二十四集 于智的眼睛 磨得亮了 后面文九霄 说了什么 他一句也没听到 只记住那句 你的黄金还是你的 虽然他不介意 把黄金给文九霄用 但他用不着 岂不是更好啊 金山堆堆 还是他的 开心 又非常开心 文九霄 忍不住笑出声来 于智搜得抬头 有些不好意思 瞄不到 那什么 这些黄金呢 就先放在咱们府里 你若是需要 就派人回来送信 我立刻让人 给你送过去 总之啊 绝对不会误了 你这趟差事 放心放心 大胆地干 有我在 你不缺银子 一副特有义气的模样 文九霄笑得 更开怀了 他把于智 搂紧在怀里 在他耳边轻语 姐姐 等我回来 一定要等我回来 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会尽我所能 拯救每一个百姓的生命 不造杀人 不作善事 不求家关警局 只求上天 垂怜我气 于智闭上眼睛 好 等你回来 文九霄零出发前 去了一趟护国寺 直奔方丈大师的禅房 也不知他跟大师 怎么说的 他前脚出了庙门 方丈大师后脚 就带着四位弟子下了山 住到了平北侯府 问呢 就是修行 至于修的什么行 这佛家的事 你凡夫俗子懂什么呀 自内天苗寨祭祀 说了一句功德 文九霄就格外的上心 他去江南镇灾 便是求功德的 他人不在经理 自然是放不下余智的 既然余智的怪病 和功德有关 那他不在的时候 还是把大和尚 寝进府里镇着吧 让他日日的 为智智念经祈福 要问他是怎么 请动方丈大师的呀 其实他也只问了一句 此去江南 大师是希望本官 大开杀戒 还是既得行善 方丈大师沉思了 半盏茶的功夫 就决定下山了 文九霄是带着军队 和大夫出京的 有太医 还有他府里那些神医 名医 只要愿意跟他去的 就都带走了 走之前 他把三个孩子 叫到了跟前 爹不在府里 照顾好你们娘 周周 你是长兄 看过好弟弟妹妹 你不仅是长兄 你还是世子 这座府邸未来的继承人 爹不在 府里就由你当家做主 爹希望爹走的时候 府里是什么样 回来的时候 府里还是什么样 重担都在你一个人身上 乱世用重点 陈科下猛药 周周 莫要心慈受人 文西周望着父亲的眼睛 重重地点头 爹放心 儿子会照看好府里 照顾好娘 和弟弟妹妹的 文九霄欣慰地 拍拍他的肩膀 这是他的长子 从来就没有让他失望过 樊樊 张长 爹不在 你们要照顾好自己 也帮爹 照顾好你们娘 有什么事 找哥哥和贺小爹 也可以去找祖父和祖母 花花和壮壮也蒙点头 爹 我会看着娘吃饭的 也会和弟弟一起哄娘开心 不让娘生气 对吧 壮壮 花花碰碰弟弟 壮壮小朋友 学着哥哥姐姐的样子 陪娘 爹 要快点回来 多懂事的孩子呀 文九霄把他们看了又看 才心一横 转身离去了 这经理 都是他的牵挂了 舟舟 你爹走了吗 于智靠在躺椅上 手里拿着一本诗经 他最近对诗经比较感兴趣 其实吧 这些典籍啊 包括论语之类的 只要不需要考试 他其实还是有兴趣翻一翻的 府里住进了河上 沐浴声有时会传过来 偶尔也能听到 他们做功课的范音 静下心去听 还别有一番滋味呢 于智在考虑 要不要找几本佛经看看 护国寺的方丈大师 是不是要给他寻几个邻居呢 这经理哪座道观最有名呢 哪位道长名气最大呀 闻西周看着明仙走神的母亲 轻声的 爹一早就出发了 现在应该出了城门了 于智也就随口一问 看着身前三个孩子 你们爹出境办差了 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周周安心地去汉林院上职 花花和壮壮要好好上学 行了 都走吧 五岁的壮壮已经正式启蒙了 考虑他年纪小就没有单独给他请夫子 而是在文家的族学上学 多接触年纪相仿的小伙伴 有利于他身心健康的发展 三兄妹站着没动 虽然不说话 但担忧之色却写在了脸上 爹去江南到镇灾 恐得好几个月才能回来 娘和爹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久 爹才刚走啊 娘就担心了 娘一个人留在府里 该多牵挂爹呀 娘的身体还不好 若是思虑太重 岂不是要病情加重吗 得亏于智不知他们心中想法 不然非得一人送个脑瓜崩呢 哎 这脑补也是种病呢 文西周大了还知道掩饰 表情自然看不出什么 花花和壮壮就不行了 于智看着一脸不放心的儿女 觉得好笑 眼皮自己翻 赶紧走 当着我都疯了 哎 真是的 她不就虚弱点吗 他们至于把她当成病猫吗 就在这时 有丫鬟过来回离 夫人 世子爷 大小姐 府外老夫人要来探病 文九霄有意给长子长女立威 便让府里改成世子爷和大小姐了 丫鬟的话音刚落 于智就看到三兄妹的表情 顷刻间变得凶狠起来 那警惕和防备的眼神 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与之好笑的同时又觉得暖心 这三个孩子没白生啊 知道护着娘了 都是孝顺的好孩子呀 心里还有一些难过 都是因为她 她的孩子小小年纪 却要早早地承受这些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二十五集 两别担心 祖母那里 儿子来处理 闻西周第一时间看向母亲 花花也连忙到 对 爹都安排好了 祖母进不来的 还有贺小蝶 若不是他拽了一把 他就跑出去了 不用想都知道 他要去干什么 一直看着他们 如临大敌的模样 笑了 你们说啊 你们祖母 若看到为娘 是不是得大吃一惊 稀儿要失望啊 毕竟外头都传 她病入膏肓了 躺在床上 面容哭高 只吊着一口气呢 娘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花花一脸郑重 她不喜欢听到 任何关于娘不好的话 闻西周墨家妹妹的头 娘 你安心歇着吧 儿子领花花和郑郑去上学 顺便去见见祖母 她脸上带着笑 心里却一片冰冷 爹在爱的时候 祖母可没想着来看望娘啊 现在爹刚走 他就来了 打着什么主意 以为他不知道吗 若娘真的病入膏肓了 祖母拿花一挤对 或是透露出 要给爹续闲的话音 岂不是就要了娘的命了 爹若还在经理 祖母来看望娘 婆婆看望儿媳妇嘛 肯定是要见的 可现在却不行 爹出京了 后院女人 又有那么多的阴死手段 一个不慎 娘怕是就要着了道的 爹走之前 把这些都掰开了 揉碎叫她了 总之就是一句话 爹不在 除了外公 谁也别想进府 更不要说见娘的面了 天王老子来了 都不好使 侯夫人都快要气晕了 大胆 狗奴才 她上儿子家来 居然被拦在门外 老夫人息怒 奴才不敢 门房所有的奴才 跪了一地 任打任骂 就是不放人进去 奴才 职责所在 还请老夫人 莫要为难奴才等 滚开 本夫人看哪个敢来 侯夫人额头上的青筋 一跳一跳的 之前三儿子 把于是那个祸害 护得严严实实的 这不是她出京了吗 她就想知道 老三家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 她先是派了大丫鬟过来 大丫鬟没能进得了门 她又派了王妈妈过来 结果王妈妈 也没能进得了府 侯夫人可不就火了吗 自个儿过来了 结果被拦在外头 这让她的脸往哪儿搁呀 几个奴才不住的磕头 老夫人息怒 主子有令 奴才不得不从啊 自主子出京那刻喜 咱们府上就闭门谢客了 您要进府 除非有世子爷发话 侯夫人一听这话 就觉得眼前发黑 扶着丫鬟的手都打抖了 气得 王妈妈健壮怒喝 狗奴才 也不睁打你们的狗眼瞧瞧 咱们老夫人是谁 咱们老夫人 可是你们主子的亲娘 能算外人吗 老夫人担心三夫人的病情 倒是被一个个奴才 拦在门外了 三姨若是知道了 定会扒了你们的皮 还不快让开 把老夫人清净府去 她也是气急了 抬脚就踹啊 她是侯夫人身边 最倚重的妈妈 风光了几十年 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 门房上的奴才挨着打 仍然没有一个人让开 文九霄早就算到这一切了 门房上挑的 全都是又机灵 又中心的奴才 就在侯夫人 准备应床的时候 文西周赶到了 这是谁家的奴才 好大的威风 像才看见侯夫人似的 哟 祖母 是你啊 来送我爹的吗 我爹早就出城了 你来晚了 看到大孙子 侯夫人是很高兴的 但听到大孙子的话 再自知长辈 她也难免表情善善 文和 你今天告了假 文和是文西周的字 文西周摇头 提前跟上风说了 可以去得迟一些 待花花和壮壮 喊过祖母之后 她吩咐丫鬟和小丝 送这俩上学去 在学堂好生学习 不要辜负了爹娘的期望 有长胸的风范呢 侯夫人看着 心里暗暗点头 看向大孙子的目光 十分的柔和 文和 你上职去吧 祖母去瞧瞧你娘 你爹不在府里 你娘这里 祖母替她多看顾一些 绝口不提门房 拦着不让进的事 若换了其他的人 自己的亲祖母 还真不好拒绝 但文西周不是其他人 在她心里 最重要的人是她娘 当初他们母子 在安城相依为命的时候 可没见过什么祖母啊 有她爹她娘在 才有祖母 爹都发话了 他总不能越过他爹 认祖母吧 您是长辈 怎么能让您 跟着操心受累呢 我爹若知道了 肯定会训斥 我不敬长辈 娘这里有我 祖母好好一养天年 没灾没病 就是我们这些 做小贵的福气了 文西周这番话 说的是真心实意的 又让人挑不出 一点毛病来 侯夫人脸上的笑就淡了 看着眼前 这个恭敬的长孙 为人父母的 都是盼着儿孙好 有什么受累不受累的 你还小 不懂 温和 你忙你的去吧 我去瞧瞧你娘 大友今天一定要见到人的架势 好叫祖母知道 我娘喝了汤药 已经睡下了 你若是惦记她 就下回再看吧 文西周脸上挂着 恰到好处的微笑 侯夫人好似没听懂 她的拒绝 神经意外 睡下了 你娘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大夫怎么说 每天都吃什么药 精神怎么样 用饭多少 貌似很关心的样子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二十六集 闻西周也不嫌烦 从大夫怎么说 到每顿饭能用多少 事无巨细地回禀着 看似什么都说了 但具体什么情况 却非常含糊 比如说用饭情况 少许 谁知道这少许是多少啊 你娘这一病 倒是苦了你了 侯夫人慈爱的目光 落在了她的身上 你初入官场 没什么经验 还要顾着府里 经历上也来不了 不过不要紧 祖母会帮你 打今儿起啊 你就专心拆室就行 府里有祖母呢 一副我什么都是 为你好的好祖母模样 好家伙 这从探病 直接倒要接管评委侯府了 这怎么行啊 闻西周防的就是这个 闻西周笑了 上前扶住祖母的胳膊 示意她往府里看 祖母 看到那些护卫了吗 一队十二人 我爹临出金钱安排的 您知道我们府里 有多少队护卫吗 不等侯夫人开口 她就自己回答了 从这里到我娘的院子 有多少道门 就有多少队护卫 祖母啊 您是知道的 我爹那个人什么都好 独独一个媳妇名 外人都这么说她的吧 对了 我们兄妹三个家一起 都没有我娘一人 在她的心里分量中 这么多护卫 都是我爹安排保护我娘的 不让任何人打扰她禁忧 欣赏着祖母脸上的笑容 再也挂不住 文西周却笑得更加真诚了 说出来的话 也无比的真心 祖母啊 您就是操心太多了 这么热的天 您在摆着冰剑的屋里 靠着不好吗 瞧 就这一会儿 您演讲就多了两道皱纹 走吧 送儿送您回去歇着 胳膊使劲把人一拦 带着往回走 又沉着脸呵斥跟随的奴仆 一个个的正事不干 就是道窜托主子 这么热的天 能在外头乱走动吗 老夫人若是有个好歹 你们担待得起吗 丫鬟婆子缩着脖子 惊弱寒蝉 侯夫人 她已经气得眼前 一阵一阵发黑了 只能任由这孙子 半嫁着她走路 这个孙子 不欺然对上和三儿子 一样冷漠的眼睛 侯夫人心里有火 却发不出来 反倒把自己憋得胸闷气短 吓得一众丫鬟 脸色煞白 文西州直接吩咐 关闭府门 谁敲都不要理会 府里奴才进出 走脚门 当然了 脚门那儿也安排人守着 非常时期嘛 能不出府就不出府 文西州背着手 转头望向偌大的府邸 他已经长大了 就算爹不在 他也能护住娘了 大门上的事 于智很快就知道了 别看他病了 这府里和外头的事情 他若想知道 还真没有他不知道的 因为他有贺小蝶呀 贺小蝶可跟别人不一样 什么不能拿外头的事情 让夫人烦心 他不 只要于智问 他就说 不知道的就去打听 回来啊 说给于智听 他始终记得 自己是夫人的人 三爷啊 大少爷 大小姐什么的 他们的话 跟夫人的吩咐不冲突 他也听 若是冲突呢 他就只听夫人一个的 于智感慨 好大而长大的同时啊 也在发愁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好又好不了 死也死不掉 老天爷真会给他增加磨难呢 嫌他日子过得太顺当了 极度是一种 多么可怕的情绪啊 他这样成人窝在府里 也很无聊啊 要不找点事做啊 可是 他能做点啥呢 于智想了想 这既然婆婆都这么主动 关心他了 身为晚辈的 他怎么也得有点表示啊 不然 不就成不孝了吗 婆婆 你等着 儿媳这就给您尽孝去 哪怕怕 儿媳明儿个 也要去给您请安 您啊 一定要等着儿媳 当天用晚饭的时候 于智嘴边 擒着一抹温柔的笑意 看向三个孩子 我这病了几个月了 都没去你们祖母跟前尽孝 她其实挺关心我的 明儿是个好日子 我呢 去给你们祖母请个安去 满事接近 花花更是夸张的 手上夹的菜 都掉在桌子上了 娘 不用 话脱口而出后 意识到不妥啊 连忙解释 娘 我的意思是 祖母脾气好 您这不是病了吗 她不会跟您计较的 是不是 哥 说这话的时候 她自己都不相信 这一年多来 她看得真真切切的 祖母最是小心眼的 还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表面上带她可好了 又是心肝 又是宝贝的 见她亲得不得了 事实上呢 哎呀 不提了 说多了都是累呀 娘教过她看人看事 不光用眼睛 还要用心 她已经是一个 心里强大的孩子了 就算知道祖母的真面目 她也不会伤心失落 爹说过 人都是要这么长大的 娘无需在意 文西周咽下嘴里那口饭 您身体有样 祖母也是早就发下话 让您敬仰 您若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不是还有我们吗 祖母那里 我们兄妹 多替您敬笑就是 您快些养好身体 这比什么都强 花花和壮壮猛点头 对对 哥哥说得对 我们都能替您敬笑 于知看着努力 说服她的三个孩子 唇角勾勾勾 我就是到前面转转 跟你们祖母说说话 你们担心什么呀 可是 他们当然担心了 担心祖母说不中听的话 气着娘怎么办呢 没有可是 于知非快打断儿子的话 我这么大个人了 心里有数 周周 你若是不放心 明早陪我一起去请安吧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二十七集 闻西周迟疑了一下 倒也不是不行 反正他不用上朝 到了点去汉林院点个锚就行了 全京城都知道他母亲病了 他爹呢 去江南道镇灾去了 他去得迟一些 或是告个假 谁也不会多说什么 好 他答应了 有他陪着 祖母也不好说娘什么 娘 我 还有我和弟弟 我们也陪着你 花花和壮壮争着的 宇智看了他俩一眼 有你们俩什么事啊 跟着凑什么热闹 好好上你们学去 他就是无聊出个门 一大家子如临大敌似的 闻九霄都给他们 灌输了什么呀 真是的 宇智不用花花壮壮陪 可这俩不放心呢 从娘的院子出来 三兄妹齐聚在 哥哥的院子里 哥哥 我觉得这事 还得再商议商议 那边府里 就没断过人 花花现在上学啊 身边都带三个丫鬟 一个在学堂候着 其他两个 就跑去找人说话 他们兜里 永远装满了灵嘴 又出手大方 性子好 说话还有趣 一来二去的 在武安侯府 人员特别好 还真打听到了 不少消息 比如 那些登门拜访 醉翁之意不再久的人 娘病着还想着救下 主知道祖母的心思 该有多难过 哥 就让我和庄庄一起去吧 祖母疼庄庄 让他去缠着祖母 祖母就没空管娘了 花花积极地出着主意 壮壮壮懵点头 我给祖母背书 等他背完少数啊 也得半个时辰呢 花花眼睛一亮 对对 背书更好 他赞许地摸摸弟弟的头 壮壮真聪明 跟哥哥弟弟一样 哼 夸人还不忘把自己 和哥哥都带上 闻西周看着眼 很期待的弟弟妹妹 眸色温暖 哥哥知道你们都关心娘 但是你们要相信哥哥 明天有哥哥陪着娘呢 你们就安心去上学吧 可是我们就是想陪着娘嘛 花花掘嘴 有娘的孩子才是宝 李明灿那个嘴贱的 害得他做了好几天噩梦呢 梦里全是他害怕的情景 还是打轻了 下次遇到他 必须得再揍他一顿 闻西周看着到他腰肌的妹妹 眸中闪过心疼 自从娘病了 妹妹就一夜之间 变得懂事起来 以前那么爱闹腾 现在都会照顾人了 别人家像他这么大的小姑娘 还天真烂漫着 妹妹却开始学着管家理事了 以前圆乎乎的小脸 现在下巴都尖了 显得一双眼睛更大了 闻西周很是内疚 还是他这个做兄长的不好啊 他要是能外面府里 一把抓就好了 花花 就因为这样 你才要好好上学 你多学些本事 把家理打理顺当了 多数的时间 不就可以陪娘了 你知道的 娘最担心你和壮壮 花花如何能不知道啊 以前娘总对她说 慢慢学 有的是时间 不着急 可现在 娘恨不得 把自己会的都交给她 好吧 我听哥哥的 花花被说服了 把弟弟妹妹送回去之后 闻西周书房的灯亮到了半夜 四日一早 闻西周一见娘 吓了一大跳 娘您怎么了 唇无血色 面色枯黄苍白 只一夜 娘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大夫 快请大夫 不 把大师们请来 请来给娘念经 闻西周日觉得心慌腿软 想去搀扶她娘 浑身却一点力气都没有 怎么都卖不开腿 于之一正 她也没想到 她就做了点功课 却把儿子吓成这样 脸梦的 慌什么 稳住 两步到了儿子跟前 娘就上了个状 瞧把你吓的 好久没去给婆婆请安了 肃着一张脸去 多没礼貌啊 上 状 被抽走的力气 慢慢地回到了身上 闻西周惊魂未定地 看着母亲的脸 这是用了胭脂水粉 可女子上了妆容 怎么会是这样的呀 可不就是用了些粉吗 其实用了很多 为了有一个好的效果嘛 她从昨儿晚上 就开始准备了 来 仔细看清楚啊 以后到了外面 才不会被人骗了 闻西周凑近 细细地观察 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 哼 原来娘是上了妆啊 我还以为 吓死她了 余之一点都不心虚啊 我这不是想着你祖母 这么关心我 我总得正重点嘛 闻西周险些被自己的口水 呛住 她飞快低下头 垂下的毛子里满是笑意 娘这样可太正重了 肯定会让祖母印象深刻 祖母见了娘 以后怕是不会再跑来探望了吧 不过啊 娘有心情搞怪 这让闻西周特别高兴 她就喜欢娘今天带她去钓个鱼 明天带她去爬个山 她一点都不喜欢娘安静躺着的样子 什么 你说什么 侯夫人惊得从座位上坐直了身子 秦玉双苏氏和刘氏三轴里 也都意外地不得了 重目睽睽之下 丫鬟又口齿凌厉地回避了一遍 老夫人 三夫人 来给您请安了 话音刚落 这几位还没回过神来呢 闻西周就推着她娘进来了 祖母 室内顿时静得可怕 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鱼之一个人身上 只见她坐在轮椅上 啊不 是歪靠在轮椅上 脸色惨白暗淡 嘴唇没有一点血色 母亲 昨日的事 我都听说了 奈何 儿媳身子骨不争气 让母亲 微信了 说完这段话 她的呼吸明显急促了 好似费了多大劲似的 歇了一会儿 她又当 不能跟在母亲跟前尽小 是儿媳的不是 今日儿媳觉着 身上轻快了些 母亲 您 一向可好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二十八集 这 这 老三家这真的病得快不行了吧 这脸色也太差了吧 还有那放在腿上的手 惨白惨白的 整个人受得一阵风就能吹跑 好 好着呢 侯夫人太吃惊了 以至于说话都结巴了 你说说你 病成这样还往外跑 我又不是那等刻薄的人 你安心养病便是了 唉 都快死了的人了 他还跟他计较个什么呀 事宜 侯夫人的态度可亲切了 你养好身体 便是对我最大的孝顺了 听听 这个话说得多好听啊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婆婆去 女之嘴唇颤抖 十分感动 母亲 年代儿媳 真好 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他明显力有不殆 手舞着胸口 人无力地靠着 想挤出一个歉意的笑容来 但落在侯夫人的眼里 怎么都觉得有些惊悚啊 他恰恰手心 才没让自己撇开头去 老三家的怕是活不长了 难怪老三把人护得那么紧 他这副模样被外人见了 确实不雅啊 这一会儿啊 侯夫人就转过了百般心思 老三家的 你快别说了 我知道你是个好的 不会挑你的理 身体为重 你还是快回去歇着吧 温和 你也不懂事 你娘病成这样 能出门吗 快些带你娘回去静养 他早就忘了昨天自己大发雷霆的事了 这会儿 他只想赶紧把人打发走 这副随时喘不上气的模样 真是让人揪心的 若真在他这儿出了点什么岔子 老三那狗东西 还不知又跟他怎么闹呢 儿女都是债啊 他都这岁数了 还跟着操心 可老大呢 膝下无子 老三是个狗脾气 他不跟着操心能行吗 于之这会儿啊 已经说不出话了 只能朝他们笑笑 刘殿的目光 从侯夫人身上滑向三个肘里 某种带着歉意 然后闭上了眼睛 别看于之来去匆匆的 就说了这么两句话 以令众人震撼不也 他走了 秦玉霜三人才回过神来 母亲 三弟妹的病情 已经这般严重了 之前不是说快好了吗 侯夫人看了他一眼 你也说那是之前 你自个儿算算 老三的府上 都闭门谢客多久了 秦玉霜一想还真是 她还是两个月头前见的 三弟妹呢 后来三弟就不让人登门了 她倒是使人送过东西 东西倒是留下了 不过却没见到人 三弟妹到底是得了什么病 太医就没有一点办法吗 侯夫人垂下眼瞼 心道 什么病 治不好的病 要人命的病呗 太医若是有法子 老三能请旨去镇灾吗 你以为那镇灾是件好差事 提起这事啊 侯夫人心里很是不乐 满天下的撒银子寻民 也就罢了 为了给于氏积德其福 老三居然还请旨去 江南道镇灾 这一去 能不能有命回来都不好说 但凡他要是出点意外 玩侯府和平北侯府 还不得被人生吞活泼了吗 都怪老三家的 病成了这样还狐媚子 勾得老三连命都愿意为他舍 老三呢 也是个没出息的 就跟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似的 侯夫人是越想越生气 秦玉双三轴里见状 相互对视了眼 虽不知婆婆怎么了 却知道此时绝对不能乱说话 谁知道哪去就出了她的眉头呢 于是三人纷纷起身告辞 到了外面 苏氏才开口 刚才见三弟妹 我真的是太吃惊了 到现在我都还没回过神来 我这心哪 还扑通扑通的 谁能想到 三弟妹那样的美人 能变成这副样子 红颜薄命啊 以前她特别羡慕三弟妹 现在她是一点都不羡慕了 再美的容颜有什么用呢 儿女再出息 夫君再宠爱 命都没了 一切都是虚的 谁说不是呢 三嫂她 刘氏哽咽了 她是真心实意地 为于之担忧的 大嫂啊 二嫂 我刚才看到三嫂那样啊 我这心里难受啊 她用帕子捂住了眼 虽然自她嫁紧文家 三房一家就在外头 但说句真心话 三嫂待他们四房真不差 她能清楚地感觉到 三嫂对她的善意 从来没有轻视过她 怎么好人就不偿命呢 上天也太不公了 秦玉霜和苏氏的情绪 也很低落 往日攀比计较 各自有自己的算计 但要说生死大仇 还真没有 刘氏叹了口气 就是苦了撒孩子 苦的何止是孩子呀 还有三伯哥呢 毕竟三哥和三嫂 夫妻情深 只是刘氏是做弟妹的 这话她不好说罢了 苏氏接口的 是啊 文和是长大了 可花花和壮壮还小呢 三弟再娶一个 虽说是有咱们看顾着 可这到底是比不上 自己亲娘在呀 自古以来 在后娘手底下的日子 哪有好过的呀 老三疼孩子不假 可她是男人 日日忙着外头的差事 哪能时时刻刻 注意到内宅呀 再说了 内宅夫人多的是各种手段 让你有苦说不出 光是一个捧杀 就能把人毁得透透的 花花才八岁 就算十五出嫁 还得在后娘手底下熬七年呢 壮壮就更小了 这么长的时间 房不胜房啊 除非老三不续娶 可老三正值壮年 又身居高位 不可能不续娶啊 就算她愿意 公公婆婆也不容忍 秦玉双听到这话 却心中一动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哦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二十九集 大房无子 始终是秦玉双的一块心病 自从他想过记 娘家侄子的心思 被夫君一口叫破 并言辞拒绝之后 他就生了场病 缠绵床榻 半个多月才见好 夫妻俩虽然已经和好了 但到底是有了隔阂 回不到从前了 关于过记的事 他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他冷眼旁观着 也不知是看不上 还是因为什么 夫君似乎真的断了过记的心思 从他偶尔透露的话音中 他猜测 他应该是想把五安侯府 交给大侄子 秦玉双却不愿意 侄子怎么能和儿子比呢 哪怕从组里过记 他也愿意 碍于礼法和孝道 儿子也得孝敬他 侄子嘛 他就是再掏心掏肺 也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现在三弟妹病了 却是个极好的机会 就三弟妹那气弱油丝的模样 十有八九 也活不了多久了 他去后 三弟肯定是要续娶的 三弟还那么年轻 肯定还会再有其他的孩子 到那时候 儿子一多 或许就不那么看重壮壮了 他再提过记 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了 这样想着 秦玉双便很是兴奋 他甚至琢磨起 该让三弟取个什么样的技术好呢 相貌一般的不行 前有三弟妹的角色 相貌平平的三弟肯定看不上 性子太软的也不行 大侄子已经长成 人又特别精明 花花侄女呢 也是个心理有成算的 既是性子太软 怕是挟不住他们兄妹 该寻个什么样的姑娘好呢 秦玉双把镜里失灵的姑娘 一个个扒了来扒了去 试图给她的小梳子 挑一个四脚俱全的 和秦玉双有一样心思的 还有侯夫人 亲眼看到三儿媳那副模样 她心中有种紧迫感 虽然老三之前发了脾气 但技术的人选 她还是得挑啊 早早准备起来 趁着百日内热笑成亲 多好 至于说儿子不愿意 侯夫人也想好了应对之策 就以孙子孙女需要照顾为由 就说娶回来照顾孩子的 老三那么在意孩子 肯定会愿意娶 只要娶进门了 那不就好办了吗 只是这事儿 须得悄悄地办 瞒着老三 这会儿侯夫人 倒是庆幸三儿子 不在京里了 要不然以她的精明 怕是瞒不过去的 走了这一趟 于智放心了 她对好大儿道 这就好了 接下来啊 你祖母肯定会很忙 咱们能清静很长一段时间了 顿了一下 她笑了起来 希望你祖母啊 能忙得久一些 最好忙到你爹回来 娘 文西周一脸无奈 她聪慧不假 到底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 哪里明白夫人心里 这么多弯弯绕啊 祖母的心思 还是娘告诉她的呢 她心里难以接受 虽然娘病如高慌的样子 是假的 但娘病得这么重了 祖母不说给她炎一致病 反而是急慌慌地 给爹挑济事 说句难听的话 娘还没死呢 这就等不及了 就算猫狗养久了 也会有感情 更何况是人呢 娘那么孝敬祖母 文西周是真替她娘布置啊 于智斜了她一眼 小小年纪的 不要思虑过重 因为不重要 所以不在意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人是你们爹 是你们兄妹三个 顶多再加上你们外公 其余的都是 无关紧要的人 他们做什么 都伤不到我 娘 我知道了 文西周嘴上硬着 也认同娘的话 但心里还是一难平 文西周一走 于智就无聊起来了 溜溜答答的 她就到了 护国寺方丈大师住的院子 大师 眼睛呢 于智特别热情地打招呼 正在敲目渝的 方丈大师停了下来 面容平静 女施主有礼 她身后的几个人 也跟着双手合十 有礼有礼 大师们都有礼 不愧是护国寺的高僧啊 瞧瞧人家这素质 就是高 看到一旁有个蒲团 女子也不嫌弃 伸手一拽就坐上面了 一副主人的派头 摆开了辽家常的阵势 大师和几位师傅 在府上住的可舒心啊 可有怠慢之处 若是有什么需要 直接交代下头人便是 阿弥陀佛 女施主言重了 贫僧乃方外之人 方丈大师宝相庄严 低垂的眉眼 特别地悲铁敏人 懂懂懂 方外之人嘛 不注重外物享受 是这个意思吧 女之眼睛闪了一下 壮丝好奇地问 大师为何称我为女施主啊 大师都是方外之人了 在大师眼里 众生是平等的 那为何施主还有男女之分呢 方丈大师 撵着佛珠的手一顿 郑重的 施主果有慧根 是贫僧着相了 不不不 他瞎掰的 他能有什么慧根呢 倒是这位方丈大师 含养是真的好啊 想了想 你知道 大师帮我看个相吧 就看看我是否是短命之下 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 我捐一千两相要钱 金山还在 他阔绰着呢 阿弥陀佛 贫僧到行前 看不到施主的面相 方丈大师面露愧色 当时他身后的一人 嘴角抽了一下 别人都忌讳死字 他却直接说自己短命 对了 上回花重金求签的也是他 小文尚书的夫人 果然是与众不同的 也只也不介意 大师 您是高僧 您瞧瞧我身上 是不是有什么古怪 可是冲撞了什么 最后这一句 纯粹是胡说八道的 方丈大师继续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是看不出来 还是看出来不好说呀 这和尚就这点不好 总喜欢故弄玄虚的 好在于知呢 也不是真想知道什么 他的目光 落在了方丈大师的佛珠上 大师 把您那佛珠送我了呗 我压压斜碎 您这牧鱼也不错 这声音听着 就让人心里安宁 有多的吗 也送我一个呗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三十集 鱼汁在蒲团上坐了一上午 最后走的时候啊 不仅要了人家的佛珠和牧鱼 还拿走了人家的两卷经文 目送着鱼汁的背影 方丈大师神情肃母 小文尚书的这位夫人呢 他的确看出的不多 只看出他神魂不稳 看出来了就不能说 那位小文尚书啊 方丈大师摇了摇头 继续垂目送经 鱼汁把佛珠缠在手上 问贺小蝶 好不好看 贺小蝶点头 好看 三爷爷有 鱼汁高兴了起来 对 他也有 他带右手 那我就带左手 我们就是天生一对 贺小蝶 夫人在说什么 他听不懂 杀了 文九霄坐在案前 头都没抬 轻描淡写的口吻 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 就这样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 这 户部主事却面露难色呀 按不了 冷淡的声音在头顶上响起 户部主事心中一紧 猛地抬头 却对上文九霄那双深邃 而又锋利的眸子 他的半边脸 隐在光影里 让他看起来更添三分危险 户部主事心里咚咚地敲鼓啊 慌忙垂下头 眼里闪过犹豫 他道 回大人 那李良与太子殿下 有些瓜葛 哦 什么样的瓜葛 文九霄的一双眸子 伸得如千年骨痰 户部主事轻声回禀 太子后院又为姓崔的夫人 上个月才为殿下担下一子 而这个李良便是那位崔姓夫人的表兄 杀了 文九霄依旧面无表情 本官不管他有什么身份 有什么靠山 只要他犯了律法 在本官这里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当战 沈氏的目光打烂着户部主事 赵英 你若办不了 本官不介意换一个主事 户部主事赵英心中一灵 连忙应当 回禀大人 下官能办 下官这就奉命行事 顺便把礼府抄了 抄得钱财登记造册 用于百姓赈 文九霄这才移开了视线 赵英如蒙大赦 忙不迭地退下 等到了外头 才敢深吸了口气 暗了暗 依旧跳得厉害的心脏 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 沉着脸往外走 小文尚书向来轻正耿直 是他想岔了 户部主事可是个肥缺啊 这一回能跟着尚书大人出经历练 对他来说是难得的好机会 他怎么就猪要蒙了心胡思乱想了呢 真是不应该啊 赵英恨不得能给自己一个嘴巴子 扇死之前糊涂的自己 现在 他一心把大人交代的事办好 什么心思都没了 屋里 文九霄起身站了起来 走到廊下 看外面的天 天又阴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再下雨 小雨还好 若是大雨 暴雨 连阴雨 那对他的镇灾工作 又是雪上加霜了 他垂眸看向手腕上的佛珠 眼底全是蹊跷 所有人都知道 他这次下江南镇灾 是为了病重的夫人祈福的 积攒功德 他们便以为他会有所顾忌 他的心会变得柔软 他都严令静止 不许各地百姓流窜走动了 这个礼良 身为一线父母官 暗地里却只使染上十亿的百姓 冲击他的住所 但大包天也就罢了 还如此的心思歹毒 以为他不敢杀他吗 错 大错特错 他来着江南走一遭 谁敢拖他后腿 谁敢阻碍他获取功德 谁敢给他添堵坏了他的事情 他就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绝对不会有半分手软 那些无知的百姓也就罢了 李良这个幕后主使者 和那个领头的里长 他是一定要杀掉的 只有他们死了 才能震慑江南道的官员和百姓 他接下来的行程 才能轻松一点 他的芝芝啊 在境里可好 一想到放在心肩上的女人 闻九霄脸上就浮现出思念来 快了 很快的芝芝 我很快就能回去了 鱼芝在干什么呢 他在敲木鱼 敲一下 敲一下 再敲一下 鱼芝觉得这木鱼的声音 还怪好听嘞 他像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 敲了半个时辰才停下来 身边立的几个丫鬟 立刻拍手 好听 真好听 对 夫人敲的木鱼 比庙里的好听多了 鱼芝嘴角抽了抽 在一众热情捧场的丫鬟中 贺小蝶的敷衍就特别显眼了 其实 说敷衍呢也不准确 毕竟贺小蝶是第一个拍手的 夸赞的声音也最小 态度也异常端正 可是配上那面无表情的脸 和没有任何感情的声音 顿时就让人想起四个字 被迫营营 鱼芝看下贺小蝶 昨晚那人 关着呢 见鱼芝来了兴趣 他皱了一下眉头 那人是个嘴硬的 杀了吧 既然问不出话来 不杀了还留着浪费粮食 本来鱼芝只是随口一问 现在他是真有些上心了 毕竟贺小蝶都说嘴硬了 那这个人肯定不简单 我去看看 也就是从七八天前吧 这府里啊就不大安宁 前面的动静都是小打小闹 鱼芝呢也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昨天夜里 居然有人摸到他屋外了 若不是有鹤小蝶在 那人准进他的屋了 鱼芝这边沐鱼声一停 隔壁的隔壁的几个大和尚 总算是松了口气 身子肉眼可见地松弛了下来 方丈说得对呀 这位小闻夫人 果然是有慧根的 那沐鱼敲的都格外的语重不同 特别地提神 连他们听了都觉得 有一口气上不来也下不去 你的 鱼芝看着被五花大绑的接下球 有些意外了 死是部分男女 贺小蝶面无表情 夫人 您说过的 职业部分男女 不大有职业其事的 鱼芝转头 我说过这话吗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记得了 六年前 您和我一起 去挑一个杀手组织的时候 鱼芝转眉想了一下 好像是我这么个事啊 不过 他果断地否认了 我肯定没说过这话 定是你记错了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三十一集 记错啊 是不可能记错的 不过对于之的赖皮 贺小蝶显然是习惯了的 看了他一眼 言不发 死事不愧是死事啊 于之也没问出什么来 他一病得快要死的女人 有什么值得别人惦记的 连死事都派出来了 应该是冲着文九霄来的 远在江南的文九霄 遇到什么了 或者说文九霄赈灾 动了谁的理 夫人 杀了吧 贺小蝶追在后面 于之嘴角一抽 洗了体验 都孩子的娘了 别动不动就杀爱杀的 满手鲜血 不难完呢 贺小蝶想了一下 夫人放心 我会出异地险 于之 杀什么杀呀 他怎么对杀人这么执着呀 不杀 送衙门去 让整个京城都瞧瞧 他叫小文大人 在江南为朝廷出生入死 是经理 却有人朝他府里捅刀子 这不是让忠臣寒心吗 朝廷还管不管呢 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大张旗鼓地送过去 动静大点 把人看紧了 别死了 夫人 贺小蝶追在身后 我都审不出来 官府能审出什么 现在送去 八成过不了夜 就死了 宫人怀疑官府的执行能力 除了贺小蝶也没有谁了 还是杀了吧 趁现在还没走远 我追上去过个刀 保证不会被人发现 对于于智把人送官府的决定啊 贺小蝶还是耿耿于怀的 他不管是谁的人 有什么目的 只要敢对夫人不利 下场就只有一个死字 对于贺小蝶的一根筋 于智也很头疼 会哭得孩子有糖吃 受了委屈呢 你不说出去谁知道 我管他能不能审出来 死不死的 我呢只需要让外头知道 就算三爷不在京里 就算本夫人我病病歪歪的 咱们府也不是好欺负的 说后半段话的时候 于智的语气懒洋洋的 却透着一股肃杀之气 贺小蝶对对手指 好吧 您是夫人 您说了算 都来瞧都来看了 上书府昨夜抓了个刺客 丧尽天良 不做人了 我们上书大人身负朝廷重任 前往江南震灾 一心为国为民 他前脚出京 后脚就由刺客 潜入府里 行刺我们病重的夫人 宫里何在呀 我们夫人受此惊吓 病情更加严重了 可怜我们三位小主子 年纪还小 惶恐不安呐 浩浩荡荡 十几人压制刺客 前往官府 前头一人敲纸锣开路 后头也有一个人 提纸锣压阵 两侧各有两个散门洪亮 能说灰道的小私 负责喊话 一人说完 前头敲锣三下 再换另外一人说话 然后后头敲锣三下 如此往复循环 都不带乱的 世人呢 本就热衷看热闹 何况这还是 高门大户的热闹 追着看的百姓 就更多了 不仅看的津津有味的 还有人接话 你听听 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客人哪里 是奔着你们夫人去的 分明是奔着 你们尚书大人去的 这府里一出事 尚书大人 还能安心治灾吗 这位兄台高见 瞧 这还互动起来了 更多的是百姓的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哪家府上的 这都招到刺客了 怪吓人的 你没听见吗 尚书府的 什么 哪位尚书 去江南镇灾的 夫人还病重的 除了户部的小文尚书 还能有哪位 我的老天爷啊 这还有点王法吗 小文尚书可是为好官啊 这人不在京里 朝着府里的孤儿寡母下手 这心肠太黑了 好官难当 好人难做 这世道 百姓有的义愤填膺 有的面露不忍 有的不停摇头 这俗话说得好啊 乱拳打死老师父 谁也没有料到 病病泱泱的渔知 会不按常理出派 这样又是张又是羊的 走了一路 不到半天啊 这事就传遍了整个京城 当然了 鉴于于知病得快死的流言 别人可不会以为 这是他的主意 都觉得这是文西书的手笔 这年纪轻轻的 倒是个能豁出去的 狼崽子呀 就是这心呢 太急了点 也太意气用事了点 听了回禀的于知笑了 好了 从今天起 全京城的目光啊 都会盯着他们府了 或而言之 这么多人盯着 他们府不就安全了吗 他再也不用担心 半夜会有不速之客了 于知是放心了 可文西周却不放心 他一心要为娘守夜 香房都不住 让人搬了张床 放在廊下 他要睡在那儿 睡在他娘的屋外头 于知感动 不愧是他的好大儿啊 太孝顺了 果然过上十年 他就想上儿子的福了 不过 儿子有这心就够了 娘知道你孝顺 但不用了 咱们府里又不是筛子 还能日都来刺客 文西周不听劝 不怕遗忘就怕万亿 一早知道 昨夜刺客进了娘的院子 他吓得心跳都快停了 你还要当差呢 休息不好精神不济 无论差是怎么办 在哪儿不都一样睡觉 于知看了看儿子 摸了摸 坏的文字多 你能说好 文西周不以为意 熏一熏 挂领杖子便是了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于知心想 儿子长大了 会用他的话 来堵他的嘴了 早就等在一旁 插不上嘴的贺小蝶 终于找到了机会 世子爷 您是不是忘了我 有我贺小蝶在 哪个小小 敢冒犯夫人 笑首页 也是我贺小蝶 用得着您世子爷吗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三十二集 母子俩的目光 嗖地转向了贺小蝶 于之福娥 对哦 还有贺小蝶呢 他们都是女的 可以睡一张床吗 对对对 有小蝶呢 不用你 于之连忙道 见儿子还想再说什么 他又道 你要实在是不放心呢 把花花和壮壮 建你院子里照顾吧 文西周一下 也对呀 刺客能对娘下手 难保不会对弟弟妹妹下手 娘这里呢 有小蝶姐姐 可弟弟妹妹 对心中一紧 好 儿子这就让人收拾屋子 好不容易好大儿走了 于之松了口气 四朝道 你看 不放心我呢 世子爷孝顺 客小蝶难得说了句 好听的话 于之往身后靠去 我们一会儿 你也去歇着吧 贺小蝶一退下 于之就睁开了眼睛 他看向手腕上的小绿 绿啊 这一个个的都把我当成纸糊的了 也是 我自己都感觉到了 我气血不足 精神不济 不过 我觉得 我还是能刷几招剑的 他转着镯子 绿啊 你又是怎么回事 纯睡了 掉极了 能量不足了 现在的小绿 退去了翠绿的颜色 脸去了周深的光泽 连长出了两片小叶子 也没了 任谁见了 都会觉得是一只廉价的玉镯子 也就比最初好一点点 也就是因为小绿的变化 于之才更加笃定 他身上出问题了 文九霄的府里进了刺客 朝廷果然重视 文九霄在江南正在呢 他府上却进了刺客 这不是公然打朝廷的脸吗 太子殿下在早朝的时候 发了很大的脾气 责令刑部大理寺等有关部门 彻查此事 务必要给尚书府一个交代 不过进展的不是很顺利 就如于之预测的那样 那个女死士第二天夜里就死了 比于之预测的多活了一天 全身没有任何致命伤 但人凉了 太子殿下鲜少真的动怒 可这一回他是真的怒了 具体表现为 他的表情特别平静 大臣们都知道 太子殿下越生气 表情越是平静 他若大声责骂 气氛砸东西 或是阴阳怪气的嘲讽 那没事 那表示啊 虽然你蠢 但是太子殿下 还是愿意给你一个 将功赎罪的机会的 他若是连骂都不骂你了 那就表示 在他的眼里 你已经无可救药了 太子殿下看来看 跪了一地的臣子 嘴角勾了勾 人是在刑部大牢里死的 怎么死的 你们却告诉姑不知 这也不知 那也不知 姑要你们何用 周冰 姑看你这个刑部尚书 是当到头了 他的语调 没有半点起伏 臣无能 臣有父殿下期望 刑部尚书周冰 捶着头请罪 姑不是来听你请罪的 姑只想知道 那名刺客是怎么死的 与你三天时间查明死因 其他的废话不用多说了 上一回 陈公在牢中自枪 虽有某些势力的插手 但他仍然觉得 丢尽了颜面 这一回 又是重犯死于牢中 这是对他这个 监国太子最大的轻蔑 臣 遵旨 太子殿下一甩袖子走了 留下一众臣子面露苦涩 这案子不好查呀 可再难查也得查 不然太子殿下那儿 交代不过去呀 太子殿下的心情 特别的糟糕 想闻尚书赴江南赈灾 其留在京中的病期 却受了这么大委屈 幕后主使没有抓出来 也就罢了 连唯一的线索都断了 又想到在庙里清修 为爱女祈福的余仙上 太子殿下更觉得心虚啊 突然 他眉心一紧 沉着脸问 外头谁在喧哗 内侍见状 连忙出去询问 片刻之后就回来了 回禀殿下 是崔夫人 是崔夫人 嚷嚷着要见您呢 太子殿下 眉心皱得更紧了 内侍小声回禀 崔夫人有个表兄 在江南到任县令 犯了大错 撞到小文尚书的刀口上了 什么样的大错 这 具体的不大清楚 只知道 和实意有关 太子手下一顿 那他还闹到什么 我见不见 让人回去 是 内侍又退了出去 不知怎么说的 反正是把人给劝走了 太子殿下还是静不下心来 死事 明目张胆地 往大臣府中派遣死事 还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这让太子 对自己的掌控力 都产生了怀疑 正沉思着呢 外头又起了喧哗声 这回不用太子吩咐了 内侍就小跑着往外 当他看到外面的人是崔夫人时 都忍不住叹了口气 要他说 这位崔夫人也是个蠢的 以为自己为殿下诞下儿子 就有功了吗 他没看到这府里嫡叔的皇孙 就有三位了吗 太子妃膝下的长皇孙 早就领差事了 一个窝窝里的树地算什么呀 说句那不好听的话 太子殿下可不缺儿子呀 他要是这位崔夫人 才不管什么表兄不表兄的 安分地把儿子养大才是正经事 待将来殿下登基 总不会亏待他便是了 现在上窜下跳的 愚蠢 太愚蠢了 这位崔夫人呢 不知受了谁的蛊惑 死活要见太子 赖在这儿不走了 到底是太子的女人 下头的人也不好硬来硬转 那时没把人劝走 只好回去回禀 殿下 小公子病了 崔夫人心疼 求您去看一看 太子殿下瞬间就变了脸色 语气冷如寒冰 病了就找太医 姑又不会治病 让他回去 姑忙着呢 不见 就这一会儿 孩子就病了 妇人争宠惯食的手段罢了 太子早年在宫里的时候 见得多了 他最厌恶的便是 以孩子博去宠爱的人 对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能下得去手 太子殿下眼底扶上技巧 去告诉太子妃 崔氏行事不周 顺便也转告他一句 好好养着姑的儿子 他若是不会养 那就报给别人 他儿子的母亲可以传 但绝对不能毒 奴才遵命 那时微攻着腰 心里对崔夫人充满了同情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新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三十三集 外头很快跪越安静了 崔夫人前脚被抢送回院子 太子妃的身池后脚就到了 崔氏行事不周 有识体统 禁足三月 超女戒十遍 本来这点事呢 静足一个月就行了 但谁让他正好出了 太子殿下的废管子呢 得知刺客死了 于之一点都不惊讶 又得知刺客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于之好奇了 问他好大儿 你见到失身没有 闻西周摇摇头 未曾 他能知道的这么详细啊 也是有赖他爹留了人手在京里 要不然他一个踩进汉林院的小修传 谁踩他呀 武作也验不出死因吗 听说是这样 于之更好奇了 提议的 咱府上不是做了不少能人议事吗 你想想办法 让他们去看看 文九孝带走了一部分 府里依然还有不少人 这么多人光吃饭也不是办法对吧 得让他们做点事情 不然多亏呀 闻西周心动了 人都死了 死因不明 按理说不应该呀 谁知道武作是真的没验出来 还是验出了不敢说呢 娘 我试试 于之缓缓点头 你再想个法子遮盖一下 不要让人知道 咱们府上参与进去了 对了 京里的水不够浑 你再搅一搅 说不准就搅住掉大鱼来呢 在闻西周琢磨 怎么才能不着痕迹地 接触那个女死士的尸身的时候 贺小蝶按捺不住了 世子不用烦恼 我去把尸身 偷出来便是 闻西周大惊 连忙劝阻 不用不用 哪里需要小蝶姐姐费心啊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呀 我何时说过谎 那好吧 贺小蝶一副遗憾不已的模样 闻西周狠狠地松了口气呀 她哪里想到什么办法 不过是敷衍贺小蝶的罢了 但凡她露出迟疑 小蝶姐姐就真的能干出去偷事的事 娘说小蝶姐姐胆子奇大无比 不堪着点能把天都捅漏了 可不是吗 当初一身的伤还没养好 就敢跑去刺杀白国公 疑似不成还敢二次三次 于之觉得 她这已经不是胆子大的事了 她的身上很有一股风劲啊 可是如何才能进到刑部大牢呢 这其实不难 难的是怎么才能见到那具尸首 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 大家的目光都在盯着呢 还是余之点了她一句 你呀 想的太多了 咱们府上是苦主 见一见刺客的尸首怎么了 刑部的人咽不出端倪来 不代表别人也看不出来呀 你那就大大方方带人去就是了 顺便看一看他们的态度 谁死命拦着你的 谁的嫌疑就最大 闻西周如梦初醒 高兴的 娘 儿子懂了 儿子这儿就去 看着儿子迫不及待的背影 李直笑了一下 想要进刑部查验失手 法子多着呢 其实吧 鸡鸣狗道 他比贺小蝶更擅长 不经动人的法子也有 找个会易容的 费点功夫混进去 不就是了吗 可是身为苦主 为什么要行暗事啊 他不仅要明着来 还要大张旗鼓地来 不是查验不出死印来吗 那我好心帮忙 行不应该感激不尽才对呀 要是推着拦着敷衍着 是何居心呢 好大人聪明是聪明 可到底年龄在那摆着呢 力量不足 御师考虑的也不够周全 所以他还不能放心地闭眼 撑着吧 死老天 看谁能熬得过谁 花花 你怎么了 顾怀威一脸担心地 看着一进屋 就把书包往桌上一扔的花花 盘腿坐在桌岸上的花花 冷哼了一声 我不高兴 你别跟我说话 顾怀威缩了缩脖子 更担心了 他拿过花花的书包 小声道 花花 今天的课业 是不是很多 我帮你写 花花不理他 顾怀威也不生气 竟自拿出他的书本 熟练的嬷嬷 替他写起课业来 这项业务啊 他做得可熟练了 小一年下来 他把花花的字 模仿得可笑了 至少夫子从未发现过 屋里的两个小孩 一个专心写功课 一个坐在桌岸上生气 顾怀威的小丝伸头 朝屋里看了一眼 对这样的情景 早就习以为常了 花花 写好了 顾怀威小声地 跟花花说话 仔细地等字机晾干 然后一一地 给他装回书包里 花花 你别生气了 要不你去我家的野务场 去打拳 我让我爹 也给我弄一个 像你家一样的沙袋 顾怀威提议 花花心情不好的时候 总喜欢打沙袋 打一百下 气就消了 不去 花花拒绝 其实他现在气也 消得差不多了 顾怀威 你说有的人 怎么那么坏呢 您知道事情是不对的 他们还做 我娘说 这是不道德的 你说 安生过日子过好吗 非要生事 太烦人了 花花抱怨他 顾怀威一脸猛 啊 是吗 花花是什么意思啊 好在呢 花花也不需要他回应 依旧自顾自地吐槽着 我说的是我祖母 我是晚辈 这样说她显得我好没教养 可我真的忍不住吗 顾怀威松了口气 哦 听出来了 是花花的祖母惹她不开心了 人家的祖母多好 又慈祥 对晚辈又疼爱 我祖母 光会拿好听的话哄人 其实 我也是拿好听的话哄她 我娘说了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是相处出来的 我长到七八岁才会经 才见到她的面 没有什么感情呢 还不如和我养的那只小乌龟感情深呢 就算这样 我也是她孙女吧 我长得不可爱吗 我不乖巧懂事吗 我说话不甜吗 她怎么能想着 月顾我娘给我定亲呢 顾怀威 你知道定亲 是什么意思吧 花花看向顾怀威 本集晚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三十四集 顾怀威点点头 又摇摇头 花花翻了个白眼 顾怀威 你真笨 你连定亲都不知道 定亲就是 我长大以后 就要嫁给那个人 像我爹娘那样 像你爹娘那样 两个人住在一起 还有生小孩呢 不要 花花你不要定亲 顾怀威一下子 抓住了花花的手 脸上都是哀求 花花你别定亲好不好 我当然不想定亲 这是我祖母的一厢情愿 你知道 我祖母要给我定谁不 谁 我姑母的儿子 算是我的表哥吧 也可能是表弟 你还有姑母 嗯 我爹说有 但我没见过 听说是嫁得好远好远 祖母收到她的信 是姑母的老来子 我也不知道 她是比我大 还是比我小 反正我 才不要嫁得那么远呢 我离不开我娘 我娘说 近亲不能成亲 会生下傻孩子 表兄妹就属于近亲 祖母还想瞒着我娘 我一下子就知道了 姑怀尾 我告诉你啊 祖母院子里有个丫鬟 姐姐可喜欢我了 我想知道什么 就全部都能知道 姑怀尾却眼睛一亮 对 花花你别和她定亲 你可以和我定亲呀 我们住得这么近 你天天都能见到你娘 越想啊 她越觉得这个主意好 对 咱俩定期 你嫁给我好了 你想住我的院子 就住我的院子 你想住你自己的院子 就住你自己的院子 我也可以和你一起 住你的院子 她目光灼灼地望着花花 未能帮到朋友而兴奋 你 不行不行 花花连连摆手 顾花月不服气了 为什么不行 我可以帮你写课页 替你吃你不喜欢吃的菜 我什么都替你的 花花纠结 顾花月是很不错了 又乖又听话 她欺负她 她也不生气 可是 你太矮了 你看你爹 再看我爹 多高啊 我得嫁个个子高的 不然生下的孩子 全是矮冬瓜 抽搐了 顾花月着急了 我 我 我好好吃饭 我还小 我长大了就高了 像我二哥一样高 她的几个哥哥中啊 二哥最高 花花撇嘴 敷衍她 好了好了好了 你让上什么 你都逆长高了再说 顾怀韦却当真了 真的 不许反悔啊 我肯定能长高的 花花不耐烦 真的 真的 心里却在想 怎么样 才能不让祖母得丑呢 顾怀韦高兴极了 在隔壁待了半下午的花花呀 这心里终于舒服了些 她和顾华卫说的 都是自己的心里话 要是嫁人 她才不会嫁那么远呢 她会想爹娘和哥哥弟弟 要嫁就嫁在京里 离爹娘越近越好 到时她想回来就回来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就算是李明灿那小胖子 也行啊 她家离的也挺近的 娘说啊 每个胖子都是钱里骨 她爹娘挺好看的 她应该也不会难看吧 她还打不过她 她要是不让她回来住 她就揍她 使劲地揍她 揍得她不敢有意见 至于李明灿 闻不成五不就的 她能干不就行了 何况 她还有爹娘哥哥弟弟呢 那都是她的依靠 靠相公啊 只是一时的 女人最终还是要靠儿女 她多生几个聪明能干的儿女 这辈子不就稳了吗 像娘一样躺赢 李明灿 哼 她要是听话就给她饭吃 要是不听话 干二伯似的成天 干二伯母吵架 那就把她揍得下不了床 不过 最好还是不要嫁人 嫁人有什么好的 一点意思都没有 花花呢 不想嫁人 她就想一辈子 都待在娘的身边 祖母打她婚事的主意 花花自然不敢让她娘知道 生怕娘气坏了身体 可她告诉了哥哥 哥哥 怎么办呢 她倒不担心 祖母真给她定了亲 有爹在呢 就算真定下了 爹不同意 照样能退 她就怕这事传到娘的耳朵里 娘肯定是要生气的 娘一生气 娘这病啊 一点都不能吃气 文西中的眸中闪过阴沉 快得花花一点都没发现 她看着 愁得不得了的妹妹 别怕 有哥哥呢 这事就交给哥哥了 不仅让祖母打消这个念头 还一点风声都传不到咱们府里 花花很信任哥哥 开心的 哥哥真好 哥哥厉害 文西中唇角飞翘 那是当然 哥哥厉害是呢 谁也不能让我们家花花受了委屈 这是她的妹妹 他们家的小姑娘和她一母同胞 留着相同的血脉 无论如何 她都会护住的 花花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一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 文西中才收回了视线 面上冷如寒霜 眼底击窍从生 果然呢 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利益和算计 唯有他们一家 才是最亲最近的 她摸着大胖的狗头 轻声道 啊 你说我是不是 该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免得他们总把她的礼貌 当成理所当然 文西中一边揉着狗头 一边在心里撕存着 然后给远在江南的爹爹 写了一封信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三十五集 江南 大人 卓正阳从外头进来 指了指物理询问 守在外面的护卫 护卫轻轻地点了下头 做了个小心的表情 卓正阳立刻往旁边站了站 心情不好 护卫又点头 何止是心情不好啊 那简直是风暴啊 这半上午已经训了仨了 护卫十分同情 即将进去的卓正阳 那我下午再来吧 明知道小文尚书在气头上 他才不上赶着去当炮灰呢 至于大人心情不好的原因 那别人不知道 卓正阳和守门的护卫却都知道 今儿一早 大人收到了世子爷的信 自从到了江南 大人但凡收到经理的来信 就没有心情好过 他还是闭着点吧 卓正阳 进来 屋里传来文九孝的声音 得 这一下闭不开了 卓正阳顶着护卫同情的眼神 推开了门 大人 文九孝背对着他 看着墙上一幅字画 半天也没有出声 卓正阳不免得有些忐忑了 心道 这经理又出什么事了 难道是夫人不好了 想到这儿 他不由心中一紧 身为大人的心腹 卓正阳自然清楚 夫人在大人心中的地位 这次江南之行啊 大人也是为了夫人 若是 正胡思乱想之际呢 便见文九孝转个身来 你收拾收拾 回去 卓正阳一正 立刻便当 下官遵命 文九孝嗡了一声 又传着脸一声声吩咐 卓正阳不住地点头 是 大人放心 属下定会办土了 文九孝缓缓点头 最后又壮似随意地加了一句 回去的路上 你顺便绕了西田 把我那姐夫打一顿 七不叫夫之果 还一点都不圆 还有我那个小外甥 听说 被浇灌得不像样子 我身为舅舅甚是担心 既然姐姐和姐夫管教不好 那就给他寻个严厉的岳家 让岳家去管吧 你千字盯着 让他们把小外甥上的亲事定下来 卓正阳满头雾水 大人怎么会吩咐他去做这样荒唐的事情 不过 既然是大人让他做的 那他肯定完成就是了 是 下官一定盯着表少爷定下亲事 唯一能肯定的是 大人的姐姐和姐夫肯定是惹到大人了 行了 去吧 路上小心 文九孝抬手把人打发下去了 刺打到了江南 文九孝就没有顺心过 疏通河道排鸡水 安置百姓 控制十亿 这也就罢了 江南到的官场也十分的令人头疼啊 更可气的是 他在江南为朝廷拼命 金里居然有人敢打他夫人的主意 刺客 以为他远在江南便鞭长莫及了吗 天真 一早收到儿子的信 母亲和姐姐居然盯上了花花的亲事 可恶啊 这是笃定了知之活不长嘛 这一点才是文九孝最生气的 要说辛寒 他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情绪了 因为失望的次数太多了 都习以为常了 他不再经历 什么牛鬼蛇身都跳了出来 不行 江南这边还要加快点 要再快点 那些推尾不配合拖后腿 甚至杨风英伟的官员 他没有耐心再跟他们周旋了 还是都杀了吧 皇上呢 应该也快不行了 太子登基 定会加世恩科 多得世人往家南田 卓正阳一边赶路 一边琢磨着 怎么才能把大人交代的事给办好 大人命他把姐夫打一顿 可大人的姐夫是武将啊 他一文若说声 咦有了 他不会功夫 不代表其他人也不会功夫啊 他的目光 落在了赶车的车夫身上 这位可不仅仅是个车夫 这还是大人身边的护卫 那功夫好着呢 大人特意调给他用的 突然他神情一正 恍然大悟 原来大人早有安排啊 大人不愧是运筹帷幄 早就算计好了 他只要照着形势便是了 卓正要对他家大人 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刑部上述 不 是刑部所有的官员 一听到文西周的名字 就头疼 这位不知抽了什么疯啊 是日日跑到刑部来问刺杀案的进展 上有太子殿下压着 下有百官盯着 平北侯府这位小爷 还日日跑过来问 这不是逼死人的节奏吗 有个屁的进展 那人都死得透透的了 天还不能结案 那位小爷呢 不仅问进展 还要看尸体 不让他看 凭什么不让他看 是不是刑部私底下 把尸体处理了 不然为什么 不敢让苦主看呢 这么热的天 那尸体本就保存不易 可那位小爷 他不乐意啊 死一枚查出来 就任由尸体腐烂了 你们刑部有故意知嫌呢 这是在为谁遮掩呢 不愧是状元郎啊 内口才 整个刑部 都没有一个变过他的人 刑部能怎么办 为了保住尸体不腐烂 只能把尸体存放进了冰窖 光是那银子 就哗哗地往外躺啊 躺得刑部尚书心都抽中 更可气的是 平王不知从哪冒出来了 冯有文西周来刑部 他十有八九都在 文府的这位小爷 虽然说话气人 但还算讲道理 可平王却不一样啊 他是一点道理都不讲 胡搅蛮缠 动不动就威胁 要去找太子殿下做主 刑部上下 是憋了一肚子的气 还没出仨 文九孝的姐夫姓江 是个武品的武将 武品的官员 放在经里啊 不显眼 但在外头 已经很够看的了 借着经理岳家的事 江家在西田住的宅子 比知府大人的府邸 还要气派 当然了 知府大人 也要让他三分 谁不知他岳家 一门双喉 小舅子 还是那位最年轻的 小文尚书呢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 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三十六集 江姐夫在西田 真可谓是横着走 此刻他正 AOAO的 被小丝搀扶着 坐下来 他的夫人文大姐 焦急地站在一旁 老爷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江姐夫吸着气 我还想知道 怎么了呢 疼死我了 他歪着身子 靠在座位上 江大姐莫名其妙的 你这是摔到 沟里去了 那肯定不是被人打的 连知府 都给他家老爷 挤了面子 哪个吃了 雄心豹自胆的 敢打老爷 何况 老爷出门 都带着护卫呢 可要说摔到 沟里去吧 也不像啊 这脸上手上 连点擦伤都没有 胳膊和腿 也是好好的 这是怎么了呀 回 回夫人 老爷 这是被人打的 伺候的小丝 心直口快 什么 被人打的 文大姐不敢置信 声音高抗 江姐夫恨不得 能捂上耳朵 没好气得倒 你嚷嚷个什么 文大姐一脸焦急 坏加气愤 不是 老爷 谁打了你呀 声音依然很高 江姐夫却面色难堪 你胡说什么 在西田的地头上 谁敢动老子 是切磋 切磋懂不懂 哎呀 我的腰 文大姐连忙上前关心 老爷的腰伤着了 大夫 有没有看过大夫啊 不要看大夫 我自己的身体 心里有数 都是皮外伤 不碍事 那怎么能行呢 老爷你疼得这么厉害 还是请大夫看了 放心 你说你 一把年纪了 怎么不把自己身体 当回事啊 行了行了 我说不请就是不请 请了大夫 这一身伤怎么解释啊 他不要脸的吗 文大姐生气了 不请就不请 反正疼的是你 到底还是心疼男人的 你跟谁 起诉弄这一身伤啊 你当自己还是小年轻 你都是做祖父的人了 能不能有点真心 还不认你弟弟 江姐夫呢 也是一肚子的怨言 文大姐就奇怪了 跟我弟弟有什么关系啊 他招你惹你了 谁知道他发什么疯 那个姓卓的说话阴阳怪气的 跟着他黑脸护卫 直接要找我切磋武艺 他那是切磋吗 那是你弟弟身边的人 没他事宜 敢这般对我不敬 夫人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 惹他不高兴了 对岳家这位七弟啊 江姐夫无疑是敬畏又巴结着的 虽然这二十多年 就见过两次面 但江姐夫不傻 七弟才三十多岁 就已经是户不上书了 要是没点手段 能升这么快吗 七弟派人来看他这个姐夫 他还很高兴呢 有这么一门实在的亲戚 江家就能屹立不倒 就在他准备 好好款待来人的时候 那个黑脸居然提出 要跟他切磋 还不答应不行的 愣头青的模样 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他还有苦说不出来 不得不让他多想啊 可是小舅子对他不满 他是做了什么事 让他不满了 江姐夫都反思一路了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我能怎么惹 文大姐心里咯噔一下 脸上飞快地闪过心虚 连忙掩饰 离得那么远 我怎么可能惹到他 真没有 江姐夫狐疑地看见了他 哦 对了 那个姓卓的还说了 让咱们尽快给小五 定下婚事 越快越好 找个严厉的岳家 能帮着管一管他 免得小五更加无法无天了 三弟怎么知道 小五顽恋 你告诉他的 文大姐更心虚了 我可怎么知道 眼神有些飘忽 知妻莫若夫啊 江姐夫看出 夫人的不对劲来 心中一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呀 我能有什么事情 瞒着老爷 没有 文大姐捏着帕子 连笑容都僵硬了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说 到底怎么回事 江姐夫逼问 见夫人还想顾左右而言 他别怒了 你是不是想害死 这一大家子 你弟弟什么人 你不了解 快说 文大姐这才戚戚爱爱的 把写信给娘家母亲的事 给说了 我这也不是为了 咱们小五着想吗 他要是成了三弟的女婿 还愁什么呀 而江姐夫却眼前一黑 险些没晕过去 你 你 他就说这里头不对劲嘛 这渔夫是要害死他呀这是 被男人埋怨 文大姐也很委屈 三弟位高权重 大侄子也是个有出息的 我这不是想着 先下手为强 把侄女给咱们小五定一下吗 我是他姑母 还能亏待他了去 他还觉得自己挺有理的 赖头儿子是自己的好 文大姐呢 就是这种想法 江家敌数五个儿子 有三个是文大姐所出的 他最看重长子 但是最宠爱的 却是这个小儿子 在他眼里 小儿子是哪儿哪儿都好 就没有一处不好的 这一男人说的顽劣 文大姐嗤之以鼻 男孩子小的时候 哪有不淘气的 越是淘气的孩子 长大了就越有出息啊 文大姐呢 没有自知之明 但江姐夫有 她无语地瞪着夫人 侯爷兼上书之女 这般贵重的身份 她也知道要先下手为强啊 可拿什么先下手为强啊 她不过是个武品的武将 门第根本就不相陪 要是小五人才出众还好 她仗着姐夫的身份 厚着脸皮球上一球 可是小五她根本就拿不出手啊 至于婆婆又是姑母 不会亏待她 就凭小舅子的身份 爱女嫁到谁家都不会受了委屈 这个渔夫啊 好好的一门亲戚 都被她给作远了 若不是顾及日月嫁的势力 江姐夫真想给她一大嘴巴子 夫妻两个谁也没有注意到 外头有人过来了 又悄悄地离开了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文大姐的长子 已经成亲五六年了 妻子陈氏 生了一儿一女 江大资质并不多突出 更在父亲身边做事 打算自成赴业 大爷 出大事了 陈氏急匆匆地回到他们院子 一见到江大 就扑了过去 又怎么了 江大见他一副 被狗追的样子 也很是无语 他娶的这个妻子呢 什么都好 就只是性子 有些乍乱乎乎的 在自个儿家里 能出什么大事啊 江大一点都没当回事 下去下去 陈氏白手 把屋里伺候的人 撵了出去 还不放心 自己到门边 往左右看了看 这才折身回 大爷 我跟你说呀 江大惊了 真的 千真万确 我亲耳听到的 江大嘴角一抽抽 你又去偷爹娘说话 没被发现吧 妻子这般让他说什么好啊 江大觉得有些脸热 陈氏得意洋洋的 当然没有了 其实这也怪不得我 是母亲他们说话声音太大 我也不是存心偷听的 若不是我今天听到了 还不知道母亲这样偏心五弟 五弟若真娶了三舅舅家的表妹 大爷你怎么办呢 可别忘了 你才是嫡长子呀 怕被人发现 他只听到婆婆写信回京 由意给小叔子 定下三舅舅家的表妹 就离开了 且公婆说话声音 十大十小的 尽快给小五定下婚事 那句被他完美地错过了 所以就造成了 现在的误会 什么怎么办啊 就算小五娶了 三舅舅家的表妹 我也是家里的嫡长子 小五得一门好亲事 我这个做兄长的 也为他高兴啊 江大瞪了妻子眼 怕他惹事 警告他 这都是爹娘决定的 你少跟着陈和 哎呀大爷 你怎么这么傻呢 都是一样的外甥 大爷局长 若有帮扶 现在可着你来呀 这五弟若是成了 三舅舅的女婿 三舅舅 还不得全心全意地 培养五弟呀 那还能轮得到 大爷你吗 大爷 你不想进京了 反正他是想 做梦都想 要不然他爹官位 比公公高 他何必嫁到文家来 不就冲着 大爷外家的势力吗 江大若有所思 不得不承认 妻子的话是对的 外甥和女婿 是不一样的 不过 他到底是男人 比陈氏这个内宅 妇人有见识多了 你也说了 这是娘的意思 三舅舅 还不一定同意呢 三舅舅 应该不同意 要不然也不会 让人来教训 跟爹切磋了 江大思维开阔了 你不要多想了 这事成不了 之前呢 他是被妻子的话 给惊住了 现在仔细想想 越想越觉得 处处都是破绽 他们江家什么身份啊 小五什么样的 就算有娘在里头牵扯着 那三舅舅 可不是个糊涂的人 怎么可能把表妹 嫁到他们家来 这一回 三舅舅派人过来 说是看望娘 其实是表明态度的吧 要不然一个护卫 怎么敢揍他爹呢 这是带三舅舅揍的 你那三舅舅 陈世迟疑着 江大直了直腰 娘比三舅舅大上六七岁 他出嫁的时候 三舅舅还小 有什么姐弟情分啊 听娘说 三舅舅打小性子就古怪 跟谁都不紧 现在 他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位舅舅的面呢 只能从外祖母的来 信赏亏得一般 听说是个手段了得的 他压低了声音 手段了得 你想啊 三舅舅才多大呀 三十岁吧 就已经位居二品上书之位了 满朝谁有他上得快 我爹才不会一个区区无品 这不是手段了得 是什么 这一回 三舅舅领旨下江南震灾 满朝那么多官员 这么重要的差事偏偏落在他的身上 可见他在朝中的地位了 陈氏满眼羡慕 女人若能嫁在这样的夫君 这辈子都没有遗憾了 想到这儿 他心中一动 大爷 能不能让母亲托三舅舅 给你谋过经理的差事啊 这亲戚亲戚 经常来往才更亲 咱们在这西田 常年也见不到三舅舅 和外祖父他们的面呢 虽然是亲舅舅 也算是天底下最亲的亲戚了 可从未谋面 能有什么感情啊 到了下一代 就更加疏远了 陈氏觉得 公公和婆婆太没成算了 卧在西田这个小地方 就算称王称霸 又有什么意思呢 要是他家有这样的贵亲 不说进京了 也早就把儿女 送进侯府养着去了 在跟前长大 外甥和儿子又能差多少 江大十分的心动 这话是正理 我回头就找母亲商议 她的资质虽然不多出众 胜在跟在亲爹身边 也学了不少 亲进军当个侍卫 还是很有信心的 江姐夫和文大姐 商量了一晚上 再是不情愿 还是按照亲弟的要求 给小儿子定了门亲事 女方呢 是江姐夫的副手 江家这边一交换了信物 卓正阳就领着黑脸护卫 告辞上路了 留下心情复杂的江家众人 疯了 全都疯了 那个姓卓的 就是他手底下的一条狗 吃哪儿咬哪儿 刑部的一个官员气氛异常 这个他指的是谁 那自然就是不言而喻了 息怒息怒 还是赶紧向大人回禀吧 有人出言相劝 大人 话到嘴边觉得不妥 又咽了回去 太子殿下责令献期破案 刑部既查验不出死印来 也找不出背后的主使 只能找个替死鬼抱上去 结果自然是被太子殿下骂个狗血临头了 首当其冲的便是刑部尚书 大理寺和御史台也跟着陪骂 刑部尚书顶不住压力 终于病倒了 高家在福利养病呢 至于是真的病还是假病 那谁知道呢 大理寺和御史台特别同情刑部 虽然他们也挨骂 但谁让人是死在刑部大佬的 幸亏当初没抢人 不是没抢 是没抢到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三十八集 刑部尚书一开始是装病的 可装着装着就真的病了 他在府里养病 今天这个去请教他如何是好 明儿那个去请他拿个主意 后啊 他能不病吗 大人 大人 查出来了 查出死因吧 刑部尚书刚喝下汤药准备躺下 就见他留在刑部的心腹 一脸高兴地冲了过来 查出来了 刑部尚书一惊 因这事啊 他都快被折腾死了 事宜也非常高兴 连忙问道 此因为何 怎么查出来的 心腹一副神秘的模样 大人 您保准想不到 是蛊 那女刺客是种了一种蛊 那玩意又不是毒 咱刑部哪有人懂 他还不忘给刑部晚尊呢 谁查出是谷的 刑部没人懂 那自然不是刑部的人了 大理寺 御史台 应该也不是 那是 难道 刑部尚书的心中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 就听心腹的语调低了下去 是 是户部那个 卓正阳领过来的人 卓正阳背后站着的是文九霄 这岂不是就说 远在江南的小文尚书 不仅知道境里发生的事 还插上了一手 心腹接着的 听说那人是苗寨的蛊师 最擅长用蛊 他只随意看了几眼 就说那人是种了蛊 他根本就不知道 苗寨的蛊师和大祭司半道上 又被文九霄派人请回来了 刑部尚书就 这刺客的死因呢 查出来了 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谷 满朝色变啊 这可是比毒还要可怕的东西呢 也是本朝皇室最忌讳的东西 毕竟 曾有巫谷之祸写的教训在前 这事发生在太子殿下曾祖那一辈 宫里的一个妃子啊 不仅用谷控制了当时的皇帝 还险些把皇子都杀了个干净 要不是阴差阳错 被个出身苗寨的小贡女发现 大庆朝的皇室都要被颠覆了 此后 皇室对巫谷二字 讳莫如深 而今却在一个死室身上 发现了谷 不容忍不重视 太子殿下忍不住想起 父皇那些不合时宜的举动 形成怀疑 身为帝王 太康帝自然心性坚韧 怎么会因为病倒而破出昏招呢 想起皇室密文中的记载 太子殿下坐不住了 他去看望父皇的时候 让那苗寨来的古师 扮作太医一同前往 他按捺着内心的交集 恭敬而又如目地 问候父皇的身体情况 其实这时候 太康帝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白天大半的时间是在昏睡的 才说了一会儿话 太康帝就精神不济 太子健壮只好告退 出了正殿 太子貌似随意地询问 最近都有哪些人来探望父皇 上回父子俩不欢而散之后 太子虽然不让父皇召见朝臣 但也没有尽着妃嫔和皇子公主们探望 太监道 皇上精神越发不济了 即便是醒着 也是无力 多数的时候 也不乐意见人 倒是贵妃娘娘和六皇子 多来了两趟 不等太子发问 他继续道 四大安乐公主没了后 贵妃娘娘就越发低调了 来皇上这儿也不说话 时常是默默陪着皇上 六皇子倒是孝顺 每回来都念史书给皇上听 皇上的心情都会好些 贵妃和六皇帝 听这倒是没什么可疑 太子缓缓点头 抬手让他回去 好生伺候着父皇 回到东宫 太子就迫不及待地问 父皇身上可瞧出古怪 古师翻了翻眼皮子道 是古 草民可以肯定 皇上是中了古 能不能拔除 太子又连忙问了 古师却摇头了 皇上身上的是子古 身怀母骨的人 可以通过操控子古 进而影响皇上 棘手的是 皇上的身体已成 游进灯窟之下 偏那骨 吊住了皇上的一线生计 若强行拔骨 未尽之言 大家都懂 太康帝身上的子古 不是不能拔除的 而是拔除了子古 他的生命 也就到了尽头了 可有其他两侧 草民无能 太子眉头紧锁 背着手 在屋里夺了几步 猛地转过身来 可能找到母骨 古师迟疑了片刻 草民试一试吧 太子这才精神一震 那就有劳古师了 母骨能操纵子古 但必须有所接触才行 这样才好锁定闲银人 所有跟太康帝有接触的人 一排查便是了 可能是直觉 太子把重点怀疑对象 放在了贵妃和六皇子的身上 贵妃就不用说了 他所出的皇子和公主 全都没有 尤其是安乐公主 死前更是受尽了痛苦 安乐公主的死 和文九霄有关 这便是结了大仇了 巧了 父皇几次针对文九霄 若说贵妃为女报仇 这也说得过去 至于六皇子 虽然排行只在他之后 但六皇子比他小上很多 足有十拉岁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当年太康帝的后宫 五皇子出生之后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小皇子降生 要么生下来是公主 要么就是没有保住夭折了 六皇子出生的时候 太子殿下已经出宫去了军中 他回京继承太子之位的时候 这位六皇帝还小呢 还在跟着师父念书 对于这位皇帝啊 他并没有太多印象 现在仔细想来 他所能想起的 也无非是六皇帝的母妃 出身不高 去年从上书房出来 见了礼部官政 为人恭情谦逊 办差时也办得不错 见到他这个皇兄呢 也非常的恭敬 再多的就没有了 太子殿下愕然 六皇帝他 他总觉得有哪儿不对劲 可要说怎么个不对劲法 他又说不上来 蛮人 对清欢 一个黑衣男子 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跪在地上 周身气息浸脸 仿佛和空气融为一体 去查一查六皇子 太子殿下吩咐 地上跪着的人 嗖的一声不见了 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三十九集 近日 一则流言在王侯府悄然而起 说是远嫁西田的大姑奶奶 有意在侄女中 挑一个做儿媳妇 流言先指在下人之间 暗暗相传 然后终于传到了 主子的耳朵里 什么 你说什么 秦玉霜又惊又怒 手中捏得真的滑落了 秦玉霜 秦玉霜身边 曾经最得力的大丫鬟 拖到二十二岁 终于被放出去嫁人去了 只不过 她嫁人之后呢 依旧回到秦玉霜的院子里当差 成了备受重要的大管事 秦玉霜一脸严肃 压低了声音 又说了一遍 也怪奴婢大意了 奴婢若早些察觉 夫人 这是在坏咱们姑娘的名声呀 到底是谁这么缺德 太具心叵测了 秦玉霜气得说不出话来 心中冷笑 是谁呀 除了她那位好婆婆 还能有谁呀 前些日子 府里才接到那位 大姑奶奶的家书 原来信上说的是这事啊 如鱼算盘打得可真小 说是从侄女中 挑一个做儿媳妇 实则 还不是冲着她的惠姐来的 文家四房 一共有五位姑娘 最大的婷姐已经出嫁了 四房最小的婷姐 才几个月大 显然不合适 剩下的惠姐比大姑奶奶家幼子大两岁 花花呢 比她小两岁 鸾姐则要小上三岁 看似三位姑娘都合适 但鸾姐是树房所出 大姑奶奶是五安侯府敌长女 一向眼高于顶 又宠爱幼子 哪里看得起树出的 鸾姐自然就先被排除在外了 再说花花吧 年岁合适 父兄有出息 大姑奶奶自然是愿意给儿子 寻个有助力的月家了 可是大姑奶奶满意了 三弟可不满意啊 她连幼子都不愿过去到大房去 能让爱女下嫁吗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别说大姑奶奶了 就是公公和婆婆都做不了三弟的主 花花也排除了 那剩下的可不就是她的惠姐吗 惠姐有个世子爹 未来还会有个侯爷爹 这身份很难得出手啊 她又是大房的独女 世子爷虽然不如三弟能干 但娶了惠姐将来大概率大房的一半家产就到手了 这多核酸呢 她这是逼我 她这是在逼我呀 秦玉双气得手都哆嗦了 她就惠姐一个女儿 若不是招婿招不大好的 她恨不得能给惠姐招个婿 哪里舍得把她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啊 她文明越是侯府嫡女不错 可她嫁的那个夫家 不过是个无品的武官 哪里配得上惠姐这样的侯府千金呢 这不是作戒人吗 婆婆承认说最疼是子 如今看来 她最偏疼的还不是大姑奶奶 用嫡子唯一的闺女去帮扶出嫁的闺女 这恐怕也只有婆婆能做得出来了 不 不行 谁也不能打惠姐的主意 她就是豁出去闹 也不能让他们得逞 此刻 什么从长计议呀 什么想个万全之策呀 全被秦玉双抛到脑后了 她眼含凶光 步履匆忙 如被动了幼崽的母郎 一路杀到了侯夫人的院子 到了侯夫人院子外面 秦玉双表情陡然一变 卑卑气气 眼角飞红 怕自掩面 进去之后 秦玉双惊呆了 二弟妹苏氏抱着婆婆的腿 痛哭流涕呀 边哭边说着什么 而婆婆呢 则一脸又气又怒 想把苏氏甩开 却怎么也甩不开的样子 秦玉双猛了 这 这是闹到哪处啊 我们鸾姐才多大呀 那起子黑了心肝的 就乱叫舌根子 这是想要败坏 我们鸾姐的名声啊 母亲 好端端的 怎么就传出了这样的话 你快查一查吧 要不然 我们鸾姐 这就没脸做人了 我的老天爷呀 我们鸾姐 好歹也是侯府千金 怎能任由刁奴破脏水 鸾姐跟小外甥 差着岁数呢 根本就不合适 传这话的人 这是要献大姑奶奶 又不易呀 父亲不在京里 老三爷去了江南 这是有人趁人之位 想要害死咱们全府啊 苏氏哭着说着 一会儿伤心 一会儿气愤 一会儿又恨不到 跟谁拼命的样子 秦玉双听懂了 这二弟妹呀 也是为了流言的事 从她的话里听出 她以为大姑奶奶和婆婆 挑中的人是鸾姐 秦玉双不知 她是怎么想的 但这一点也不妨碍 她加以利用 她帕子 往眼上一盖 声音就哽咽了 儿媳求母亲做主 我母慧姐 她悲从心来 声音越加悲闯 慧姐 慧姐也被编排上了 儿媳和世子爷 学下就这一滴骨血 从小到大 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 我可怜的慧姐 还有花花侄女 可怜三弟妹 都病得下不来床了 要是知道 该是多么痛心 她和二弟妹都来了 也不好露了三弟妹 秦玉双索性 把花花也给带上了 侯忽然被她们 哭得是眼前一阵发黑啊 流言的事 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她是又惊又怒 惊的是闺女的来信 她一个人看的 怎么就泄露出去了呢 怒的是 这两个儿媳妇 一口一个可怜 一句一个求她做主 实则是在埋怨她 是在对她不满 苏氏怎么先一步 跑到婆婆这来哭诉的呀 秦双觉得 婆婆和大姑姐 看不上卵姐 苏氏却不这样认为 大姑奶奶出嫁的时候 五安侯府出了一个爵位 在京里都排不上号呢 那五安侯那人吧 这么说吧 全靠有个好爹 可好爹扶上去 自己立不住 也没有用啊 五安侯就是这么一个人 要不然 她的嫡长女 堂堂侯府千金 能低价吗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四十集 别看五安侯 现在是人五人六的 好像多厉害的样子 这都是后来 文九霄出息了 别人给面子 他沾了儿子的光 才升官的 品级师升上来了 能力也就那样吧 糊弄着呗 反正不定哪天 文九霄就位高权重了 身为老子呢 他也该荣养了 别人家都是当爹的 费尽心思给儿子铺路 到五安侯这 却反着来 朝臣暗地里嘲讽他 可谁不羡慕 五安侯命好 生个好儿子呢 哦 这话题扯远了 回到留言这事上来 总之呢 这大姑奶奶 所嫁的夫家 跟如今的五安侯府 已经不对等了 她想从娘家侄女中 挑个儿媳妇 苏氏认为 肯定是要落在 她家卵脊身上的 为什么呢 这年龄合适的 统共就三个 最大的慧脊 是大房独女 因大脖子身体不好 公婆对大房 向来联系有加 不 何止是联系有加呀 明晃晃地偏心眼子 舍不得慧姐 三房的花花呢 就自然更不行了 别看三弟妹病倒了 可三弟在呢 罪不计还有大侄子呢 怎么舍得花花下嫁呢 就算婆婆 擅自做主定下亲事 三房可没有一个好惹她 尤其三弟那个魂不恋 婆婆敢给她闺女定亲 她就敢把侯府给砸了 这样的事又不是没发生过 苏氏可不觉得婆婆 敢惹这个儿子 最后可不就剩下 她家卵姐了吗 二房是树出的 好拿捏 最不得看重 可不就被婆婆拿来 给大姑奶奶做个人情吗 苏氏能乐意吗 那必定不能啊 她一共就生了两女一子 挺姐那性子 不贴吧 不让她操心就恶弥陀佛了 指望她帮扶弟弟 那完全是痴人说梦话 可她所出的儿子 时至今日 苏氏再不情愿 也不得不承认 她的显格啊 不像三房的大侄子那样聪慧 将来肯定需要别人帮扶的 她又不傻 培养庶女去联姻 肯定不如培养自己的亲闺女 卵姐虽然年纪尚小 但瞧着就比婷姐聪明 上得也好看 连娇规矩的魏嬷嬷都说 她有几分领域劲 苏氏一直想着 留她攀高枝呢 怎么会愿意 把她嫁到大姑奶奶家去啊 苏氏可不得闹吗 她想得很清楚 拼着被婆婆责骂 她也得闹 她不知道的是 怎么大嫂也跟着闹 但这是好事啊 多一个人分担 婆婆的怒火 那何算呢 其实两个人呢 都这样想的 茶 给我茶 流言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侯夫人气得咬牙切齿 虽然流言有误 但闺女的信上 的确提到了 外孙和孙女的婚事 只不过她闺女心高 看上的是老三嫁的花花 还别说 侯夫人还真是动心了 她一直觉得 亏待了这个大闺女 如今若能补偿一二 她这个当娘的 自然愿意成全闺女的心思了 要是有老三 这个舅舅兼岳父的照顾 外孙的前程是不愁的 然而 侯夫人心动归心动 但她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老三不同意 她肯定不愿把闺女 嫁到她大姐家去啊 而侯夫人呢 又做不了这个儿子的主 你说老三这个六亲不认的 怎么就不能帮帮亲外甥了 知道这事的 只有她屋里伺候的几个人 肯定是他们中间出了叛徒 这种被主的行为 侯夫人如何能容得下呀 可刘烟哪是那么好查的呀 侯夫人屋里伺候那几个人 个个喊人 嘱肉发誓 自己没有往外透露半个字 能进屋伺候的 说明啊 这都是她平日里以众的人 总不能都打死吧 何况 在心理上 她就偏信他们 如此一连查了好几天 都没查出 刘烟是从哪传出来的 还有秦韵霜和苏氏两个 跟约好了似的 日日到侯夫人跟前 哭诉委屈 后来连文西周和花花 都跟着凑热闹 那边府里闹腾的 这般厉害 总不能装不知道吧 不然人家还当你心虚了呢 毕竟花花 也是刘烟中的当事人之一 文西周表现得特别气烦 连主子都敢编排 这府里乱成什么样了 祖母真得好生整治才是 而花花则温和多了 她特别认真地 请教侯夫人 祖母 不是说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吗 是不是 她倔强地咬着嘴唇 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是不是都欺负孙女爹 不在京里 娘病倒了 那副模样 任谁看了都心疼得不得了 侯夫人的脸上是火辣辣的热呀 还得起出慈祥的笑容宽慰的 回到自个儿府里 这兄妹俩的表情顿时一变 彼此顿视了一眼 朝对方竖起大拇指 然后笑了起来 厉害了 我的哥 厉害了 我的妹一点也不差 武安侯府的鸡飞狗跳 自然也传到余知的耳朵里 她靠在软榻上 快说说 今儿我那贤良书会的大嫂 又说了什么 还有还有 我那凶悍骁勇的二嫂 今儿有没有趁机把眼泪 抹到婆婆身上去 可以 她每天是掐着点 听起现场转播来 吃瓜吃得是不易乐乎的 文西周怕他生气上火 本打算瞒着他 可前面府里动静这么大 也瞒不住啊 后来他见他不仅没生气 还特别感兴趣 甚至精神头都好了些 文西周可高兴了 不仅不让人瞒着他了 还安排口齿伶俐能说会到的丫鬟 去前头府里围观 回来讲给他娘听 于之表示 果然是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 就是孝顺 他吃瓜都吃到撑了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四十一集 话说这里头 于之怎么看到他男人的手笔的 掐指一算 靠 文九霄啊 已经走了快三个月了 已经这么久了 快回来了吧 不过 他应该还能再撑一撑 而江南道的文九霄 正连夜往最后一个受灾的现成感 天黑 路难走 可他的心是火热的 快了快了 他快能回京了 侯夫人病了 他呢 本就上了年岁 又频频动气 很快就浑身不舒坦 起不来了 他闭着眼睛 有气无力地靠在床头上 他对两个儿媳妇心有怨恨 就想趁此机会整治他们一番 别以为站稳脚跟了 他这个婆婆就拿他们没办法了 他们就是做了祖母 也还是他的儿媳妇 在他这个婆婆跟前 还是要恭恭敬敬的 哎哟 我这心口 怎么这么疼呢 老大媳妇和老儿媳妇呢 让他们来给我试极 他已经想好了诸多撮沫人的法子 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秦玉双多聪明啊 早就防着他这事呢 在侯夫人病倒之前 他就先病了 苏氏也不想试极 可他又不敢装病 被婆婆折腾一天之后 一咬牙吹了半宿凉风 第二天也如愿地病倒了 就苦了刘氏了 四个儿媳妇病倒了仨 所以只有他一个人 过来给婆婆试极 之前两位嫂嫂闹腾的时候啊 刘氏就心惊肉跳的 生怕连累他们四方 果不其然 遭了迟余之殃了 不过呢 他也很是松了口气 试极就试极吧 他辛苦一点没什么 只要不影响到他们家爷就行 侯夫人没有折腾到 秦玉双和苏氏 心中那口恶气出不来 反倒又被他们欺个道仰 病情更重了 我腿疼 去把丁姨娘叫过来 给我饶饶 侯夫人恶声恶气地吩咐 老大家的呢 看在长子的面子上 她咬牙忍了 老二家的 一个数子媳妇 她还拿捏不了 丁姨娘一到 就被侯夫人使唤得团团转 一会儿闲着的时候 都别想有 刘氏因为她 反而轻松了起来 苏氏呢 她才不管呢 身为妾室给主母示鸡 那是应该的 折腾就折腾呗 丁姨娘又不是她的亲娘 她一点都不心疼 苏氏不在意丁姨娘 可文称耀心疼啊 那是她的生母 辛苦半辈子了 还被嫡母搓剪 她心里能舒服吗 究其根本 还不是得愿苏氏 她要是不病 好好示鸡 那嫡母 能牵怒到姨娘身上 二房两口子 又吵架了 苏氏在病中 被男人气的呀 那是胸口发闷 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她以为 闭开眼前的大坑 谁知道往前一走 我靠 还是个坑 完侯府 频频请大夫上门 外头都看在眼里呢 得知婆媳四个 病倒了仨 哦不 加上小文尚书的夫人 这就是四个了 险些全军覆没呀 于是这外头啊 就传出了闲话来 这老文家风水 是不是不好啊 是不是祖坟出了问题 还是冲撞什么了 要不然怎么 别人家都不出事 只有他们家出事呢 于是听着贺小蝶 用频扑直续的语气 转述着外人的惊叹 都快笑出讹教来了 明明是婆媳斗法 跟封建民信 有什么关系啊 文西周却听进去了 他在想 娘的病一直不好 还查不出病因来 是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啊 于是 汉林院的官员就发现 文世子变得勤奋了 以前因为家事 都是晚来早走 动不动就告假的 现在反过来了 每天呢 他是第一个来汉林院的 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日日坐在案前 埋头苦毒啊 连跟别人闲话的空都没有 这文世子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上头有什么动作 同僚提前得到重要消息 而你却不知道 这谁还能坐得住啊 众人对视了一眼 心中暗暗的有了主意 也跟着勤奋苦毒起来 你卷 那我也卷呗 大家一起卷 这样 就不怕被落下了 嗯 要是能知道文世子 看了什么书就好了 他上头有人呢 跟着他准没错 终于 有人趁他不在屋里啊 偷偷翻看 他倒扣在庄案上的书 几个人凑过去一看 宅经 藏经 汉龙经 这是什么鬼啊 又瞥见庄案最里面 还放着几本 八宅明镜 阳宅实书 博山篇 这些书 他们大部分都没见过 不过倒是能猜得出来 里面的内容 就是因为知道 这几个人才面面相去呢 文世子每天看的是这些书 是打算去青天见 这朝廷中除了青天见 可能也许大概会用得上这些 可其他各部衙门是根本就用不着啊 就在这时 文西周回来了 围在他桌前的几个人特别尴尬 其中有一人不好意思地开口 抱歉 我们不是有意要动你的书 实在是好奇 文西周一正随即笑了下 没什么 都是咱们汉林院的书 大家可以互相讨教嘛 其他人见他没生气 话也多了起来 这些书籍都比较偏门 文世子怎么会想看这些呢 文西周脸上笑容不变 最近对这些比较感兴趣 感兴趣 几人又是面面相去 不愧是能考状元的人的 这想法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自愧不如 是自愧不如啊 几个人摇着头 感慨着散去了 而文西周脸上的笑容 依旧没有落 他拿起那本倒扣的书接着看 他已经啊 看得差不多了 可以寻人看看府里的风水了 之前呢 他什么都不懂 别人骗他也不知道 与之心情颇好的 看着好大而里里外外地折腾 接着挪个桌子 明儿挖个湖 后天又在架子上 添个古怪的瓶子 折腾完了府里 又去折腾祖坟 还在自己院子里 撇了间静视 安放人看 哎呦喂 他的好大儿啊 都成小封建迷信了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四十二集 于知任由着文西州折腾 偶尔呢还会问上几句 提上一两个建议 却没告诉他 他折腾着这一套啊 他爹早就折腾过了 没用 孩子嘛 孝心是可嘉的 得多鼓励不是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太子看着 安卫呈上来厚厚的一碟 心情颇为复杂 明明去年才开始 当差的六皇帝 朝臣对他的印象 却非常的好 什么礼贤下士 贤者风范 什么行之有度 谦逊稳重 私底下 他和好几位重臣的关系都不错 本以为无害的好弟弟 没想到啊 只能说皇家 果然都没有简单的人 六皇帝从那么早的时候 就有这么大志向了 哪像他 若不是父皇集召他进京 他还想镇守一辈子边关呢 他自认为自己的太子之位 坐得还是挺稳的 六皇帝却不改旗帜 默默积蓄着力量 想着有一天 能把他拉下马 自己上去 是他小看了这位好皇帝呀 怎么会这样 太子听了回禀 很是不解 都查过一遍了 唯殿下 皇上见过的人就那么几个 都查过一遍了 没发现谁身上有母骨 这就奇怪了 太子臣思着 神情不明 然后他看下那位骨师 身怀母骨之人 一定要近距离接触父皇 才能对他有所影响 他再一次确认 骨师点头 嗯 的确如此 太子缓缓点头 调查的方向是没错的 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被疏忽了 是什么呢 他想了半天 也没有一点头绪 只好吩咐他 继续盯住这些人 重点盯紧贵妃和六皇子 盯着六皇子 理由自然就不用说了 这么有志向 又表里不一的人 不盯紧点 他不放心呢 而贵妃娘娘 当初因为大皇兄的事 他可曾一度被打入冷宫里 后来父皇也是 看在安乐的面子上 才把他放出来的 虽然没有恢复他贵妃之位 但已经算是狠念旧情了 按理说 到了他这个境地 要么心存死至 一头撞死 要么就是万念俱灰 如行尸走肉般 聊此残生 怎么还有心情去看望父皇呢 怎么想 怎么露绝的违和 太子思虑再三 还是决定 要把真相告诉父皇 太康帝听了太子的话 那双浑浊的眼睛 陡然锐利了起来 身陷下去的两颊抖动着 直直地盯着太子的脸 你是说 朕被人下了鼓 盛怒之下 他的声音 也比平日更加威严了 太子很是担心 垂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回父皇 是的 前段日子 在平北侯府抓到的刺客 便是被人用鼓控制的 儿臣不放心 便请古氏进宫走了一趟 没想到去查出 民被下了鼓 他说话的时候 太康帝的眼睛 没有放过他脸上 任何一丝表情 这本是实情 太子没什么好心虚的 是以他坦然地 与父皇对视着 许久 太康帝才一开视线 可能解调 是 持住了一下 太子还是照实说了 能解是能解 就是会对父皇的龙体 有些妨碍 太康帝明白了 他的身体啊 支撑不住拔骨 放在身侧瘦削的手 猛地钻紧 傅有抬眸看向太子 朕身上的是子骨 身怀母骨之人 必须见到朕 才能控制子骨 是 鬼妃 太康帝的神情阴质 脸色可怕的吓人 昨天贵妃来看她 亲手给她沏了杯茶 见她精神不济 还宽慰她好几句呢 可是贵妃走之后 她就心情烦躁 还发了很大的火 太医说过 她不能动怒 昨儿夜里 她忽然有了精神 往外面传来到密旨 太康帝仔细回想 好像每次贵妃来过之后 她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好像 她还做了些什么 她怎么不太能想起来呢 到了此时 太康帝如何还能不知道 自己找了别人到了 神情更加可怕了 查贵妃 她喘着粗气 脖子上的清精 看得清清楚楚 太子一震 随即回过神来 儿臣遵命 太子亲自带人过去的 贵妃现在住的 自然不是以前的宫殿了 比以前的宫殿小多了 偏多了也简陋多了 但她到底是跟着皇帝的老人了 住得比那些不受宠的美人 才人要好多了 贵妃不愧是见过 大风大浪的人 面对太子和众多侍卫 不仅不慌不忙 还大声斥责太子 不忠不孝 嘲讽她 皇上还在呢 太子殿下就这样 欺负淑母妃啊 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皇上 我要见皇上 她大声嚷嚷着 因她到底是公妃 是义 其他人并不敢拦她 去 现在就去 都让开 让咱们的贵妃娘娘 去见皇上 太子好整以侠的冷笑 一脸的讥讽 古诗早就查过了 母骨并不在她身上 就算她见到父皇 又能怎么样呢 而且她又不傻 她都站在这儿了 她怕是并不想去见父皇的 果然 贵妃气冲冲地折回身 指着太子 太子不愿跟她 呈口舌之快 直接吩咐她 把所有人都绑过来 你敢 就算你是太子 也不能母法纪 贵妃被人扶着 气得浑身发抖 太子根本就不理她 而是提高了声音 还不快去 不许 本宫不许 谁敢动本宫的人 贵妃大声岔泽 可惜没人听她的 太子的人拦着 她连太子的衣角都碰不到 本集晚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四十三集 整个宫殿喧喧嚷 宫人惊慌失措 太子坐在一边 悠闲地喝着茶 对眼前这一切 充耳不闻 找到了 太子殿下 找到母骨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子蹭了一下 站了起来 在哪 在他身上 侍卫推散过 一个宫女 十二三岁的样子 相貌普通 微微缩缩 很不起眼 她都偷偷 跑到小门了 险些被她逃了 太子看向了 古师 母骨在他身上 能不能弄出来 可以 古师硬着 一边走向 那个小宫女 从袖中 摸出个小瓶子来 放出一条 金灿灿的虫子 又割破 小宫女的手指 去吧 小宝贝 去把你的食物 抓出来 在小宫女的 惨叫声中 在众人不可思议的 眼神之下 就见那小宫女的胳膊 无端地凸起了一块 还在不停地动 就像有什么东西 在里面钻一样 终于 古虫被引出来了 古师眼睛手快地 一下子 把她撞到了瓶子里 安抚不满的金虫虫 哎 暂时还不能给你吃 这母骨要是死了 死骨也活不了 皇上那个身体啊 怕是当场就得驾崩了 贵妃还想狡辩 说自己不知情 她嘴硬 不是还有身边的人吗 还有这个小宫女呢 其他人招任了 她招不招任 都无关紧要了 要说贵妃啊 还正有几分小聪明 母骨不放在自己身上 而是选了一个 不前的小宫女 平时在宫里呢 也就做做杂活 跑跑腿 并不受重用 每次她去看望皇帝 这个小宫女 都混在跟随的人群中 木耐地缩在后头 一点都不引人注意 难怪太子查了这么久 会忽略她 看压起来 到底是父皇的人呢 还是留着父皇处置吧 曾圣宠一时的贵妃娘娘 而今沦为阶下囚 多么地令人唏嘘啊 那么 话又说回来了 堂堂贵妃娘娘 却给皇上下骨 落到这样的下场 也怨不得别人 可是 她手中 怎么会有蛊虫呢 很显然 贵妃娘娘并不懂古术 是谁给她的 难道她身边有古师吗 太康帝不愧是帝王 哪怕生命垂危 城府也深不可测 太子只是重点怀疑 贵妃娘娘和六皇子 而她呢 却直接命令人 去查这两个人 贵妃娘娘被囚禁在了宫殿里 而六皇子 哪怕她伪装得再好 做过的事情 总会留下痕迹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这句话 从来都是至理名言 谁也没有想到 芊芊君子 踏实做事的六皇子 会和深宫中的 贵妃娘娘 联系到一起 对 没错 这两个人呢 不知什么时候 勾结在了一起 其实仔细想想 也并不太意外 贵妃娘娘身居后宫 怎么可能接触到古虫呢 势必是有人传递的 而这个传递之人 便是六皇子 那么六皇子 又是怎么得到古虫的呢 贱人 逆子 太康帝背后 靠着靠枕 看向两人的目光 如刀一般 说出这句话 似乎耗尽了 他全身的力气 贵妃娘娘 却咯咯地笑了起来 一脸讽刺地 看向他 眼神阴毒 皇上 你不会到了这个时候 还认为都是臣妾的错吧 臣妾有什么错呀 臣妾不过是为了我那一双可怜的儿女报仇罢了 他咬牙切齿 要不是被人按着 他恨不得能咬这个男人两口 皇上 你以为你待臣妾不保 臣妾该感恩戴德 臣妾的皇子没了 公主也没了 丧子之痛 丧女之痛 白发人送黑发人 臣妾全都经历了一遭 你便是这样待臣妾不保的 臣妾一双儿女毁于你手 臣妾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是的 我恨 我恨你 我恨不得能喝你的血 上吞你的肉 他嘶吼着 壮若疯癫 跟那疯婆子似的 眸中是深深地 看不到边际的仇恨 你 你 太康帝捂着胸口 眼睛突出 皇上您息怒 龙体为重啊 他身边的大太监 连忙上前帮他顺气 太子也关切道 父皇 莫要听他胡言乱语 他故意激怒您呢 来人 把罪妃压下去 太康帝却不同意 死死地盯着贵妃娘娘 说 贵妃娘娘 上下打了着这个男人 他老了 丑了 他被伤痛 折磨得快死了 这个少女时 一眼爱上的男人 是不是很讽刺 此刻 他只觉得心里 无比地痛快 你知道白友荣 刺伤你的匕首 是哪儿来的吗 是臣妾给他的 你的行踪 也是臣妾派人 告知他的 可惜啊 可惜啊 他怎么就刺偏了呢 你怎么就没死呢 太子身边的内侍 眼急手快 一把捂住他的嘴 拖到了一边 不能再让他刺激父皇了 看着父皇阴沉嗜血的毛子 太子很是担心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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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害他苟延残喘的 罪魁祸首是他呀 是他害得自己 连床都下不了 每天只能 昏昏沉沉地躺着 太康帝呼吸急促 目自尽炼 恨不得能把这个女人 千刀万剐 你 你这个 太康帝眼一翻 就往身侧歪了过去 父皇 快 太医 太医 皇上 众人立刻慌了 好几位太医围上去 又是扎针 又是按穴 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把太康帝给抢救过来 太子健壮 带走带走 把人先押下去 他怕再审下去 会要了父皇的命呢 他虽想严惩凶手 但也不急着一时 慢着 太康帝开口了 他忍着胸口的疼痛 看向了六皇子 你 为何谋逆 六皇子却红着眼睛喊冤 父王 儿臣冤枉 什么牧骨子骨 儿臣没有做过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四十四集 太康帝死死盯着他 眼神极冷极冷 眼底是深深的厌恶和憎恨 太康帝想开口说话 侯间却涌起一股腥味 他紧咬牙关 想把翻腾的气血给压下去 六皇帝 你就不要较谣 没有证据 父皇是不会让你跪在这里 不过 姑没有想到你会如此之狠 虎父尚且不识子呢 你却忍心对你唯一的嫡子下手 六皇子手里也是有蛊虫的 他为了不被人察觉 居然把蛊虫放在三岁嫡长子的身上 他这只蛊虫和其他的母骨还不一样 是要用心头血来养着的 这一份狠辣 太子都自愧不如 你不会以为皇帝妹知道了你的所为 还挺瞒着吧 六皇子的所有事情也是瞒着妻子的 但身为妻子 又是义府主母 相公和府里有什么不对劲 那六皇子妃能没察觉吗 他只要说出他心中的怀疑 太子自然会派人追查 六皇子猛地抬起头来 太子怜悯地对他摇摇头 六皇帝还不知道吗 刑部的实境 礼部的张景 他一脸点了好几个官员的名字 轻易下了大狱 这些人都是暗地里投靠六皇子的官员 六皇子知道大势已去 乘了证 看向了太子 笑了 皇兄的手脚倒是快 神色平静 居然没有一丝无分 而后转向太康帝 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父皇问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不甘心 儿臣不甘心 他脸上笑容一脸 同是皇子 同样都不是中宫所处 为什么做太子的是五皇兄 而不能是儿臣呢 就因为儿臣年纪小 那个位子 向来不都是能者居之吗 身为皇子的宿命 不就是正位吗 要不然前头三位皇兄 是怎么没的 大胆 你怎么跟父皇说话的 太子连忙站出来怒斥他 六皇子看都不看他 承王败寇而已 就连父皇你当初登上这个位子 手段也不是那么光彩吧 儿臣听说先帝属役的储君 也不是您吧 您还不是图进手足 登上了九五至尊之位 这会儿反倒来问儿臣 为什么 真是可笑至极 他全身上下都透着讽刺 甚至还哈哈大笑起来 天哪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是他们能听的吗 不会被灭口吧 众人的头都捶得低低的 恨不得能原地消失才好 而太康帝终于忍不住了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人也昏死了过去 父皇 皇上 又是一阵兵荒马乱 虽然太康帝的性命保住了 但人依然昏迷未醒 听太医那意思啊 那口气随时都可能上不来 要早做准备 当然了 太医说话非常委婉 他也怕自己身家性命不保 对此 太子早有心理准备 一边命太医好生诊治 一边令人把奏折都搬过来 但现在起 他就住在父皇的宫殿里了 他要亲自守着父皇 你说 有位夫人要见我 于智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他病了之后啊 就再也未见客了 都是花花和贺小蝶在处理 文西周宣布病门谢客之后 心里诛人也都十分识趣 再未有人来打扰他了 现在居然有人要见他 这倒是挺奇怪的 是的 他自称是江宁博之女 见你有重要的事情 已经连着来三天了 江宁博之女 他并不认识啊 找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与之更好奇了 都连着来了三回了 还怪有毅力的 那就请进来见一见吧 夫人 还是不要了吧 橘子不大赞同 您就别操心了 还是奴婢去请大小姐回来吧 于之轻笑 不用 既然是来找我的 花花回来也不顶用 去请进来吧 不大会儿后 丫欢便领着一个夫人进来了 这人三十出头 皮肤白皙 容貌娇好 整个人透着温婉的气质 不见攻击性 进了屋他有些诧异 小文夫人 屏风后的鱼之倾壳了一声 病了许久 气色不佳 怕吓着你 也怕过了病期 还望见谅 你要见我 对了 夫人如何称呼 江宁伯姓梁 很显然 这夫人出嫁了 梁姑娘肯定不合适 称夫人吧 又不知道她夫家姓什么 梁秀玉脸上闪过一丝尴尬来 我 我是江宁伯嫡女 夫家姓赵 不过我前年归家了 小文夫人就喊我的闺蜜秀玉吧 说这话的时候 她很有一股子羞耻感 但想到此行的目的 很快又坦然起来 于之一正 随后才反应过来 归家呢 就是何离 这位江宁伯之女 何离回到娘家了 喊名字也好 跟不熟的人 于之也喊不出姐姐妹妹 梁秀玉 听说 你已经连着三天 当我府门 要见我了 是有什么事吗 见了人 于之就更加好奇了 梁秀玉沉默了 心里生起三分惬意 虽然隔着屏风 看不到小文夫人 此刻的样貌 但听她的声音 似乎有气无力的 她还特用屏风挡着 应该是病得很重 不好意思见人了 听闻小文夫人 是个角色美人 而今 她的脸上 不由带出几分同情来 可转念想到 这一年多 大扫明里暗里的嫌弃 她只好把同情压下 清了清嗓子的 小文夫人 我此次登门 有个不景之景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 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四十五集 禁忌 屋里 死一般的禁忌 于智以为自己 唤听了 你的意思是 向我自荐 我去后 你想做文九孝的 记事 听老爷 他是这个意思吧 我没听错吧 梁秀宇点头 确实如此 于智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老鼠都给猫当伴娘了 他还活得好好的呢 就有女人找上门 跟他商量 要接任他的位置了 是他见识太少了吗 不是 你是怎么想的 我还活着呢 于智真的很想知道 这个梁秀宇 温温柔柔的样子 也不是那种 尖酸刻薄的人呢 怎么这脑子 还有问题呢 梁秀宇垂下头 脸上起了热度 很是难堪 他也要脸面呢 被人这样质问 他也觉得屈辱啊 可但凡是还有路走 他也不想走这条路 他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一时间 梁秀宇悲从心来 眼泪巴搭巴搭地 往下掉着 梁秀宇落泪 愚知很无语 大姐 你几个意思呀 好似别人欺负似的 我都还没委屈呢 橘子 服侍梁 梁小姐去整理 不 不要 我 我 对不起 梁秀宇又摇头又摆手的 惊慌又失措 慌乱地又帕子抹着泪 我 我 我没事 于之就好气哦 对他一点好印象都没了 梁小姐 说说吧 你是怎么想的 只是听出于之语气不佳 梁秀宇猛地抬起头来 眼睛红红的 小文夫人 我没有别的意思 其实我也是好意 我 我真的没有坏心思 我不能生育 好似下了多大决心 她的眼睛更红了 然后呢 于之不为所动 小文夫人 我知道 你和小文尚属夫妻情深 我没有想要和宁臻 我只要 有个呆滞的地方就行了 我不能生育 我会把府上的公子小姐 倒是亲身的来看待的 我替你好好照顾他们 教育他们成才 虽然杨秀宇的话语无伦次 但那意思啊 于之听明白了 这个梁秀宇呢 因为不能生育合理了 在现代离婚的女人 都被人说三道四的 更何况是古代 梁秀宇在娘家的日子不好过呀 于是呢 就想给自己找条退路 她觉得于之快死了 当娘的 一般都最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 梁秀宇一和解 小文尚书的夫人 这对她来说是个好机会呀 毕竟 她不能生育 对前头的孩子 没有任何威胁 于是 就一咬牙 自己找上门来 向原配自荐 可于之凭什么就得接受啊 先不说其他的了 就在话里话外这个意思 好似给她帮多大忙 她得感恩戴德似的 但她还没死呢 真是脑子有病 有大病的那种 所以说嘛 人要努力地活 这活得久了 什么样的人都能见到 多谢梁小姐一番美意 不过 我不需要 贺小蝶 送客 于之一句话都不想跟她多说 小文夫人 等一下 我 梁秀宇还不想走 可她哪里抢得过贺小蝶呢 一只手就把她拽出去了 她喊过两个婆子来将她送了出去 看着梁秀宇被架着戳了垂花门 她拍拍手 自己回来了 夫人不气 她脑子有病 本来有些生气的于之 扑斥一声笑了 对呀 她跟个脑子有病的人生什么气啊 气出病来无人替 贺小蝶 你找人查查这个梁秀宇是怎么回事 于之刚说完 又立刻反悔了 算了 不要查了 无关紧要的人 在离京城百里的一出荒野 文九霄遇到了第十三次截杀 自他返程那日起啊 针对他的刺杀就如影随形 下毒 点火 射服 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光是在江南界内就遇到了五次 回城走得异常艰难 随行的军队中出现了叛徒 若不是文九霄反应快 那把有毒的匕首刺中的就不是他的胳膊 而是他的心脏了 不仅要防着刺客 还要防着叛徒 即便有军队护身 文九霄也不敢让他们近身了 五天前遇到那波刺客啊 明显跟之前的都不一样 武功高强 汉部未死 他们的身手和气息他并不陌生 暗座 他身边就有 也幸亏文九霄自身武力之高啊 扑脱后腿 在护卫拼死保护之下逃了出去 也跟其他人走散了 此后他们乔装打扮 翻山越岭走小道 这才消停了几天 没想到 快进京了 又遇到了刺客 这么多次的刺杀 出手的肯定不是一个两个人 朝中有 江南也有 甚至 多少人都盼着他死啊 也是 江南赈灾结束了 回京呢 他是手工 再往上升 他就该进内阁了 他们这是不愿意让他活着 回到京城陵赏啊 也是 他太年轻了 谁累被个后背压在头顶上呢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他给除掉 文九霄冷笑了一声 脸上满是讽刺 忘吧 钩子 给老子等着 老子回到京里 谁也别想好过 睡梦中的鱼芝 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按住悸动的心口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突然 他脸色一变 贺小天 周周呢 娘 怎么了 走到游郎的文西州 赶紧加快了脚步 娘 你哪里不舒坦 眼里透着娇气 与之白手 我没事 我做了个噩梦 梦到你爹出事了 周周 娘不放心 你带着你的小伙伴 去迎一迎你爹爹 文西州一听这话 立刻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在山芸县的时候 文西州就有自己的班底了 都是一些 跟他年纪相仿的少年 他们一起习武 练功 还请夫子 教他们各种技能 回京之后 这些人部分在外行走 剩下的都进了 文西州的院子 别看他身边 好像就一个陆生出条 其实 哪怕一个扫地的小厮 都不比府里的护卫差 娘 儿子这就去 文西州对他娘 有一种盲目的信任 本集晚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四十六集 文西州去召集人手 走到院中停下了脚步 冲着大黑狗勾勾手指头 大胖 走 带你出去放放风 大黑狗嗷嗷一声 就窜了过来 轻泥地蹭着他的腿 文西州摸摸狗头 走 大黑狗就欢快地摇着尾巴 跟着他往外走 世子爷 还带着他呀 陆生有些意外 大朋友不会拖后腿 他灵性着呢 好久没带他出去了 今天身边溜一溜 携了马出府门 一行二十人 扬边侧马 刚好隔壁静安侯 从外头回来了 十分诧异 那是 文世子 这是上哪儿去啊 心碎摇头 这谁知道啊 静安侯眯着眼睛看了半天 这一个个小子 瞧着年纪就不大 端坐在马上的身姿 却稳健挺拔 静安侯是武将 见到这样的好苗子 难免就欣喜 瞧瞧人家文世子 比他的长子小好几岁呢 却比他的长子出息多了 瞧瞧人家那文采 瞧瞧人家那骑射 拳脚功夫 再瞧瞧人家那半档 不能比啊 不能比 这样的好儿子 谁不想要呢 静安侯羡慕得 都快流下口水了 直到他们的身影 再也看不见了 他才恋恋不舍地 收回目光 文西周等人都骑着马 大胖跟着跑 他跑在队伍中间 一点都不吃力 这么多人打马而过 自然引起路人的注意了 只是还没等人看清楚 他们就飞驰而过了 把一轮声 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刚才过去的 谁家的公子哥啊 一个个的好威风啊 不知道 没看清楚 说得好像你认识似的 你一笑老百姓 能认识谁啊 我 说不定我就认识的 反正比你认识的人多 出了城 一直向南走 都是年轻的小伙子 难免少年新兴了 他们还比起了赛 看谁跑得最快 不到一个时辰 竟然跑下了 百里的路程 跑了二三十里的时候啊 闻西周就舍不得 大胖收累了 把他抱到马上 突然 大胖弯弯叫了起来 闻西周是最懂大胖的 立刻大喊 停下 另行禁止 跟随的十几个人 一起乐住了马 世子爷 怎么了 陆生警觉地看向四周 其他人则驱马 把闻西周围在了中间 已经黄昏 落日被西山挡住了 只剩下小半边脸 把旁边的云彩染得通红 红妆透着一抹妖眼 有情况 你们听 闻西周揽住狗脖子 秉息名神 其他人仔细倾听着 还真是 是刀剑相撞的声音 离这里并不远 众人不仅没害怕 一个个的表情特别兴奋 全都看向了闻西周 出声牛独不怕虎啊 闻西周的胆子大着呢 过去看看 好 其他人纷纷响应 一个个摩拳擦掌 可期待了 在山云县的时候啊 他们有山贼可搅 有海贼可杀 天高地阔 自在地不得了 自从进了京城 他们就跟着雀鸟 进了笼子似的 都快憋死了 一些人寻声 就找了过去 然后闻西周瞳孔猛缩 爹 其他人也看清了 是咱们家大人 大胖最先窜了出去 他利用自己 庞大的身体优势 一下子把闻九孝 身前的刺客 给扑倒在地 锋利的牙齿 咬断了他的脖子 那刺客都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人就见了福祖 要知道 在安城的时候 鱼之是训练过 大胖打猎的 老虎没碰见过 但是跟狼和野猪 是厮杀过的 大胖的战斗力 并不比人弱 相反 被鱼之灵气 滋润过的大胖 凶猛一成 森森的尖牙一亮出来 就令人胆寒呢 闻西周 从马上直接月下 挡在他爹身前 你怎么来了 看到儿子 闻九孝非常意外 娘做个梦 梦到您出事了 让我带人来 迎一迎您 闻西周一边说着 一边踢开 杀过来的刺客 罗刹般的闻九霄 某周泛起暖色 嘴角忍不住上翘 他的芝芝啊 果然是最关心他的 他们总能心有灵犀 老子 交给你了 爹歇一歇 闻九霄对儿子说道 人退到里边 他不能再受伤了 回头吓着芝芝怎么办呢 爹 都交给儿子吧 刺客有十多个人 而他爹身边 只剩下四个护卫 爹身上传来 浓重的血腥味 要是他今天没来迎接 那爹岂不是就 闻西周是又气愤又后怕 他心里憋着一股气 所以动起手来 异常的很大 经过郡营洗礼的他 早不是昔日他了 他和陆生配合 大胖也跟在身边 一左一右 跟两大护法似的 所欲刺客 基本上没有一和之敌 不是死伤在 闻西周的剑下 就是死伤在 大胖锋利的牙口下 有一个 甚至被大胖抓瞎了眼 惨叫声 能惊飞二里外的飞鸟 刺客一见来了 这么多援军 又心处大胖 这是狗吗 狗哪有这么厉害啊 不 这是狼 我靠 这是哪儿 钻出来的小子 居然还能训练野兽为己有 其实啊 在闻西周 一行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 有种不祥的预感了 大胖一口咬断 一个人脖子时 他们的军心就已经动摇了 看着身边越来越少的同伴 今儿是不能得手了 很不甘心地撤退了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四十七集 闻西周没让人去追 而是去搀扶他爹去了 爹 您受伤了 陆生 快把纸穴散 什么的都拿出来 小满 把水荡拿过来 没事 伤得不重 闻九孝一边喝着水 一边任由儿子 给他上药 抱在伤口 怎么没事啊 您这伤口都能看到骨头了 闻西周的眼睛都红了 上药的手更加轻柔 两段时日就好了 闻九孝没怎么放在心上 很是欣慰 儿子长大了 知道心疼跌了 以前他受过 比这更重的伤 可现在 他有儿子给上药包扎 那四个护卫 其中有两个是暗卫 受的伤比闻九孝重多了 也都上了药包扎好了 先回程 闻九孝的马 早就不知跑哪儿去了 他和儿子共骑一匹 一行人 朝着城门的方向 飞奔而去 虽然城门已经关闭了 但闻九孝手中 有太子赐下的令牌 守城门的小将 令人把城门打开了一些 恭敬地 请闻九孝一行入城 爹 先去医馆吧 之前只是随意地 包扎了一下 闻西周很不放心 还是去医馆 找了个大夫 好好看看才是 当然了 府里也有大夫 这不是离得远 怕耽误了吗 闻九孝直接拒绝了 不用 我去见太子殿下 你先回府吧 正好 也让太子亲眼看看 他这一身的伤 何况东宫多的是大夫 太子肯定不会让他 带着伤柄似的 都这么晚了 闻西周看着他爹 有些担心 见他爹不为所动 迟疑了一下 不能先回府 换件衣裳吗 好歹 让娘看一眼 也能放心啊 闻九孝的眸中 服上暖色 傻孩子 换什么衣裳 换了衣裳 太子还能看到 他的狼狈吗 他拍拍儿子的肩膀 爹心里有数 你先回去吧 别让你娘担心 告诉他 爹没事 面见过太子殿下 就立刻回去 闻西周 还是不能放心 领着人 把他爹送到宫门口 才一步三回头地 离开了 他回到府上的时候 于智已经睡着了 他站在窗边 看了好一会儿 才出来 娘这几日啊 精神头更加不济了 以前虽然样样地 提不起劲来 但做戏都是正常的 最近几日 娘睡着的时候 明显多了 有时候 跟他们说着说着话 眼一闭 忍就睡着了 闻西周 每天都心惊胆战的 生怕哪天 娘就一睡不起 除了小蝶姐姐 她连花花 都没敢让她知道 至于爹嘛 她还没有来得及说呢 哥哥 今天娘又睡得这么早 花花是个聪明的小姑娘 又管着府里的事情 虽然闻西周竭力瞒着 她还是察觉到娘的异样 很是不安 她手里牵着撞撞也是如此 有黑的眼睛透着不安 要你娘 闻西周的心里一酸 还得抢做笑脸 娘累了 让娘多歇歇 明天再来给娘请安 她一手牵着弟弟 一手拉着妹妹 关心地问 你俩在学堂 有没有好好念书啊 一会哥哥要检查 你们的功课 若是发现你们淘气了 哥哥可是要打手心的 欢欢这才露出点 笑模样来 不满得道 哥 我都多大了 我早就不淘气了 你该担心 重重才是 壮壮连忙摇头 大声道 没有淘气 我听父子的话 看着天真的弟弟和妹妹 闻西周面色更加柔和了 哥哥知道你们都乖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爹回来了 真的 太好了 爹呢 话未说完 就被惊呼声打断了 花花和壮壮一起养着小脸 爹进宫面见太子了 他刚想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花花就表示 我等爹爹回来 他已经好久好久没见爹了 他有好多好多的话 想跟爹爹说 壮壮虽然没说话 但重重地点头 表示要和姐姐一样 闻西周可不能让他们等啊 花花你也知道 爹是去江南干什么的 他一定有许多事情 向太子回禀 今晚都不一定能回来 咱们就别跟着添乱了 走 你们哥哥哥回去 兄妹三人依然住在一个院子里 好说歹说的才把两个人劝走 闻西周狠狠地松了口气 宫门已经下药了 但闻九霄要进宫 没人敢怠慢 忙不迭地往里头传话 很快就有人把他领进东宫了 太子一见闻九霄 果然大惊失色 你这是 殿下 您猜一猜 臣回城这一路 经历了多少次刺杀 闻九霄居然还有心情说笑呢 太子却震怒了 你把伤 太医 去警太医 闻九霄是具江南震灾的钦差大人 他被刺杀 这不是公然跟朝廷作对吗 太子能不怒吗 闻九霄却面色如常 十三次 从江南到京城 暗沉的行程 也不过十一二日 十三次刺杀 这是没想着让臣回京 殿下 也就臣运气好 换个人 还未走出江南地界就得交代了 停停停 先不忙着说 让太医给你好好看看伤 太子打断了他的话 看着他身上被血浸透的衣裳 又吩咐 去给小文尚书找身衣裳 太医背着药箱匆匆地赶了过来 闻九霄的 那臣先下去看伤 太子白手止住了 就在这儿吧 顾也瞧瞧 他跟小文尚书啊 也算是老熟人了 当初在安城外大山里的时候 彼此什么样没见过 不讲就这个 殿下不嫌弃臣埋态 臣还怕污了殿下的眼呢 殿下 臣只顾着赶路了 现在想冲洗一下 都不用太子下令 就有人去抬热水了 之前的伤口只是随便包扎的 这会儿都要解开 重新清洗上药再包扎 闻九霄趁机先洗了个澡 处理伤口的时候 太子还是过去看了一眼 看到那深可见顾的伤口 他的脸又黑沉了下去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像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四十八集 你不是说皮外伤吗 怎么伤得这么重 混酒香眉头都不皱一下 看着吓人而已 其实真没伤到那里 臣也没办法 刺客太多了 随行的人里还出了盼途 我身边的人死伤大半 坏到京城 险些丧命 若不是犬子带人接应 殿下 怕是见不到臣了 还有这事 猖狂 太猖狂 你放心 古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臣多谢殿下 太子点点头 又问几文西州接应的事 就见闻酒香的表情变了 声音都透着笑意 臭小子没白痒 还知道盈盈他爹 多年的功夫也没白练 不过 他画风一转 面色更加柔和起来 不过这都是他娘交代的 我家夫人惦记我 梦到我出事了 我家夫人呢 就是爱操心 嘴上埋怨着 那翘起的嘴角 却非常明显 太子摸了摸胳膊 感觉到恶寒 行了 别说了 知道你和夫人间谍情深 太子呢 是知道文九霄惦记家里 并没有留他太久 只简略地问了问江南的情况 就放他出宫了 可就算是这样 文九霄回到府里 也已经很晚了 爹 文西周在大门上等着 你娘呢 文九霄迈进大门 脚步未停 娘已经歇下了 我回府的时候 娘就已经歇下了 文西周跟在他旁边 不知道接下来的话 该怎么说 你娘怎么了 令钱加重了 文九霄第一时间 察觉到儿子的不对劲儿 脚步快了起来 没有没有 就是娘白天睡的时间多了 有五六日了 话还没说完 就已经不见了他爹的身影 文九霄从来没像现在 这样焦急和害怕过 从大门到内院 其实并不远 可文九霄却觉得 这条路怎么这么漫长呢 没有理会压外面的请安 他静止冲进了请房 日思夜想的人儿 近在咫尺 文九霄却胆怯了 他抬起的手 微微颤抖着 继续着许久勇气 才慢慢地拉开了围杖 文九霄黑桶猛缩 看清床上躺着的人 这才松了口气 芝芝 我回来了 他的目光 无比眷恋和浅全 下一刻不知想到了什么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全身的血液 都要被冻住了 他伸出颤抖的手 轻轻放在他的鼻下 感觉到温热的气息 还好 芝芝只是睡着了 他心中一动 整个人跌缩在地上 牵扯到了身上的伤口 他却丝毫感觉不到疼 他笑了 笑得那样开心 他抓着他的手 放在自己脸边 轻轻地摩缩着 又放到嘴边亲吻 他的动作是那么虔诚 表情是那么温柔 他望着他熟睡的脸 贪婪而宠溺 在江南的每一天 他都在想他 那种刻骨的思念 险些没让他疯癫 这一路的刺杀 支撑他活下来的信念 就是他要活着回来见到他 哪怕胳膊断了 腿残了 他爬 也会爬回来见他 支支 我回来了 他轻轻描画着他的眉眼 在他唇上亲了一下 温柔地 怜惜地 不带任何欲念地 我回来了 你安心地睡吧 睡好了 咱们再说话 只要看到他 他的心就是安的 留在外面的文西周 却急得团团转 身头往里面张望了好几回 爹怎么还不出来啊 他长大了 爹娘的寝房 他不好随便进去 可他呢 又舍不得走 他有好多话 想跟爹爹说 爹到底什么时候才出来啊 橘子健壮 只好劝他 三爷和夫人 肯定已经安歇了 三爷这一路马不停蹄 又在宫里排华那么久 定是累坏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文西周迟疑了一下 那我们要再来 夜里你们职业 请请些 文西周转头看脸 出去了 橘子也往寝房看 想问问三爷还有什么吩咐 又想到三爷应该不乐意被人打扰 纠结了好一会儿 最后还是退了出去 许师知道文九霄回来了 于知这一觉睡得特别久 第二日清晨 文九霄要去衙门了 他还没有醒 他很想留在府里陪他 可正在一室 他要向太子详细回禀 昨天晚上只大略说了一下 许多重要的事情 太子还不知道呢 耽误不得 他走的时候还吩咐丫鬟 照顾好夫人 到了五十 于知依然未醒 丫鬟们便慌了 这几日啊 夫人虽然白天睡得多了 但从来没有过睡到五十还未醒的 三爷和世子爷都去衙门了 府里连个能做主的人都没有 该怎么办呢 贺小蝶做主 去请三爷回来 于知这一觉睡得可踏实了 他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在梦里 他回到了现代 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 他飘在半空 却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他 他飘到了自己曾经的公司 看到熟悉的同事 不知怎么的 却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但他依然很高兴 他开心地和他们打招呼 可他们看不到他 他们甚至从他的身体穿过去 于知很是沮丧 他跟在他们身后上了十二楼 看到自己曾经的办公室门警关着 他猝死了 他猝死以后 他晋升的那个职位 落到谁的头上了呢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四十九期 这时 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从里面走出一个时尚利人 手中拿着文件夹 说话特别有气势 浑身上下 透着女强人的范儿 于智并不认识她 应该是从别处空降过来的吧 之后从同事的谈话中 也证实了她的猜测 此人 的确是空降过来的 是公司费了大力气 从国外挖来的精英人才 还好还好 只要不是她的死对头 于智才不管这个职位 被谁占了呢 说起她的死对头 咦 怎么没看到她呢 是请假了 还是出差了 掉到别处去了 那个女人呢 跟她一样是名校毕业的 同样年轻漂亮 但学历比她低 然而这个女人能力一般 却喜欢走捷径 仗着自己的美貌走捷径 明明能力不如她 却能和她斗得旗鼓相当 于智在公司大部分的不顺 都来源自她 什么 那个女人离职了 她仗着美貌 勾搭公司里的一位副总 被副总老婆抓到 闹到了公司里 公司为了消除影响 就把人给开除了 这常在河边走 怎能不失邪呢 翻车了吧 活该 真是大快人心呐 于智可太高兴了 总算是出了口恶气 正高兴着呢 忽然听到柴水间 有人提到她的名字 杨总太严厉了 报表我就迟交了五分钟 她骂了我半个小时 还成天让我们加班 加了我头发 大把大把的地儿 真不愧是女魔头 我还是更喜欢于总监 只要自己的活干完了 她并不强制咱们加班 奖金也兑现得快 谁说不是呢 于总监实在太倒霉了 眼见着要升上去了 人没了 所以说 这么拼干什么 人没了什么都没了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反正我不管 我要休息 我今天绝对绝对不加班 不还没有男朋友呢 要是像于总监实的 猝死了 多亏啊 对 我今天也不加班 挨骂就挨骂 我家开了个民宿 大不了 随着回老家给爸妈打工去 看吧 大家都知道 她这个倒霉蛋 全世界她最傻 卷个毛线呢 她要是早知道 躺平混日子 现在不还能 吹着空调 吃着雪糕吗 都是血泪的教训呢 情绪低落的 于知 又朝家的方向飘 敬香情窃 穿越那么些年 她很少想起家里 想起爸妈 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想 她不敢想 爸妈伤心欲绝的模样 咦 那个穿着花裤子 跳广场舞的 不就是她妈吗 跟保安大叔 在树底下下棋的 不正是她亲戚老爸 于知激动不已 正想飘近了看 忽然耳边传来 孩子哭喊的声音 特别熟悉 是花花和壮壮 怎么了 这俩孩子怎么哭了呢 是受欺负了 在哪啊 于知特别着急啊 四处寻找 突然狂风大作 她被吹得东倒西歪的 不知从哪来的犀利 猛地将她吸了回去 动了动了 夫人的眼睛动了 夫人要醒了 娘 娘 娘 哭声更加真确了 于知找了半天 没找到人 急了 猛地睁开了眼睛 娘 你醒了 爹 哥哥 弟弟 快看 快看 娘醒了 花花眼里还掉着眼泪呢 这会露出大大的笑容 看到娘睁开眼睛 她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其他的人 也都露出惊喜的笑容 喊娘的喊娘 喊夫人的喊夫人 反倒是余知 看到这么多人围在床前 吓了一大跳 我这是怎么了 她以为她用了很大的力气 其实声音特别虚弱 花花嘴快啊 想先说道 娘 娘 你一直不想 吓坏我们了 爹和哥哥都不上衙门了 还找了许多庙里的和尚来念经 闻九霄不自在地倾壳了一声 花花 你娘才醒过来 精神不济 你少说几句 别吵到她了 花花连忙捂着嘴巴 娘 我不说了 我不吵您 您快点好起来 于知对她笑了笑 然后看向跟她趴在一起的小儿子 小家伙的眼里还含着泪呢 小手紧紧攥着她的大拇指 看向她 一副依赖又委屈得不得了的模样 娘 于知心疼坏了 她这个小儿子呀 其实养得比哥哥姐姐都要惊喜 她病了这段日子 难免会忽略她 她年纪小 又不像花花那样 是个爱说话表现的 乖巧的外表下 心里还不知有多惶恐呢 瞧 这小嗓子哭得都哑了 于知又看向大儿子 正好看到她转过脸擦泪 她的眼里浮上了溃色 就跟有一只手摘她的心肝似的 她的好大儿看似长大了 聪明又能干 其实也不过才是个少年 放在她上上辈子 才是个初中生呢 这段时间呢 她跌出惊了 府里府外所有的事情 都压在她震嫩的肩膀上 可想而知 她的压力有多大 而她在她跟前 从来都是笑着的 背地里 还不知道有多么艰辛呢 子儿 辛苦你了 这是她的好大儿啊 她心里最疼爱的好大儿 于知目光柔和地望着她 听到这声久违的昵称 闻西周一震 随后鼻子一酸 眼泪模糊了双眼 娘 儿子不辛苦 你能醒来 儿子高兴 她的声音哽咽 娘能醒过来 对她来说 是天底下最高兴的事呢 看过了三个孩子 于知看下闻九霄 不想 却先看到了床帐上的经文 不由一正 然后四下打量起来 不仅床帐上 还有床上 墙上 门上 都贴着经文 还有福禄 屋里还摆着香炉 香炉里青烟鸟鸟 角落里还坐着 闭目念经的和尚 于知嘴角一抽抽 这摆设 怎么这么像灵堂呢 也就插口棺材了 能干出这事的 于知看向了闻九霄 果然 闻九霄的眼神有些飘 她想笑 心里却是一叹 她这一叫啊 似乎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他们以为 她醒不过来了 急切的又是求神拜佛 又是贴满经文福禄 搞得跟邪教复活一世似的 复活 于知心中一跳 闻九霄不会真的是在复活她吧 明明她还有气来着呀 本集晚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五十几 迎上于之不可思议的眼神 浑酒笑狼狈地别开了视线 醒了醒嗓子 周中 你娘才醒 还需要休息 这么多人围着会吵到她的 你带着弟弟妹妹先出去 把儿女支走了 几位念经的大师 也请他们回到原来住的院子念去了 顺便还让人把香炉也抱了出去 屋里只剩下于之和文九霄两个人 你回来了 于之对文九霄笑笑 那轻力的笑容落在文九霄的眼里 她的心啊 都跟着颤了一颤 你让儿子去赢我那天回来的 她看着她的脸 一刻都舍不得移开视线 我睡了多久啊 于之目光落在她满是胡渣的下巴上 三天 文九霄轻声道 她没有说 在她婚室的三天里 她用尽了各种办法 试图唤醒她 都失败了 对不起 又吓着你了 于之看着文九霄的眼睛 在她的眼睛里 她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脸 文九霄摇头 你想过来就好 我不在意你有没有吓到我 只要你醒过来就好 这一辈子那么长 你舍得我一个人过来 还睡吗 她轻抚着她的脸 知道她爱干净 她每一天都帮她擦拭身体 布加他人之手 于之笑了一下 应该不会再睡了 冥冥之中 她有这样的感觉 她在意的工作 升职加薪 其实啊 也就那么回事吧 她最放心不下的亲人 在梦里 她看到了在跳广场舞的妈妈 和跟保安大叔下席的爸爸 他们应该差不多 从她猝死的悲伤中走出来了吧 她没有梦到修真界的那一事 因为在修真界 她其实并没有融入进去 更多的只是冷眼旁观 就好像在那度了个假 那其实不是梦 而是上天给她的警示 以后 她就能安心地 留在这方世界了吧 温九霄 以后 我就留在这里 陪着你和孩子们 我们一起看着他们长大 娶妻 生子 嫁为人妇 然后我们两个 就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头和老太婆 你说好不好 好 温九霄声音颤抖 她双手抱住于之的手 捂在自己的脸上 用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汹涌的泪意给逼退 白头偕老 芝芝与她定下了 白头偕老的盟约啊 于之却察觉到了不对 你的手腕 温九霄的两只手腕上 都缠着白布 隐隐地有血迹渗出来 温九霄看了脸自己的手腕 轻描淡显的 妈 没事 受了点小伤 回程不大顺等 受点伤是在所难免的 她不说后面的话还好 她一解释 于之更加怀疑了 谁受伤还带对称的 她三天前就回来了 伤口怎么可能还流血啊 这应该是新的伤 新伤 在经理谁能伤得了她 于之眼睛漠然睁大 不会吧 不会是她想的那样吧 你自己疙瘩 放血救我 温九霄 你要气死我了你 你是千年人参成精吗你 你的血还能救人 你笑什么 你说话 你傻不傻 于之哽咽了 大大的眼睛浮上了水汽 好好好 是我傻你别生气啊 你才行 别气着自己 温九霄连忙安抚 指负轻轻抹去 她眼角的泪珠 芝芝 我很开心 你能醒 我很开心 你心里有我 我很开心 我们白头写了 我很开心 她不是傻 她只是想让她醒过来 她不仅放过自己的血 她还威胁方丈大师 把她的寿命 分给她一半 胃果 还扬言要烧了护国色呢 只要能让她醒过来 任何代价 她都愿意 温九霄 于之泪眼朦胧 不哭 我们要高兴 温九霄轻声哄着 忽然脸色一变 丧钟 宫里敲响了丧钟 宫里这个时候敲响丧钟的 只能是皇上驾崩了 生老病死 是不可抗拒的自然之理 哪怕有整个太医院作为后盾 太康帝生病 还是走到了尽头 回光返赵的时候 不仅太子在场 朝中的几位重臣都在 当这众人的面 太康帝亲自下令处死贵妃 至于六皇子 则是圈谦 虽然没有要他性命 但对他来说 这种惩罚 应该比死还要难受吧 末了 太康帝还提了一嘴小文尚书 太子的心都提起来了 生怕他留下什么荒唐的遗旨 好在 他只是提了一嘴 得知到夫人病重 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太康帝驾崩了 太子早有准备 而大臣们也心有准备 从太子监国的那天起 他们就等着这一天了 本以为也就三五个月吧 没想到 太康帝最后还活了一年多 皇帝驾崩是国丧 举国皆哀 百姓禁止一切娱乐活动 文九霄第一时间 让全府上下 换下鲜亮的衣裳 穿上素衣 府里挂上白帆 连屋里的摆设 都换成了素雅的 然后他匆匆地进了宫 身为户部尚书 在权力交界的关键时刻 他怎能不在 太子早就监国了 太康帝大行 他登基为帝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为彰显孝道 自然是先守孝 后登基了 这里说的后登基 指的是举行登基大典 国不可一日无主 尤其是先帝驾崩之际 正是政治敏感期 新皇及时登基 是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 因此就有了临前继位 按照先皇的遗诏 新皇帝在大行皇帝临前继位 完成权力地交接 履行皇帝的职责 太子便是这么干的 太康帝是投天眉的 第二日 他就在重臣的宫顷之下继位了 朝臣三呼万岁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五十一集 接下来啊 便是至三和守孝了 先帝停令期间 大臣和告密夫人 要进宫哭丧 年轻的还好 上了年纪的各位老大人 和老夫人们 对他们来说啊 真是一种折磨啊 又不敢告假 否则 一顶对先帝 大不敬的罪名扣下来 整个家族 都得跟着完蛋 别人不敢轻易告假 文九霄 却是给余之告了假的 倒也没人说什么 毕竟之前小文尚书 可是整整三日 没有上朝 听说其夫人 到了弥留之际 虽然说最后救回来了 但是大家心照不宣 那位啊 命不久矣了 没见小文尚书父子俩 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吗 外头的风风雨雨 吹不到平北侯府来 余之万事不问 就窝在府里安心养病 他的精神头 一日比一日好 他的这场病啊 来得莫名其妙 走得也莫名其妙 文九霄看着 又重新恢复生气的余之 日日唇角飞扬 要不是在国丧期间 他都想放抱住庆贺了 就这么开心啊 余之摸着他的唇角 他的下巴 有心冒出来的胡渣子 有些渣手 但余之的手 抚摸着乐此不疲 文九霄抓住他的手 面上带着纵容 按理说 他这个年龄 早就该叙叙了 毕竟他的长子 都能娶妻了 他呢 又身居高位 日日替须 难免让人觉得 不够稳重 然而芝芝却不喜欢 他叙叙 说那样老气 不英俊了 跟他站在一块 像妇女 文九霄能怎么办呢 同僚的闲言碎语 算什么 他家芝芝 才是最重要的 他本来就年轻 怎么了 他们羡慕极度的眼红 也没有用 开心 他把人搂在怀里 手在他腰上凉了一下 再养一养 等我肖木 就带你出去散心 还是太瘦了 这场病 他整个人 都比以前虚弱了 于真逆他一眼 提醒他 现在可是在守国丧 民间都停止了 一切娱乐活动 他一户部上书 携旗游玩 等着御史的弹劾吧他 文九孝亲吻了下他的手指 等你身体养好了 正好出了国丧 新帝首孝是二十七日 身为臣子的 为表对先帝的敬意 自然要多守几个月了 虽然没有明确要求 但总不能二十七日一过 你就大肆艳影欢乐吧 那不是把把柄 往别人手上递吗 等出了国丧 我给你重新做衣裳 以前的衣裳都旧了 再则 这次他的病啊 就像一道解砍 迈过去了 就预示着新生 新的开始 一切都得是新的 好啊 于真欣然同意了 我就喜欢穿漂亮的新衣裳 他看看他身上的黑色 我也给你做新衣裳吧 做 黑色以外的颜色 许是年龄大了 于真特别喜欢看别人 穿鲜烂颜色的衣服 像他的好大儿 一身粉红色暗纹锦袍 亮眼的 如春日枝头的桃花 文九霄嘛 这粉红色是不能穿了 但暗红色 鸭青色 胡蓝色 还是可以穿的 于之打乱着身边的男人 确实非常惹眼 从眼睛的弧度 到鼻梁的挺拔 再到带着些许 浅笑弧度的嘴唇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透着淡淡的金贵感 怎么 你不乐意 我喜欢看你穿鲜亮的颜色 文九霄听到这话 漠黑的毛子便看向了他 一直哼了一声 你是我的男人 我想怎么打扮你 就怎么打扮你 想给你穿什么颜色的衣裳 就给你穿什么颜色的衣裳 不接受反驳 你就认了吧 他下巴微抬着 略有些骄纵 语调却是软软的 好 都听你的 文九霄看似很无奈 其实心里啊 抠惺极了 他还在 还能对他笑 还能跟他闹 他是那样鲜活地站在他面前 他看得见 触得着 这就足够了 他便不去计较什么名与利 德与失 甚至连回城的刺杀 都可以原谅 反正该死的人已经死了 他便大方地不计较了 看来功德是有用的呀 那得以后继续做个好官吧 还有护国寺的乡 也得继续地烧 花花呢 特别高兴 走路都带风 顾华为诧异 以为他捡到银子了 花花冲来翻了个白眼 我娘全意了 我娘的病好了 爹爹高兴 哥哥高兴 弟弟高兴 小爹爹爹高兴 天府都高兴 天开了 五余散了 我又是有元堂的小孩了 走走走走 赶紧回去 帮我做功课去 花花拉着顾华为的手 两人跑得飞快 心情亦是飞扬的 虽然在国丧期间 但从新帝到朝臣 没有一个日闲着的 尤其是大臣们 他们还要筹备新帝的登基大典 从选择吉日 到龙袍的刺绣 再到大典上 需要用到的各种器物的准备 以局人员调配 哪个环节都不容出错 当然 最忙的还是礼部和内务府 身在户部的文九霄也挺操心的 要举行登基大典了 自然是要花银子的 要举办一个盛大 而又庄重的登基大典 那要花的银子 自然就更多了 谁让文九霄管着钱袋子呢 日子过得是真快呀 转眼 二十七日的国丧就结束了 在朝臣再三奏请下 新帝勉为其难地 答应登基了 登基这天 新帝率领群臣祭祀天帝 祭拜太庙和设计 然后身穿滚冕服的新帝 登上御位 奏乐起 百官就位 行大礼朝拜新帝 在登基大典上 新帝同时策立了皇后和太子 毋庸置疑 太子妃张婉清 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 她和新帝所处的嫡长子 被立为了太子 至于皇太后和太妃 这些先帝的女人们 新帝临前继位的时候 就已经册封过了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新帝的生母啊 是后宫最特别的存在 也不知是看破红尘了还是怎么的 一直闭着宫门 过自己的日子 哪怕后来她生下皇子 成了太子 她也没有出来走动过 一点麻烦啊 都没给儿子添 若先帝的皇后不在了 新帝可以直接册封 自己的生母为皇太后 可是这宫里啊 是有皇后的 虽然娘家犯了重罪 但先帝并没有废后 所以 这一册封 就是两位皇太后 新帝的生母 为圣母皇太后 原来的皇后呢 为母后皇太后 好在母后皇太后特别识趣 自寝去为先帝守灵 新帝也十分大方 派了不少宫女太监服侍她 先帝的其他妃嫔 新帝也特别优待 从未侍寝过的 征求其意见 若是愿意出宫的 那就送上一笔钱财 护送其归家 愿意去给先帝守灵的 就跟母后皇太后一起 愿意留在宫中的 各项分礼也不会欠缺 只是要换个地方住了 毕竟新帝登基了嘛 她的女人要进后宫 先帝的女人得让地方 新帝登基之后 大赦天下 欲赦不赦的重罪除外 先帝驾崩的时候 于智就想到这件事了 在山芸县时 县衙县穴 铺子上都招了不少 流放过去的犯人 这下好了 他们身上的罪名 都能赦免了 其中有好几个人 能力非常强 于智就想把人 弄到京里来用 毕竟山芸县太远了 好多事情 她都变少莫及的 得把重心往京城里转移 新帝封赏皇族的时候 顺便也把文九霄 给封赏了 官生一品 进内阁 但仍然长着户部 她成了大庆朝历朝以来 最年轻的阁臣 满朝哗然 羡慕嫉妒皆有之 却无人站出来反对 一是文九霄赈灾有功 尤其是她从江南回来 一路遭遇刺杀 可谓是拿命去搏的 二是新帝才登基 做臣子的 不好搏了她的面子 以后你就是格老夫人了 文九霄穿着新朝服 给于智看 与其骄傲 像一只开瓶的孔雀 于智笑了 打句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 芙蓉妻贵吧 还别说 新朝服穿在她的身上 就是好看 必须是 文九霄肯定的 她的目光 落在她有些苍白的脸上 心里想着 要去太医院走一趟 要几个不气血的方子 这男人呢 很少有这般炫耀的时候 于智笑得更厉害了 然后鼓励她 七下 我呢 就等着做守府夫人了 她是一点都不想卷 但她喜欢看别人卷呢 这种躺着被带飞的感觉 爽极了 守府 文九霄想起了 那个消灭胡老头 她年纪啊 已经不小了 也该退了 就算不退 干掉的 而不是 是逼她退 这个信心她还是有的 好 文九霄郑重地答应了 心里已经在谋划着 怎么磨算篡位了 一直到快过年 于智才头一次出门 去给婆婆请安 之前关于她的身体情况 仍是一点都没传出去 当侯夫人看到于智的时候 惊得都站起来了 你 你不是 她不是快死了吗 像是看出她心中所想 于智笑得特别灿烂 母亲 儿媳的病痊愈了 大好了 在病中这几个月 儿媳特别想念母亲 这不 一好 就过来给您请安了 母亲 儿媳关您气色不大好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她一脸关心地问 是吗 侯夫人下意识地 摸上自己的脸 最近府里事多 太忙了 可能是没有休息好 像是苗卜似的 朝于智露出亲切的笑容来 好 好了就好 你好了我就放心了 心里啊 却非常的诧异 前一回见她 人是推进来的 那脸上的病容 也就离死只差一步了 怎么转眼就跟好人似的呢 脚步轻盈 面若扶渠 不仅气色好 比以前还更显年轻了呢 这是大病出狱的人吗 她刚才一进来 都以为见了鬼呢 于之昏迷不醒的事 侯夫人是知道的 文九霄父子俩三日没去衙门 她能不知道吗 她等着见儿媳最后一面呢 虽然说最后人又救回来了 但侯夫人一直认为 她命不久矣 说实话 她连她的后事 都悄悄地让人准备好了 结果 她好好地 悄生生地站在她面前 可不就跟见了鬼似的吗 她连心儿媳妇的人选都看好了 她又不死了 你说欺人不欺人 母亲啊 您这样可不行 自打生了这次病 儿媳就悟出了人生真谛 钱呀财呀 名声地位什么的 那全都是虚的 自己的身体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您说 您也一把年纪了 还抓着管家权不放干什么呀 早些一样天年不好嘛 让大嫂给您分油多好啊 侯夫人心里不痛快 却还得装出高兴的样子 更可气的是 老三家的一如既往的棒准 看不懂人脸色 话呢 会特别多 偏还说不到地方去 侯夫人不知道被扎了多少刀 到后面 连脸上的表情 都险些维持不住了 余知可不管了 侯夫人痛不痛快 反正她自认为病好之后 低回亮相很完美 没看见她走这一路 惊呆了多少人嘛 余知已经痊愈了 去庙里清静的余广贤 自然也回了京城 她登门看完闺女 老远便看到垂花门 旁边站着的闺女 她不由眼眶一红 险些老泪纵横 爹 女儿不孝 让您跟着担心了 余知迎上去 看着老父亲轻瘦的脸 心底情绪翻腾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墙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像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五十三集 情绪鲜少外露的余广贤 瞬间红了眼睛 把闺女从头看到脚 见她气色恢复了以前的模样 才彻底放下心来 好 好 你好好的 就好 这几个月 哪怕她身在寺庙 那心啊 也是悬着的 她就是一个闺女 一点血脉啊 兴儿老天有眼 让闺女度过了这一劫 没让她白发人 送黑发人 闺女啊 爹年纪大了 你可别再下爹了 以后 都长命百岁 鱼芝心底酸涩 面上却露出了笑容 他挽着老父亲的胳膊 把头轻轻地靠在她的肩膀 好 爹 咱们 都长命百岁 他再也见不到 现在的爸爸妈妈了 可是在这里 还有一个这么好的父亲 疼爱着她 鱼广贤是真疼闺女 哪怕鱼芝再三表明她好了 没事了 身体健壮的能打死牛 可余广贤依然让她多休养 就连初二都怕她累着 不许她回娘家 反而是自己跑过来看闺女 时间过得飞快 开年的第一次早朝上 新帝宣布更改年号为永初 这招式着 属于太康帝的时代 已经成为过去了 永初帝的时代正式开启 寻着旧历 永初帝登基也加考了恩科 三月底的时候 永初帝帅群臣春烈 君王四季田烈 分别称作 春夏苗 秋冬寿 苗寿 分别是古代 对春夏秋冬四季狩猎的称谓 春烈指春天搜索 猎取没有怀胎的禽兽 因为春天禽兽是繁殖的季节 古人其实很重视 自然界禽兽数量的平衡 夏苗呢 指的是夏季猎取残害庄稼的禽兽 因为夏天是庄家苗生长放生的时间 保护庄稼不受禽兽的糟蹋 保障粮食的收成 也是维持一种平衡 秋烈呢 则杀伤禽的野兽 秋天 家禽要长大了 要保护不受野兽的侵袭 减少损失 维持收成的平衡 冬兽 围猎 不加区分 都可以猎取 冬天是万物休息的季节 此时啊 猎杀一些动物增加收成 维持数量平衡 帝王狩猎一般是在秋季 像先帝 都是秋季率群臣去狩猎的 也不是每年都去 怎么说呢 看皇帝的心情吧 可勇出帝这不是才登基吗 对狩猎这类活动 算是十分正重的 一年之计在于春 对勇出帝来说 春烈并不在于烈 而是他出掌朝政 对大臣的震慑 春天开个好头 后面才能更顺 做帝王的 多在于这些 春烈呢 于智也是去了的 坐在车里 他看着骑着马 跟在车边的父子两个 不由想起刚成期那会儿 跟着先帝秋猎的那回 那时候的文九霄 也是巴巴地守在他车旁 就算先帝照他陪伴 他也会抽空把他安排好 那回猎场还出了大事呢 白国公谋逆 先帝险些丧命 还是他出手救的架呢 他的县主 就是那个时候封赏的 娘 累不累 文西周关切地问 儿子去前头问一问 什么时候先醒 生怕娘亲累着的好大儿 骑着马往前头去了 文九霄凑近车窗 要不再垫一床被子 不用 不累 于智嘴角一抽 这父子两个都当他是纸糊的嘛 才走了半天 一会儿问渴了吗 一会儿问饿了吗 这会儿又问累了吗 于智就很无语啊 车里还有个贺小蝶呢 他已经恨不得自己垫在他身子底下了 说起贺小蝶 因为他病了的事留在京城 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去了 本打算让他过完年就走的 结果赶上了春烈 公款旅游 于智自然想去了 文九霄也希望他能出门散散心 这不就又把他留下了吗 毕竟别人他可不放心 于智决定啊 等春烈回来 哪怕天上下刀子 也等人贺小蝶回山云县去了 春天是个草长应飞的季节 是个欣欣向荣的季节 到了皇家猎场 众人先安置下来 这一回啊 文九霄分道的住处比上回好多了 毕竟都进了内阁了 待遇自然是要提上来的 休息了一晚 第二日起了个大早 四周还静悄悄的 夫妻两个牵着马 去了猎场 赛场 好 说是比赛 但两人的马骑头并进 谁也不曾超过谁 两人在马上对视力演 都笑了 红日东升 照射着大地 草叶上挂着 晶莹剔透的露珠 空气中飘来花草的芬芳 两个人端坐马上 阳光照在他们身上 仿佛给他们 镀上了一层金光 从眼处看 背影是如此的和谐 文九霄温柔望向身边 浅笑的余芝 飞快地雪下心愿 愿年年岁岁 朝朝暮暮 余青 共此轻 余芝的这次亮相 煞事惊待了不少女眷 过了一晚 还恍恍惚惚的 那个女人不是快病没了吗 这不声不响的 怎么就 脑中浮现那张 年轻妩媚的脸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个童要来春烈的夫人 回京之后 跟朋友说起余芝 一品告命夫人 侯府女主人 男人万事都随她 你是没有看见啊 小文阁老简直是 把她捧在手心里 那样一男人 居然蹲下身子 给她穿鞋子 我这心里啊 都能拧出醋汁子来了 哎呦 她的命可真是好啊 病了那么久了 这模样都没有 多大的变化 似乎比以前 还要更年轻了 就说我吧 她示意了下自己的脸 唉呦 这些年 燕窝 身容什么的 我也没有少吃啊 那贵妇人 抹脸的膏子 胭脂什么的 我也是年年买 想着总不会差太多吧 结果看到她呀 哎呦 说我是她娘 八成都会有人醒 其实 我就比她大了两岁 哎 你说 她看脸外头没人 才压低了生眼 你说她是不是什么 狐狸野质子变的 好朋友险些一口茶 喷她脸上 这位夫人叹了口气 唉 我原本还想着 都到了这个年纪了 她总不能再 忽媚祸人了吧 男人都是看脸的 都这个年纪了 小文哥老还不 拿她三五个小气 正好也替咱们当年 出口恶气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五十四集 这两位啊 当年代字归重的时候 都是文九霄的养莫者 后来文九霄取了 出身低微的余知 可把这两个气坏了 可这么多年了 后运就她一个人 小文哥老愣是 连其他女人 一根手指头都没碰 一个切实都没有那 你说 她运气怎么就这么好 她的好朋友静默 许久才道 你不也说了吗 她命好呗 万般皆是命 别念叨了 谁叫咱遇不到 小文阁老那样的男人呢 两人对视了眼 苦笑叹气 在大庆朝 文臣和武将精卫分明 文臣家的子弟 想弃笔从容 并不容易 而武将家的子弟 想读书走科学的路子 更难 多少年来 也就出了一个小文阁老 小文阁老姓文 名九霄 他出身武将之家 武安侯府 却以科举出世 十五岁 便以状元之身 入汉林院 然后进大理寺 一路扶摇直上 成为大庆朝 最年轻的内阁大臣 在此期间 他所在的武安侯府 并没有给他什么助理 一切全靠他自身的努力 人们感叹着 这样精彩绝艳的人物 也就只此一刻 然而 棋子文西周 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在文臣和武将之间 来回的横跳 京城第一次 记住文西周这个名字 是县市放榜之后 他考了个心暗手 看榜的人却无比茫然 这文西周是谁呀 哪个书院的 哪家的子弟呀 国子监好像没有这个人呢 学问这么好 怎么从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姓文 这京城里啊 倒是有这么一家姓文的 我靠 不会真是他家的吧 那家子虽然是武将 但武安侯的敌刺子 小文大人 却是走了科举出世的路子 难道 丑人这一扒拉 还真把文西周的身世 给扒拉出来了 原来 这个文西周 还真是小文大人的儿子 提起小文大人 在京里 那真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怎么棋子却寂寂无名呢 这么好的学问 不应该呀 后来人们才知道 文西周不是在京里长大的 而是跟着其父 在任上长大的 直到该科考了 才回了京 文西周出身不错 有个能干的爹点 自身也优秀 不过一个县岸手 还不足以打动那些三英世家 他们在观望着 若此子之后 泯然于众 那便罢了 若此子不说如其父一般 精彩绝艳了 能一路走到会试电视 也值得他们费心思招揽 或者拉拢了 最好的方式便是联姻 现在嘛 还早 毕竟年轻人嘛 跳脱 不定性的很呢 很快 在乡市上 文西周又大方一彩 夺到了头鸣暗手 就在众人感叹 清除于兰而胜于兰 猜测老文家 八成又要出个状元了 这父子双状元 这是祖坟上冒清烟了吧 不 这是祖坟上着火了 谁能想到 在科举上 已经走出一条路的文西周 居然弃笔从容去了 他跟着其祖父 进了雨林卫大营 当了一名小小的亲兵 众人都傻了眼 不是 你一文若书上 跑去军营 你怎么想的呢 这脑子有坑了吧 这不是拿自己的前程 开玩笑吗 祠子太过任性 太想当然了 家中的长辈 也是糊涂啊 就在众人 为文西周婉西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 祠子不仅文采斐然 攻马骑射 也是一流啊 军中大笔 在皇家教场上 他永贯全场 拔得头丑 连太子殿下都集结叫好 连呼 小文大人养的好儿子 就在大家以为 他要继承祖父一波 接掌军中人脉的时候 他却悄悄地跑去参加了 会议室和殿士 不声不响地中了状元 进了汉林院 每天勤勤勉勉去汉林院修书 谦虚向同僚和前辈请教 低调的就好像 在皇家教场大展神威的人 不是他一样 文西州在汉林院一待 就是三年 期间 齐父小文大人 已经官制一品 进了内阁 有这样的靠山铺路 文西州不仅能留在京里 六部啊 哪个地方他不能进呢 许多人就猜测了 他是去吏部 还是齐父的地盘户部 他呢 偏偏不走寻常路 自请带兵剿匪去了 这下 众人都为他捏了把汗 又知道 自身武艺高强 攻马贤熟 不等于会领兵打仗 兵法背得再熟 这纸上谈兵有什么用啊 此子这是被人捧得 有些飘飘然啦 不少人摇头叹息 血上虽然不说 心里却不看好 文西州此番的行为 三个月之后 文西州不仅没有折起沉沙 反而大获全胜回了朝 那天 银袍小将端坐马上 阳光照在铠甲上 反射森森的光芒 趁得小将如天神一般 回朝之后啊 文西州没有进吏部 也没进户部 而是去了宫部 经报人眼球的是 这位侯府公子哥 居然做的一手好木工活 经他改良的弩 那射程啊 比原来的远了一倍 更不要说 他还带人造出了 适合单人使用的各种暗器 不仅可以用于军中 像大理寺官员外出查案 用来防身也特别好用 当然了 最先武装起来的是 皇家的暗卫 此时朝山对文西州的 来回横跳都已经麻木了 哪怕说他要去青天见 他们都不会惊讶了 而是暗自猜测 这一回他会捣鼓出 什么东西来 文西州若只是比别人 优秀一些 那其他的人还会想着 跟他一较高下 想着努力赶超他 可他优秀的遗迹绝尘 任谁也胜不出 与他相较的心思 假以时日 这又是一个小文革佬啊 这样的人才 谁不想巴落到自己家里来 于是那些权臣啊 世家啊 全都盯上了文西州 想要与其联姻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五十五集 说亲的人太多了 于是都开口问他 周周啊 你想娶个什么样的姑娘啊 文西州呢 倒不扭念 娘替儿子挑便是 他非常相信自己娘亲的眼光 我才不帮你挑呢 于智翻了个白眼 是你娶媳妇 又不是我娶媳妇 我喜不喜欢不重要 关键是要你喜欢 那是给你生儿育女 陪你一辈子的人 见儿子若有所思 于智又道 每一个孩子长大了 都要离开父母 去组建自己的家庭 以后你最亲最近的人 就是你媳妇了 你呢 要学着成为小家庭的顶梁柱 去给你的妻儿 遮风挡雨 我喜欢的 文西州喃喃自语 于智点头 对啊 你喜欢的 儿子啊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 娘照着那样的去找 不其然的 文西州的脑中 就浮现出了一个 俏丽的倩影 那是一个 有一双圆圆大大眼睛的姑娘 文西州见惯了父母的恩爱 也知道 自家和别人家 有些不太一样 别人家都是有妾室的 他回京之后啊 走得比较近的几个朋友 家里都是有 树出的兄弟姐妹的 像秦军盛 他爹呢 特别有才华 也特别看重他这个嫡子 然而 他也是有一个树弟 一个树妹的 文西州的家里 不仅没有妾室 他爹连通房丫头都没有 他家兄妹三人 全出自他娘的肚子 所以感情特别的好 别看他爹在外头 威风扒面的 那回到家里 在娘跟前啊 那叫一个温柔小意 他曾无意间 撞见爹给娘洗脚 堂堂一品大员 毫无形象地蹲在地上 娘把洗脚水 溅到他脸上 他随便便用袖子擦去了 一脸的包容 这副样子 若上朝堂上 那帮大臣见了 肯定得惊掉下巴 爹和娘之间的感情 最令他羡慕了 娘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姑娘 其实他很想说像娘这样的 他呢 打小是跟着娘长大的 一直到他四五岁 爹才出现 他从小就聪明 记性也好 记得清清楚楚 他清楚地记着 小时候他和娘是住在安城的 一个小小的院子 有多小呢 还没有他现在住的院子一半大呢 娘呢 特别喜欢花草 院墙上爬满绿绿的藤 有的开花 有的不开花 院子里种满了花 开出各种颜色 一年四季 从早到晚 院子里都是香香的 他们所住的巷子 有好多石榴树 科末夏初的时候 石榴树开出红色的花 可好看了 刮风时 他喜欢和小伙伴 站在树底下仰头看 石榴花被风吹落 就好像下了一场红色的花瓣雨 那时候 虽然他没有爹爹 但他有娘啊 有天底下最好 最疼他 最无敌的娘 有石榴姐姐和莲雾姐姐 还有大胖 他的娘和别人的娘不一样 整条巷子 他的娘是最好看的 他从来都是笑着的 从来不打孩子 他教他十字念书 给他讲别人都不会的故事 还亲手给他做玩具 他一开着车子出门 巷子里所有的孩子都羡慕极了 他还会带着他遇见飞行 想到这儿 文西周笑了 一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学会遇见飞行 然而 这一点都不影响 他对娘的敬爱 对了 他们家附近呢 还有条河 娘经常带着他去河边钓鱼呢 跟着娘 他是快乐而刺激的 哪怕一直没有跌点 他也不觉得比别人缺少什么 有时候他也会想 若他一直在安城长大 他会是什么样子呢 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 少年就步入朝堂 但他也会长成令娘满意的样子 嗯 若他和娘一直在安城相依为命 就不会有花花盒壮壮了 那还是遇见爹吧 娘有了相濡以沫的夫君 而他有了爹 有了弟弟和妹妹 一黄 他也长大了 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 娶什么样的妻子 他希望是像娘那样的 并不是说相貌 他并不看重相貌 皮囊而已 再美的容貌 百年之后 还不是一样是一对白骨 也不是强大 像娘一样强大的姑娘 这世上恐怕寻不到第二个了 就算有 他凭什么就是那个幸运的人呢 而是内心的笃定和从容 善良而不烂好心 明辨是非 孝敬长辈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里 都能宠辱不惊 哪怕跌落谷底 也能坚定地和家人孩子 站在一起 内心的强大胜过一切 文西周就喜欢这样的姑娘 而他好像 也遇到了一个很可爱的姑娘 从他中了现世的暗手 他就经常偶遇到 别有用心的姑娘 有给他送荷包的 有送帕子的 找他探讨学问的 更直白的 有往他怀里摔的 还有固人演戏 企图制造异常英雄救美 以身相许的 他们或漂亮 或断装大方 或清高有才 然而眼底的企图和野心 是掩盖不住的 他不喜欢 一点都不喜欢 一切别有用心的人和事 他都不喜欢 唯有一位姑娘 给他送的是大夫 生怕他不要 丢下大夫就跑 慌慌张张地像只小兔子 他跟别人不一样 他的眼神清澈 看向他的时候 眼里有惊艳 却没有贪婪 娘说过 他的这张脸呢 随了他和爹的全部优点 尤其对姑娘家 很有心理 不知为什么 之前那些人 盯着他脸看的时候 他很是厌烦 而此刻 他的心里 却是隐约的高兴 那时候 他的娘亲病了 太医都没有办法 爹四处寻找名医 那个姑娘 从来不说 登门探望 却隔三差五 就给他送个大夫 嘴里絮絮叨叨地 告诉他 这个大夫 擅长什么什么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新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五十六集 情不知所起 亦往而情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啊 文西周居然盼望着 与他见面 在娘问他 喜欢什么样的姑娘的时候 他脑子里浮现的是 他的样子 若要选择一个女子 共度此生的话 他希望是她 自从娘的病好了之后 她已经很久 没给她送过大夫了 她该怎么让她知道 她的心意呢 娘从小就教导她 喜欢就要勇敢追求 迟疑容易错过 送东西 宝石金钗 灵嘴小玩意儿 鲜花 娘就很喜欢 爹送了鲜花 不不不不 男女之间 不亦私相授受 撑回坏了她的轻语的 写信 也不行 文西周在街上转悠 寻找灵感的时候 忽然目光一顿 那不是 走进了墙 还真是平王府的马车 难道 文西周快步走了过去 果然看到熟悉的倩影 正从珍宝阁出来 在心中一喜 尖家郡主 魂世子 是你啊 姑娘猛一抬头 脸上露出 惊喜的笑容来 是啊 就是这般巧 文西周望着姑娘 抱拳一依 在下有句话 想要和郡主说 姑娘的脸 一下子就红了 好似那三月的桃花 文西周含笑望着她 目光瞥向 跟随的仆妇们 姑娘好似知道 她想说什么 更加羞难了 她垂下眸子 啊 身旁的匍匐 拾去地退开了 文西周清了清嗓子 脸上起了热度 郡主 在下心悦郡主 择日登门提亲可好 姑娘头脑嗡的一声 不敢置信地抬起头来 眼睛圆溜溜的 里面满是惊讶 迎上文西周 笑意盈盈的眸子 她慌忙又低下了头 啊 她声如文娜 心却砰砰直跳 开心地想要大叫 文西周温柔地看着眼前的姑娘 笑容更深了 等着我 等着我去提金 等着我去娶你 春日雨后的夜晚 空气格外清新 屋内的少年正坐在灯下读书 忽然听到熟悉的声响 她连忙站起身 走了窗边 飞快地打开了窗户 一个身穿 匪色蝶裙的少女 从外面跳了进来 一边嘴上还抱怨着 不是跟你说了 给我留着窗户吗 少年一边小心地 关上了窗户 一边好脾气地道歉 对不起 我忘记了 其实啊 她并没有忘记 是她身边的小思觉得 今夜可能会下雨 特意把窗户拴上的 她转个身 就瞧见少女 已经熟门熟路地 坐下来看她的功课了 顾怀为 你这策论写的 她责了一声 就你目前这个水平 俯士能过吗 真不是她要吐槽她呀 实在是她的策论 写得连她都看不下去了 顾怀为并不生气 而是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花花你也知道的 我在读书上天分一般 花花翻了个白眼 那你家里是怎么想的 你们家是武勋 真让你去考秀才 就不能给你找个差事吗 你三哥不是当了禁军吗 顾怀为更加不好意思了 花花 我的武艺更不好 练了这么些年 也就会点花拳秀腿 骑马倒是能骑 就是手上没力气 只能拉开最轻的弓 准头还不行 要是爹找门路 把她也塞进禁军 她自个儿都心虚啊 守个宫门 守个城门 总可以吧 花花支着下巴 嗯 你读书天分一般 家的资源人脉 都在军中了 也帮不上你什么 干嘛非想不开 让你去科举啊 花花很是想不明白 顾怀为吭吱吭吱的道 你们家不也是武军吗 小文阁老和文大哥 不也是科举出师吗 你还想和我爹 我哥哥比啊 你有他们的脑子吗 我弟弟策论都写得比你好 壮壮还只花了一半的心思 在读书上呢 花花说的可都是事实 顾怀为并不觉得被伤了自尊 只是有些沮丧 我太笨了 我说你这文也不行 武也不行 以后可怎么办呢 花花都替得发愁啊 总不能真诚玩裤子弟 专职啃老爸 你这样 将来连媳妇都娶不到 嫁汉嫁汉 穿鱼吃饭 你连家都养不起 谁乐意嫁给你啊 吐槽起青梅竹马的小伙伴 花花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顾怀仗红了脸 淒淒爱爱的道 花花 我会好好努力的 你 你也就剩着一个优点了 幸好 她还算踏实勤奋 从来不逃课去玩 夫子交代看的书呢 都认认真真地看了背了 让做的功课 也老老实实地做了 不 还要替花花多做一份功课呢 做了这么多功课 成绩居然还这么差 娘说得对 这生孩子呀 要趁早 年纪大了 生出来的孩子 资质就是不行 老来子说着令人羡慕 实际上 得亏顾怀为不是他们家的 要不然 他得跟着操多少心呢 当然了 生孩子呢 也不能太早 太早伤身体 娘说啊 最好能过了二十岁 娘还说 他生哥哥的时候 就是年龄太小了 幸亏他身体好 要不然 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顾怀为不服气 我就这一个优点吗 那你自己说 你还有什么优点 顾怀为看了看他的脸色 你不是还夸过我乖巧听话吗 那是小时候的事了好不 我现在也听话呀 你说什么我不是都听吗 花花一想也对呀 行吗 你算的优点 我想起来了 你还有一个优点 像茫生的不错 说不定会有姑娘 喜欢上你这张脸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757集 京城这么大 眼瞎的姑娘 那总是有的 欢欢觉得 自己真是个善良的人 这么早就担心小伙伴 将来娶不到媳妇了 欢欢 顾怀为很是窘迫 她看着这张 近在咫尺的脸 很想问 你会不会喜欢 却又不敢 行了行了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我听说 像你这么大的公子哥 家里长辈 都会给安排通房丫头呢 话还没说完呢 就见顾怀为的脸 胀红了 没有 我没有 我也不会要 花花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什么通房 丫头 她很急切地解释着 花花翻眼皮子看她 没有就没有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我 我怕你误会我 顾怀为呢呢的 这些年呢 她可没少听花花吐槽 知道她最厌恶别人那妾了 谁谁家的嫡树相争了 谁谁家后院起火了 哪位老夫人又抬了个二八小妾进府了 有些还是她说给她听的呢 她爹呢也是友谊娘的人 但是她一点都不喜欢他们 她都不明白 一个人怎么能喜欢那么多女人呢 像她就只喜欢一个人 算了 不说这些了 还是来看看你的策论吧 嗯 你这篇策论 我帮你改了一下 你看一看 是不是比你之前好多了 跟顾怀为说着话 也没耽误花花改策论 因为这真的不难嘛 也就顾怀为长了个狗脑子 不开窍 愁人得很 女子又不用科举 花花为什么会写策论呢 自然是学的呗 爹会 大哥会 那壮壮也会 连娘也能提几点意见 她不会能行吗 爹交一点 哥哥交一点 再看看弟弟的课页 自己在琢磨琢磨 耳濡目染之下 花花不就会了吗 哇 花花你好厉害 顾怀为一脸崇拜啊 经过花花改过的策论 观点更加鲜明了 表述也更加清楚了 还加上了 她没有想到的方面 因为真的不难呢 花花很想叹气 写策论 是有套路的 你多读多分析 其实就是一个模子 任何题目 你都能往里掏 想要考中 你要会投机取巧 多研读主考官的文章 看看她的文风 是辞早华丽呢 还是讲究实用 说到这儿 她一顿 目着脸道 算了 你八成 也不会投机取巧 你让你爹 打听下俯师的主考官 找一找她的文章 我帮你分析 你这样的只能笨鸟先飞 多做题吧 哥哥那儿啊 应该有不少试题 她回头去拿些过来 谢谢花花 花花你真好 顾怀威开心地道谢 一点都不觉得 被个姑娘家辅导功课 是件丢人的事 相反 她很开心 花花太聪明了 是她见过最聪明的姑娘 也是最好的姑娘 叶更深了 一世宁静 花花在翻看顾怀威的书 顾怀威呢 在做花花布置的作业呢 花花 你帮我看一看 这回怎么样 顾怀威把自己 改了三遍的文章 递给了花花 花花看了 真想说 要不你还是敢练武吧 想起小时候 她蹲个马步 都能把自己给累病了 画到了嘴边 又咽了回去 委婉了她 比之前有进步了 就是进步的不大明显 她要是她的夫子 一天得打她手心八遍 不过 谁让她是自己的小跟班呢 捏着鼻子 也得拉她一把呀 真的 我也觉得这一遍有进步了 花花 还是你比较厉害 你说我就懂了 学堂夫子讲的 好多我都不太明白 花花觉得 这太正常了 顾怀威本就资质一般 上的学堂也一般 夫子的水平呢 也就那样吧 她能全听懂才怪呢 听不懂 就让你爹 再给你找个夫子 私下里补补课 花花 我喜欢你教我 没话 你该学的不都学完了吗 顾怀威不解 她从去年去学堂 就三天打狱两天晒网了 这规矩 教规矩的魏嬷嬷跟她投缘 愿意留在她身边替她管院子了 女工 她求了她那么久 一个荷包还没求到手呢 至于琴艺嘛 魏嬷嬷也会弹琴 她跟着魏嬷嬷学了 花花抬手敲了她一下 什么叫学完 学无止境 知道不 这样的话在外面千万不要说 人家笑话你浅薄 在学堂里更不要说 夫子会打死你这个狂妄小子的 顾怀威惨嘻嘻嘻地认错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的 你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灰虫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闲着了 我很忙的好吧 我小子有孕了 我得帮助管家 我人缘那么好 那么多人给我下帖子 我不得出门交际啊 给她弄些试题 隔三差五地给她指点一下还行 要日日给她辅导 她可没那个时间 好吧好吧 我知道了 顾怀威扁着嘴一脸的失望 而后又戚戚爱爱的她 花花 你也知道我爹是个粗人 能不能请小文哥老 帮着推荐一位夫子 她望着花花 羞难又期待 花花挟了她一眼 想什么好事呢 堂堂静安侯府 还找不到一个能教你的夫子 还想打扰她爹 这小子不老实啊 顾怀威被揭穿了心思也不恼 好脾气地笑一笑 问她 你今天不是硬邀去王林郎家了吗 玩得开心吗 本集晚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五十八集 哼 这话题转得可真声音啊 花花瞪了她一眼 随后摆了摆手 一脸生无可恋 别提了 没意思透 每次聚会 十回有八回要饮食 要作画 好像不饮食作画 显不出他们身份高似的 你哥哥 都恨不得给自己脑门上贴上 财女 你就纳闷了 不是财女就活不下去了 十来岁的姑娘家 正是最好的年龄 穿点漂亮的衣裳 吃点好吃的 赏赏花呀 观观景啊 聊聊天啊 偷个胡 放放风筝 多休闲 妾呀 就算真喜欢读书 寻知东道合的朋友 交流便是了 干嘛非得让每个人 都参与进去呢 孤怀威笑了 打趣她 你还怕吟诗作画 她可是经理出了名 对我学问呢 画画白的一眼 怕不怕 和喜不喜欢 是两回事 我出门就是去玩的 是放松心情的 结果还得绞尽脑汁的写诗 烦不烦 她爹是状元 她哥哥呢 也是状元 为了不给他们脸上抹黑 她总不能是个草包吧 知道为了保住 财女的人设 她有多辛苦吗 那些书啊画的 她真的是认真学过的 她对这些兴趣是真的不大 她就想做一个物学无术的人 我还是更喜欢 跟武将家的姑娘们玩 大家打打马球 试试剑 多开心啊 文臣家的姑娘 心也太多了 还小 说句话都拐十八个玩儿 太累人了 那个 蒋千千 米惠威 还有周乐儀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他们背地里说我坏话 嫉妒我呗 我就是比他们长得好看 比他们才学好 比他们人缘好 不服气也没用 谁让我爹位高权重 我更有出息呢 今天 蒋千千在我跟前一样怪气的 被我怼回去了 小样的 在她跟前装白莲 她可是跟娘学过差异的 米惠威和赵乐儀 还想为蒋千千出逃 我踢了个狮子 她俩摔一块去了 是他们自己不小心 这关我什么事 谁看见了 争计呢 别说他们三个了 就是再来三个 我一巴掌 就把他们全山墙上 当壁画去 花花眉飞色舞 说得高兴处还比比花花 她现在呀 是真体会到娘说的 会装的好处了 她在外头装得多好啊 什么有才贤雅 什么落落大方 什么端庄了 她的名声可好了 可招人喜欢了 就算她干点什么坏事 谁也不会相信是她干的 连怀疑都不会怀疑 实际上呢 琴曲她就会弹那三首 女工 她至今连一件衣裳 都没有做成过 做画 她只擅长画牡丹 谁要是得罪了她 她恨不当能把人踢河里去 跟端庄还尾石是不沾边的 怎奈她会装啊 她可太快乐了 顾怀为耐心地听着花花说话 面上带着微笑 一双眼睛亮得如天上的星子 府里的姐姐妹妹不少 可她还是喜欢跟花花在一起玩 她的身上啊 有一种魔力 让她忍不住想要靠近她 顾怀去找她爹 说找夫子的事 静安侯很是意外 她这个老来子呢 生来就体弱 不是习武的材料 因此打小就触她这个爹 大了虽然好了些 但仍是能不见就不见 今儿主动寻过来 还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呢 静安侯到底是老辣呀 几句话就给盘问清楚了 心里有了底 这么说 是文家那丫头 帮你出的主意了 顾怀威迟疑了一下 点头为花花说话 虽是他提的 但儿子也觉得 他这个主意很好 儿子没有练武的天分 只能读书 儿子弩顿 只能夺下功夫 要是有个好夫子指导 儿子的学问 也能长进快些 爹 儿子有自知之明 将来能勉强中个举人 寻一份差事养活自己 就满足了 儿子长大了 总不能一辈子靠着您 靠着福利吧 静安侯更加意外了 上下瞅着儿子 跟不认识他似的 好小子 还知道不能一辈子 靠着长辈 靠着福利 这是真长大了 要知道啊 这经理不少人家的 敌次子敌幼子 甚至是数子 文不长武不就 从不想着自己上进 成天就是靠着老子 靠着福利 无所事事的 可谁又能养他们一辈子呢 当爹的还好 等到兄弟当家了 谁又愿意摆养着这么些人呢 维哥虽然资质一般 但这孩子有这样的心性 他这个当爹的 很是高兴啊 嗯 你能这样想就对了 你是幼子 将来肯定要分出去担过 但爹娘和你大哥 肯定不会亏待了你 庄子 铺子 宅子 安家的银子 都不会少了你的 你最小 身子骨 又不如你几个哥哥强将 爹和娘的私房 肯定还是要多分一些给你 静安侯夸奖儿子 语气透着欣慰和疼爱 爹 顾怀为可感动啊 望着他爹的小眼神 别体有多如目了 紧接着就听他爹话锋一转 壮丝漫不经心地问 这篇策论 是文家那丫头帮你改的 是 顾怀为老实点头 嗯 改得好 那丫头在读书上 比你有天分 静安侯拿着两篇文章 又审视了一遍 她虽然是武将 但这文章好与不好 还是能看出来的 更何况 就这一笔字啊 就写得相当的不错 看似娟秀 实则透着锋芒 似如其人 那个丫头啊 比她儿子强啊 听到爹夸夸夸 顾怀为并不觉得羞耻 反而十分地高兴 爹也这样觉得 他本来就比我聪明 这篇策论我憋了三天才写好 他一刻钟就帮我改好了 爹你不知道 他懂得可多了 我们夫子都没他想到明白 他一讲我就懂了 有一回我照着他列的提纲去写 夫子都夸我了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墙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五十九集 看着高兴地露出大白鸭的儿子 金安侯都没眼看了 这个傻儿子呀 当爹的就很愁 你说你这样的怎么配得上人家呢 小文阁老会把咱们父子俩的腿都打断的呀 很愁得金安侯去找了夫人 你说文家那丫头多好 跟咱维哥青梅竹马 知根知底的 要是 唉 唉 多好的姻缘哪 坏就坏在 那丫头太好了 咱这维哥啊 有些拿不出手啊 这 金安侯夫人就是再偏心自己儿子 也无法昧着良心说出反对的话来 她是女眷 对隔壁那丫头了解的更多一点 那丫头小的时候还碌碌莽莽的 这长大了文文静静 知书达理 相貌呢 生得又好 在京里啊 就是尖尖 这父兄都能干 这样的姑娘 皇子都嫁得 自己那笨儿子 还真配不上 侯爷 你说人家这孩子怎么生的呀 金安侯夫人酸了 满京城的 她谁都不羡慕 唯独羡慕隔壁的小文夫人 别的不说了 瞧瞧人家生的三孩子 老大文武双全 又是文状元 又是武状元 小小年纪的就出事了 无论到哪个衙门 干什么差事 都能出政绩 小儿子呢 年纪还小 但听说呀 也是个读书的种子 经常被夫子夸奖 这唯一的闺女 也是要相貌有相貌 要才学有才学 不到十岁 就能帮她娘管家了 你说这同样都是人 这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金安侯也想知道原因呢 夫妻两个对视着 默默不语 一晃 又是三年 花花十六岁了 登门给她说亲的人啊 是络绎不绝的 本朝高门大户的人家 一般是在闺女十三四岁的时候 就开始相看婚事 从相看到定家婚事 怎么也得一两年吧 十五六岁的年纪正好出嫁 于知呢 心疼闺女 心子里呢 又是现代人 十五六岁成亲 在她看来 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事宜 一直拖到闺女十六岁 才松口相看婚事 相看个一两年 再考察个半年一年的 十八九岁 最好过了二十岁再出嫁 反正她家小文革老 位高权重的 她闺女啊 不愁假 眉目如画的少女 叹着气 顾怀为好脾气地 给她递果子 心强不好 花花吃着果子的手 也没闲着 一不小心 把抽屉给拽开了 掉出了一串手串 她很是惊喜 这不是我的手串吗 怎么在你这 我找了好久呢 她把猪串套在手腕上 抬起来欣赏着 红色的猪串 衬得浩腕 更加的七双赛逊 煞是好看 不知怎么的 顾华为看着看着 就有一些移不开眼了 直到花花推她 才回过神来 你说什么 她的耳朵尖 悄然红了 想什么呢 这都能走神 要是在学堂上 父子不得骂你啊 我瘦我的手串 怎么在你这 顾华为想也不想就到 上个月你掉在我 桌案夹缝里了 那你怎么没有还给我 我很喜欢这个手串的 还以为丢了 心痛好几天呢 你自己丢三拉四 还怨我 顾华为也说不清 到底是为什么 反正 她捡到这串手串 就没想还给过她 黄华不服气了 我哪有丢三拉四 就会冤枉我 顾华为看了她一眼 把她拉开的抽屉 往她面前一放 手一扒了 你自己看看吧 这些东西眼熟不 都是我捡的 华华定睛一瞧 又惊又喜 这么多 这个弹珠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过 我来不知道放哪去了 原来是掉在你这了 她拨弄着一样样东西 兴致勃勃的 喂哥 你都帮我收着呢 你丢三落四 我可不得帮你收着吗 喂哥 你真细心 你真好 看着笑得开心的姑娘 顾华为也忍不住唇角飞扬 她不如花花聪明 但她心细啊 她忘记的事情 她帮她记着 她丢了的东西 她帮她收着 对了 你刚才叹什么气啊 花花想起这茬 脸上笑容顿时淡了 还不是那些人 日日的门来给我说亲 你说 人为什么要长大呢 长大就得嫁人吗 谁规定姑娘长大 就要嫁人 就不能娶夫吗 维哥的脑子嗡的一声 脸色煞白 她看着少女开合的唇 什么都听不到了 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 花花要嫁人了 她的心脏被一双大手紧紧地攥住 疼到无法呼吸啊 花花发现了顾怀卫的异样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是不是中暑了 今天也不热啊 她疑惑地往外面看了看 没有太阳 是个阴天 我没事 顾怀卫好半天才缓过劲来 营生少女谋中的担心 她心里却难过极了 想哭 花花不信 怎么会没事呢 你看你脸白的 别不是天天学到三斤八亿累的吧 我跟你说啊 学习非一日之功 勤奋可以 但不能影响了身体健康 没个好身体 怎么出事做官 赶紧的 你家不是有现成的大夫吗 让他给你把碗卖 她一边说着 一边坐视喊人 顾怀卫更想哭了 连忙拦住了她 花花 我真的没事 就是没休息好 才一阵眩晕呢 现在已经好了 她索性认同了她的话 你确定没事了 花花糊液地审视着她 你不会是怕看大夫吧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百六十集 像是要证明自己真没事了 顾怀卫像往常一样跟她斗嘴 你说的那是你自己吧 我自己的身体我能不知道吗 我哪有 你少败回我形象 顾怀卫 你皮痒了 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方梁上趴着去 花花恶狠狠地威胁 顾怀卫做出害怕的样子 大王饶命 小子再也不敢了 算你小子失去 就饶你一会儿吧 花花特高冷范儿地哼了哼 然后呢 行了 我走了 你多休息吧 夫子都说你已经开窍了 不用那么死命学了 你多休息 她站起身 推门就出去了 回去自然不从大门走啊 她一向都是翻墙来去的 打从花花翻墙 顾怀卫就把院子里部分奴才给打发了 只留几个心腹 所以花花翻墙来去的事 竟然侯夫妻俩是一点都不知道的 花花一走 顾怀卫脸上的笑就再也撑不住了 她坐在椅子上 眼睛都红了 顾怀卫和花花同龄 还搭她几个月呢 经理跟她年纪相仿的公子哥 有的都成亲了 没成亲的 婚事也都相看得差不多了 唯有她一心读书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婚事 少年慕爱 她不是不懂 也不是不憧憬 只是她的心底早就有人了 花花便是她放在心口的那个姑娘 可是 她却从来不敢表露 她怕她嫌弃她 继而不理她 花花那么好看 聪明又伶俐 是经理人人都称赞的好姑娘 而她呢 就是一个笨蛋 考了个秀才 还是在她的多番指导之下 连她最引以为傲的家事 在她的跟前都不知一提 她爹是金安侯不假 而花花的爹 不仅是侯爷 还进了内阁呢 秦收府一退 她就是板上定定的新收府 她是哪儿哪儿都配不上她呀 顾怀为沮丧极了 花花也很头疼 娘 我不想嫁人 于知看向的闺女 你是单纯的不想嫁人 还是看不上这些人呢 花花周围想了一下 实话实说 我不知道 娘 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快了 我想留在您和爹身边 不想生活有大的改变 您看 交到别人家里去 婆媳间会有矛盾 周理间也会有矛盾 夫君 她能一辈子对我好吗 不过她那妾 哎呀 反正我一想想这些骚心事 我就不想嫁人了 可是他们都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我若是真不嫁人了 外头的流言蜚语 舌根子底下能压死人 连带着您和爹 甚至家里的姑娘 都会受到影响 花花神经迷茫 可于知却听懂她的意思了 笑着抚摸闺女的脸 你倒是看得明白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世俗的确如此 花花呀 这日子呢 是人过的 还没有开始 你就畏首畏畏的 我可没有教你做个胆小鬼呀 你爹是阁老 你娘是一品告命夫人 你哥哥继承武安侯府 你弟弟是未来的平北侯 愣靠山谁要你多呀 你的底细这么足 你怕什么呀 你父亲兄弟那么努力 就是为了你能在夫家过得好 我的女儿 不应该是这样瞻前顾后的 你应该是仙衣怒马 字以飞扬的 这么说吧 整个京城 无论你是嫁到哪家府里 副家都得敬着你 这么些年轻公子哥 你挑一个呗 你还怕他纳妾吗 你这一身武艺是白练的呀 压 也得把他压得死死的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两个人过不下去了 不是还能合离吗 娘 花花猛地睁圆了眼睛 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与之目光柔和 娘才不管什么破规矩呢 娘只要你过得幸福 要真过不下去了就回来 娘养你一辈子 娘 花花动容 把头埋进娘亲的怀里 娘 您真好 我这辈子能做您的女儿 太幸福了 娘 小时候您提过一嘴 要给我朝夕 你小时候呀 上方皆瓦 逃得没边 我不是怕你砸手里 嫁不出去吗 这为人父母的 不得位于绸缪吗 现在你成长得多好啊 自然不需要再招叙了 不过 你若是想招叙也行 只要你请我愿的 对吧 花花笑了 心里的不安和迷茫 顿时消散了 对呀 她娘家势大 还怕嫁人吗 该别人怕她才是 得了 那你挑一挑吧 陈家那个炭花狼 年长年两岁 听说相貌异常俊美 你不是喜欢长得好看呢吗 哪有您说得那么好 也就一般吧 比不上爹爹和哥哥 他个头太矮了 以后 有想孩子 花花撇嘴 商家的嫡长子怎么样啊 个头高 武艺好 连你哥哥都撑在那 到时候你们一起切磋切磋 更能增进夫妻感情啊 于知又提起了另外一个人 花花摆手 这个更不行 商大公子高大威猛不错 可他喜欢的不是我这样的姑娘 他喜欢 弱柳浮风 一步三喘的娇女 他表妹娘 于知 哟 这是信有所属了 直接拉入黑名单 于知一连提了九个人选 全都被花花挑出了毛病 于知发了愁了 问他 不是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 花花想了想 听话懂是感情专一门当户对 相貌堂堂 嗯 看着顺眼 于知更发愁了 前面这些条件倒是容易 可最后这个看着顺眼 就很迷了 闺女 咱能提个具体点的要求不啊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哦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六十一集 儿子的不对劲啊 可把静安侯夫人给愁坏了 都迁怒到了夫君的身上 一天天的 你就知道吗 你怎么当爹的 一点都关心儿子 静安侯正睡着呢 被辗转反侧 睡不着的夫人 一脚给踹醒了 不耐烦得到 怎么了 这大半夜的你做什么药 还让不让人睡觉 静安侯夫人更生气了 儿子 儿子 你就知道睡觉 你还管不管你儿子了 儿子 儿子怎么了 他不是才生职吗 哦 你说 他跟他媳妇 办嘴的事啊 哎 两口子过日子 哪有不办嘴的 让他们自己解决 就是了 咱们做公婆的 管那么多干什么 静安侯一个当公公的 成日在外头忙活 哪会知道 儿子和儿媳妇 办嘴的事啊 这都是他夫人 跟他念叨的 静安侯夫人 深吸了口气 手在他腰上 狠狠拧了一下 疼得静安侯直抽气 你拧我干什么 我说你这婆娘 年轻那会儿 就拿这一招治我 老了老了 你怎么还 变本加厉了呢 你个老东西 我说的不是老大 是为哥为哥 老大两口子 一会儿好 一会儿脑的 谁有那个 闲工夫管他呀 谁让你不直说 我怎么知道 你说哪个儿子 静安侯小声嘟囔着 这为哥怎么了 夫子不是说 他挺有长进吗 提起幼子 静安侯十分关心 谁能想到 他这个笨儿子 能一鸣惊人 早早中了秀才呀 虽然未居绑尾吧 但那也是考中了呀 真给他长脸呢 据夫子说了 自从为哥中了秀才 就有些开窍了 学问长进得可快了 静安侯虽然不知 具体是怎么个开窍法 但是一点都不耽误他高兴啊 一家子的武夫 出了个会读书的 这是祖宗保佑啊 朝堂上文臣 笑话他是个粗人 可他这个粗人 生了个轻贵的读书人 他儿子 这叫大器晚成 大致若愚 静安侯夫人没好气得到 你没发现 为哥这段时间不对劲吗 时常发呆 心情也不好了 饭都吃得少了 人都瘦了 肯定是有什么心事 我问他 他也不说 他能有什么心事 我要是知道 我还问你吗 静安侯夫人 又拧了他一下 你是当爹的 你也都关心关心儿子 女人你去问问他 开刀开刀 静安侯忍着疼 哎哟 行行行 我明天跟为哥谈谈 这婆娘 下手推狠了点 夫妻俩把儿子 喊过来一问 顾怀为沉默了 低垂着头 失魂落魄的样子 可把静安侯夫人 给心疼坏了 心里也着急 为哥 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跟爹娘还不能说吗 我的儿啊 你这样闷在心里 坏了身体 身子骨怎么办 这个小儿子呀 本就不如前头三个大的皮屎 要是郁节鱼 先坏了身子骨 可怎么办呢 静安侯也很担心呢 为哥 你不说出来 爹和娘怎么帮你啊 顾怀为文言 猛地抬头 眼眸发亮 但是很快 又黯淡了下去 他咬着头 爹 娘 我没事 这事儿 爹和娘也帮不上他呀 静安侯夫妻俩对视了眼 静安侯道 你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就算爹帮不上忙 也能给你分析分析 毕竟 爹走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在夫妻俩的反复追问之下 顾怀也曾红着脸 吞吞吐吐的道 花花 有人上门 给花花说亲了 静安侯夫妻俩这才恍然大悟 儿子真是有了喜欢的姑娘了 想成亲了 这是好事啊 为哥新月隔壁的文家小姑娘 有眼光 有眼光啊 静安侯夫妻俩很高兴 但下一刻 两人就心虚地别开了视线 就是 就是 就是了半天 也没有救世出下文来 爹 娘 你们能帮我去提亲吗 顾怀为一脸期待地看着父母 这 夫妻俩再次对视了眼 均十分为难 儿子眼光是好 可这也太好了点吧 以至于他们没有底气去提亲呢 静安侯夫人和于智的关系是不错 他就更没那个脸了 自己的儿子哪里配得上呢 为哥 你有喜欢的姑娘 这是好事 就是咱们两家的差距啊 大了那么一点点 要不 你换个姑娘喜欢 静安侯斟着言辞 他也喜欢隔壁那丫头 以前也曾打过这样的主意 可这 自己的儿子不太能拿得出手啊 他哪敢到小文阁老跟前去丢人去 顾怀为的神情 肉眼可见地萎靡了 他摇着头 我不喜欢别人 我只喜欢花花 他是打小就喜欢花花的 静安侯夫人最见不得儿子 伤心难过了 一咬牙 脱口而出 为哥你别难过 娘去给你提亲 管他什么丢不丢脸的 他豁出去脸面 也得帮儿子争取一下 真的 顾怀为的眼睛亮得惊人 在看到他娘点头的时候 他却垂下了毛子 算了娘 我配不上花花 你别去了 他这样远远地看着他也好 他都想好了 他以后啊 也不成亲了 偶尔能看他一眼 知道他过得好 他就心满意足了 自此 不对劲的除了顾怀为 还多了哀伤叹气的静安侯夫妇 顾怀为更加勤奋了 他一边伤心 一边暗自抱着期望 如果他能中举 那么他和花花之间 是不是还有点希望呢 看着儿子这样拼命 静安侯夫妻俩心疼坏了 他们呢 都是懂儿子心思的 也没法劝 只能张罗着汤汤水水 给儿子进步 花花不仅在娘亲跟前吐槽 在顾怀为跟前也没少吐槽过 顾怀为面带微笑 认真倾听着 心里却酸涩极了 突然 顾怀为眼睛一亮 花花 你要招血 花花的手一顿 啊 是我这么个意思 不过 有出息的二郎 谁愿意做追选 愿意的都是些歪歪咧咋 肯定不行 顾怀为却目光灼灼 心底大声地呼喊 我呀 我愿意呀 花花 我愿意给你做上门女婿 周旭好 周旭太好了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六十二集 许致顾怀为的眼神太灼热了 花花不解地看她 你干嘛 那是什么眼神啊 要造反吗 顾怀为只觉得心里有什么想蹦出来 她鼓起勇气的 花花 我行吗 我能做你的上门女婿吗 啥 你说什么 你要做上门女婿 花花惊呼 别开玩笑了 咱俩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咱俩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知根知底 两家离得还近 你可以天天回娘家 你说的那些条件 我都符合 听话懂事 她从小就听花花的话 花花说东 她绝对不会说西 花花让她揍谁啊 她一点都不太迟疑的 感情专一 她只喜欢花花 过去 现在 将来 都是 门当户对嘛 两家都是侯府 勉强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吧 相貌堂堂 她的相貌啊 没少被人夸奖过 这一条她也符合 至于最后的看着顺眼 那就更符合了呀 花花要是看她不顺眼 能跟她来往这么些年吗 早就揍她或是不理她了 我现在只是个秀才 我知道我人不聪明 说到这里 她很心虚 不过花花你放心 我努力学 笨鸟先飞 人意几百 偷学粮锥自古 我一定会考中举人 考中近视 给你争高命 让你风光有面子的 顾怀尾信誓旦旦的 其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花花都惊呆了 不是 顾怀尾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咱俩 跟好兄弟似的 你 你却想娶我 这种感觉 别扭极了呀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身边 只有我一个姑娘家 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婚姻大事 怎么能如此儿戏呢 还上门女婿 你不怕你爹娘 打断你的腿啊 张旭这事 其实也就这么一说 你不做数的 你好好想想 清醒清醒 明明是小跟班 怎么还牵手上感情了呢 夸话有些慌了 干巴巴地丢下一句话 桃也势地跑了 顾怀尾的心顿时凉了 四肢百骸 齐精八脉 全都凉凉的 花花又开始 唉声叹气了 青梅竹马的小伙伴 小跟班 居然喜欢她 这也太 这也太别扭了吧 顾怀尾 弱了吧 这人呢也笨笨的 被她欺负了 也不着生气 不过 她也不是没有优点的 她听话呀 她说什么她都听 最妙的是两家住得近 她要回个娘家 翻个墙就到了 不得不说 这一点 让花花很心动 可是要和顾怀尾 做夫妻 唉 真烦人呐 终于 余知看不下去了 花花 你跟隔壁那小子 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花花十分心虚 什么怎么回事 我和她一点事都没有 一点事都没有 她会跑来问我 能不能给你做上门女婿啊 余知嫌逆的 什么 她 她怎么能这样呢 花花脸色都变了 娘 她还说什么 她说不说八道的 你别当真 性故的是想挨揍了吧 花花咬牙气齿 余知白了闺云也 说说吧 你俩怎么一回事啊 花花撅着嘴 嘟嘟囔囔地把事说了 最后气呼呼的 我跟她的事情 她来打扰您干什么 她不开窍的样子 余知都没眼看了 人家喜欢你 花花 我看你跟她处得挺好的 你什么想法啊 仔细想想吧 隔壁那小子性格是真好 毕竟 能接受花花的真性情 别说还挺般配的 我能有什么想法 花花嘟囔着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她 花花苦恼 没想过 就是跟她处得挺好的 余知心想 你脾气这么大 人家什么都听你的 能处不好吗 隔壁那小伙子 在她跟前承诺这个 承诺那个 险下都哭了 怪可怜的 那你好好想想吧 花花眨巴着眼睛 娘 您不嫌她姿势一般 比不上爹爹和哥哥吗 不嫌 大部分的人 姿势都差不多 聪明的 毕竟是少数人 条夫婿啊 人品最重要 品行好 直到上进 待你好 就行了呗 像你爹爹和哥哥的 整个大庆朝 能有几个呀 哦 那我好好想想吧 花花抱着余知的 胳膊撒娇 花花不是一个 没有主见的人 想明白了 就去找顾怀威了 你 喜欢我 是吧 这直白的话 让顾怀威的耳朵尖 一下就红了 她抢作镇定 花花 我心愿 她这副模样 花花很是新奇 伸手摸了她的耳朵一下 除了热 也没有其他触感 而顾怀威的脸 却吞了一下爆红了 都红到脖子了 花花眨了眨眼睛 不可思议的 顾怀威 你还羞啊 我也没说什么呀 这个样子的顾怀威 她还真没见过 花花盯着她的脸 眼睛亮晶晶的 像个调戏少女的小混子 顾怀威都快窘死了 又羞又气 气自己不争气 哎哟 花花 她都恼了 花花却笑了起来 之前一点点的不好意思 顿时消散了 她心情特别的好 你想不想娶我啊 想 顾怀威想都没想就到 花花倾壳了一声 那好吧 你看看这个契约 说什么意见 就签了吧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啊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 乐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六十三集 契约足有七页 最上面一页顶端写着 成婚守则 顾怀威只觉得自己心 砰砰砰砰的跳 都快跳出来了 看都没看 拿过笔 直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花花 我签好了 这么快 你不仔细看看吗 顾怀威摇头 不用 我什么都听你的 只要能和花花成亲 让她做什么都可以 花花不信 我娘说了 可以先订亲 但是 要留我到二十岁 你能等 能 再久我都能等 也就四年而已 她正好勤奋苦读 最好把功名考出来 到时成亲的时候 花花又有面子呀 看着笑得 像个傻子似的顾怀威 花花脸上 也有些热了 那好吧 契约 留你这儿 你好好读读 学学 我先走了 我送你 顾怀威连忙站起来 险些绊倒了 不用 花花撇嘴 嫌弃的 我自个儿 还更快点呢 翻个墙 送什么送 好 顾怀威依旧笑呵呵的 花花又摆了她一眼 走了 太好了 花花答应嫁给她了 顾怀威紧紧攥着拳头 高兴地想在屋里翻跟头 对 提亲 顾怀威往外跑 往他娘的院子跑 跑得可快了 脸上的笑容大大的 心里好似有什么东西 要炸了似的 到了院门口 顾怀威大喊了一声 娘 快去帮我提亲 屋里的金安侯夫人一惊 提亲 像谁啊 能让儿子主动寻来的 也只有隔壁那姑娘了 天哪 傻儿子真吃上天鹅肉了 太好了 我儿有出息啊 小文阁老 群青朝野 身为他的嫡妖子 文希泽 整个京城人 都是羡慕的 其兄 其姐都特别的有出息 尤其是兄长 文武双状元 那是在文臣和武将 两边来回横跳的人物啊 何止呀 那是踩在朝臣 神经上横跳的狠人呢 端着一张温润可亲的脸 下一刻 却能把你的脸 按在地上摩擦 与其兄其姐比 文希泽 似乎是家里 最没出息的一个 因为早产家难产的原因 文希泽生下来呢 胎理便带着不足 虽说对三个孩子的疼爱 都是一样的 但余知对小儿子 到底是多了几分细致 生怕他养不活 和兄姐的精力旺盛不一样 文希泽从小就喜静 不爱动的 姐姐花花呢 几个月大的时候 就闹着要出屋 探索新世界了 刚学会走路 就一刻都停不下来 文希泽不 他能安静地在屋里 自己坐上大半天 摆弄玩具 翻翻画册 连话都懒得说一句 余知曾一度怀疑 他有自闭症 后来又怀疑 他是个哑巴 其实啊 他不过是性格如此而已 他小的时候啊 一家子为他操碎了心 他连告状都不会 就担心在家人 看不到的地方受欺负 后来才发现 这小子呢 看似呆傻 实则聪明着呢 不声不响的 就学认了很多字 自己能看书了 你能想象得到吗 几岁大的孩子 抱着厚厚的果实 和大清律法看 还看得是津津有味的 至于说 担心别人欺负他 去一只观察 这小子 属腹黑那伙 是个黑痴骂馅的团子 他姐跟人打架 他悄悄地伸个脚 往对方脚底下 踢个石子 等大人过来呢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衣裳乱了 大胖眼泪糊了一脸 还有脏兮兮的手指印呢 就这模样 还用说吗 肯定是受欺负的一方啊 大人便训斥自己的孩子 做错事还撒谎 壮壮多快的孩子了 你们还欺负他 你们把壮壮欺负成这样 欢欢能不揍你们吗 活该 等着办 回家再收拾你们 被冤枉的小孩 无论怎么解释 那大人都不信 众人本以为 文希泽会沿着父兄 走过的路 按部就班地走下去 没想到 他半道上 跑去学医去了 这要是在别人家里啊 那简直就是 他天的大事啊 可文希泽的父母 却听之认之 一点都没有阻拦 甚至还帮儿子 寻了个师父 一晃 很多年过去了 文希泽长成了大小伙 直栏玉树 相貌一点都不逊色其胸 他身上穿着家常的青衫 认真地给娘亲剥瓜子 与之看着自己的小儿子 打趣似地问他 这回怎么就考进了衣甲呀 不给别人留活路了 文希泽虽然学医 但也没放弃科举 跟其胸亮眼的成绩相比 他平庸多了 考秀菜名字在中间 考举人名字也在中间 众人直呼 这才正常嘛 毕竟文家的这个幼子 一年只读半年的书 另外半年呢 跟师父外出有力 给人治病 要是还考到前面 岂不是腻了天了 可家里的人却都知道 他是故意的 他的实力可不止如此 于是就问他 为什么这样啊 他想了想 休闹道 父兄接触状元 我若考得太好 还是给别人留条活路吧 您不是说过吗 考第一没有什么难的 能空分 想考第几就考第几 才是真的厉害 说这话的时候 他脸上都是少年义气 这回会是电视 于是以为他还会中不溜的 没想到 他不声不响地 拿了个碳花回来 于是就很好奇了 这孩子怎么不空分了 不低调了 不想给别人留活路了 文希泽轻轻地 把剥好的瓜子 断到娘跟前 眸光闪闪 我后来又想了想 父兄皆是状元 我若太差了 会丢他们的脸 他们会怀疑 我是不是捡来的 于是扑吃一声笑了 娘可以作证 你不是捡来的 你是亲生的 对 我是亲生的 少年笑得那么好看 目光落在娘亲身上 十分地柔和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穿越女墙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香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六十四集 第七百六十四集 文希则觉得 自己是最幸福的 她有那么好的家人 她是幼子 娘从小就问她喜欢什么 告诉她 你是次子 家里的爵位轮不到你 你将来呢 只能靠自己努力 她却说不出来 她最喜欢的是看书 但也只是单纯地 喜欢看书而已 至于将来想做什么 她十分茫然 她好像没有什么 想做的事 娘便安慰她 儿子啊 现在没有特别 喜欢做的事情 也没关系 等一等啊 说不定明年后年 你就有答案了 一直也没有呢 也不要紧 人不一定非要有出息 你自己开心就好 你看看娘啊 也没有什么出息 但是 娘有你们爹 有你们三兄妹 所以每天都很快乐 所以啊 我也希望我的小儿子 可以快乐 她很幸运 有这么好的娘亲 可以让她不断地尝试 然后找到自己 最喜欢做的事情 可是当那一天 娘当着她的面晕倒了 她抱着娘的头 大哭的时候 惊慌失措 她第一次感到害怕 和力不从心 所以 当爹再次问她 想做什么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学医 既然她没有最喜欢的 那么 她就选择最想去做的 她再也不想 体会那种无力 她想要有 救死扶伤的能力 让她的娘亲 长命百岁 这回能在京里 留多久啊 小儿子八岁 正式拜师学医 每年都有一半的时间 跟着师父在外行医 于智啊都习惯了 应该能待很久 师父让我先去汉林院 他在京里 遇到一个感兴趣的病症 短时间之内 怕是顾不上我 于智点点头 很高兴啊 他瞅着儿子的脸 臣怪的 你在外头啊 给你带的润肤膏 也多抹一抹 瞧你这张脸被摧残的 跟你搁一块走出去 别人得说你是老大了 其实没那么夸张 男孩子呀 也要护肤的 人都是爱美的 长得好看的人 才好找媳妇呢 你常年在外游历 遇到喜欢的姑娘 多上心 只要自己喜欢 姑娘品性好 娘不挑 闻西则认真听着 笑着 硬着 好 她的娘亲啊 就是这么好 喜欢的姑娘 她还小着呢 不着急 还是留给娘操心吧 四力更生 她可没有大哥那个本事 你师父医术好 这些年 你也学了七七八八了 想过以后要去哪吗 派医院 不去 她爹是阁臣 她兄长手握实权 她就不适合做太医了 她也不喜欢 跟皇族后宫打交道 她学医是为了娘 真不是为了给人治病的 哪怕救了很多人 她的骨子里 还是带着一种薄粮 就像师父 妙手回春 秀人无数 其实她真算不上医者人心 她只不过对疑难杂症感兴趣 我还是去青天剑吧 大理四合刑部也行 毕竟她有一手好医术 五座的活她都能干 于知挑眉 然后笑了 你师父神神叨叨的 你也算半个神棍了 青天剑倒也算合适 文西州的师父啊 不仅医术了得 他还是个道士呢 俗称神棍 于知跟他一打照面 就知道他是有些东西的 对 文西泽唇角翘起 笑得那么好看 于知看着儿子 心头欢喜又宁静 他的小儿子呀 是个有赤子之心的好孩子 帮主 这雪下得越来越大了 找个地方避一避吧 小道上梁匹马 顶风冒雪前行着 好 眼毛上都落了雪花 前头那人抹了把脸 这可不是官道啊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的 上哪儿去找避雪的地方 两人只能继续前行着 约摸行了一刻钟 前头那人精神一震 前面有个破庙 咱们到那儿去避一避 杨鞭朝马屁股抽了一下 双腿一加马度冲了过去 破庙里已经有人了 是四个相貌凶恶的壮汉 其中一个人对着角落里的 小乞丐拳打脚踢的 嘴里还不甘不静地 骂着杂种之类的脏话 其他三人坐在一旁笑望着 眼底是满满的恶意 挨打的小乞丐面对着墙 死死护着怀里的人 任由那人拳打脚踢 一声都不敢出 进来的两人健壮 顿时皱起了眉头 尤其是走在前面的中年人 眼底闪过隐晦的不喜 那四人见有人进来 警惕地看过去 当他们看到两匹马的时候 面上一喜 再瞧进来的那两个 前面一个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 头上戴着棉帽 一副傅家老爷的模样 后头那个显然是成随 背上背着鼓鼓的包袱 肥羊啊这 还是送上门来的 几人兴奋地对视了一眼 天寒雪大路难行 借地躲避一样 掏扰几位了 中年男人抱抱拳 面上笑呵呵地 十分客气 而且和善 几人相互看了一眼 其中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开口 同是天涯沦落人 这边有甘草 你们到这边来吧 多谢多谢 中年老爷感激道谢 肠髓也十分有眼色地打开包袱 拿出了干粮 一人送了一块 讨扰 讨扰 笑难 笑难 然后抱了一抱甘草 靠墙壁扑着 老爷 你歇一歇 本集完 我们下期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穿越女强 精品多人有声剧 我在古代 反内卷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两边之河 冷月浅浅 信念多个心等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收听 每天早上八点 不见不散 第七百六十五集 几人看着手中干粮 不是硬邦邦的饼子 而是白面烧饼 看向那个包袱的眼神 就更热切了 开口试探 这位爷是做什么营生的 怎么这大雪天还在外奔波 中年男人特别和气 可不敢称爷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这不到年底了吗 回老家过年呢 几位壮士 哪里发财啊 他反问 我们 我们是走标的 也是回去过年 这一路上 他们都是这样对别人说的 实则这是一伙亡命之徒 才做下大案 被官府追捕呢 标师啊 标师好 标师好 走南闯北的 简多识广 中年男人竖起大拇指 一转头 看到那人还在对着小乞丐 拳打脚踢的 小乞丐蜷缩在地上 若不是偶尔闷哼一声 还以为他被打死了 这位壮士啊 何必跟个起儿一般见识 过来吃点干粮歇歇 我这儿还有一壶酒 话未说完 就见那人猛地转身 恶狠狠地骂道 老东西 谁要都管闲事 老子现在心情不好 再过走 弄死你 中年男人笑容将在脸上 好似被吓住了 肠髓很生气 你这人怎么回事 我家老爷也是好意 你怎么说话呢 老子就这么说话 那人气势汹汹的 过来想要教训长随 其他三人一看 也默契地站了起来 一起围了过来 唉 本想留他们多活一会儿 偏自个儿上赶着找死 愿谁呢 你 你们要干什么 中年男人大惊失色 忙不迭地爬了起来 往身后退 干嘛 自然是要你的命咯 几人拧笑着 坐在地上的小乞丐 心头麻木 都能想到这两人的下场了 之后是不是 就轮到他们兄妹了呢 他不怕死 可妹妹还那么小 一滴泪 自他眼角滑落 两声惨叫 两人捂着脖子 倒在地上 杀人不成反 被长髓抹了脖子 剩下的两人惊骇 靠 看走眼了 就这利落的手法 哪是毫无威胁的肥羊啊 分明是猎人啊 等他们反应过来 想逃的时候 已经晚了 就见那和和气气脾气 特别好的中年男人 一把掐住其中一人的脖子 眼神冰冷 手一紧 那人喉骨都碎了 倒在地上 眼睛睁得大大的 死不瞑目 小四 丢出去 中年男人特别嫌弃地 用帕子擦手 好的帮主 那个叫小四的肠随 把四肢尸体拖了出去 中年男人走向小乞丐 把他翻过身来 人已经昏迷 却仍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女孩 这女孩四五岁大的样子 睁着惊恐的眼睛 男人不由一震 四日傍晚的时候 两人来到一个小镇子 敲开了一座宅院的大门 雨夜回来了 老爷盘算着 您这几天该到了 一直让小的们留意着呢 探门的小丝殷勤地 把人往里引 中年男人背着手 老爷还好吧 姑娘呢 好 都好 老爷和姑娘都好着呢 已经得了传话的老爷 站在廊下 木头回来了 中年男人抱拳失礼 恭恭敬敬 是 我回来了 这中年男人 赫然便是如今的 曹帮帮主 于木 而老爷呢 则是曹帮上一人帮主 胡荣坤 几年前 曹帮内乱 胡荣坤一家 险险灭了门 全家十几口人呢 只剩下一个 刚满周岁的小孙女 平定内乱之后 胡荣坤心灰意冷 把跟随自己 多年的于木 推了上去 自己带着小孙女 再次隐居了起来 于木做了帮主 起初很多人不服 都被他铁血的手腕 给镇压下去了 曹帮在他的领导之下 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而他每年冬季呢 总会消失一段时日 别人都不知道 他去了哪里 其实 他是来了这个 不起眼的小镇子 伯伯伯 有个小姑娘跑了过来 于木脸上露出笑容 静静 慢一点 迎上去 一把把小姑娘抱了起来 小姑娘便是 胡荣坤的小孙女 今年六岁了 伯伯 你给我带糖了吗 带了 带了 带了好多呢 在小四那里 一会儿就给你 于木美眼柔和 伯伯真好 小姑娘高兴极了 而于木也高兴极了 胡荣坤见状道 这么喜欢孩子 再生几个呗 说你多少回了 也不成个家 一个人孤零零的 有什么意思 将来 谁给你养老送终啊 养老送终的人 已经有了 什么意思 路上捡了两个孩子 于木轻描淡写地说道 见胡荣坤不语 便多解释了一句 您是知道的 我就是乞丐出身 没有师父 没有你 就没有我于木的今天 路上遇到了 难免误伤其类 想起了以前 他从既是起 就是个起儿 可同样是起儿的猴子 冬子他们 过着有今天 没明天的苦日子 但他们遇到了于姑娘 心肠好的 像仙女一样的于姑娘 他们才渐渐 摆脱了乞讨的生活 后来 于姑娘成了他的师父 再后来他进了曹邦 后来猴子冬子他们 都各自成了家 他还是独自一人 他过的是刀口填写的日子 不知哪天人就没了 成什么家呢 取什么妻呢 还是别去祸害别人了 在破庙里看到那双惊恐的眼睛时 他得心软了 想起了以前 也许 在别人看来 他从一个起儿成为曹邦的帮主 是多么不可思议 简直是一代传奇 可是在他的心里 他一直都是那个叫做木头的起儿 此生无牵无挂 除了这个小镇 唯一惦记的 便是给了他新生的于姑娘 他没有家乡 没有来处 没有姓氏 于是 他便惯以他的姓氏 他是江湖人 能为他做的 也只不过是远远观望 知道他在京里 在那座府邸里 夫妻恩爱 儿女孝顺 便足矣 嗨 大家好 本书到这里 就全部颇奖完毕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喜欢本书的 还请给浅浅一个推荐好评 浅浅的主页 还有更多精彩的好书 等你来收听 我们下一步再见 本集完 我们下集见 对了 还请订阅好评 谢谢 我们下集完毕了